皇帝内经,经注权益。银耳银耳,又称为雪耳,白木耳,白耳,有君中之冠的美称。银耳既是珍贵的营养自补佳品,又是福正强壮的补药,历代人们称银耳为长生不老良药和延年益寿之品。 中医认为,银耳胃肝,淡,性平,无毒,入胃,肺,肾三精。 具有滋阴润肺,强精补肾,生筋止咳,润肠通便,清润异味,补气和血,补脑提神,强心壮身,延年益寿,嫩肤美容功效。 用于治疗虚劳咳嗽,虚热口渴,妇女月经不调,便秘节等病症。 在《本草师解药柱》中曾称赞银耳说,白耳有脉冬之润而无其寒,有玉竹之肝而无其膩,成润肺滋阴之药品,为人参、禄蓉、燕窝所不及。 对于阴虚火旺,不受身容等温热滋补的病人是一种良好的补品。 此外,银耳可以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具有保护肝脏的功效。 银耳中还含有酸性多糖类物质,此物质能增强人体免疫力,加强白细胞的吞噬能力,调动淋巴细胞。 促使骨髓的造血功能兴奋,可有抗癌能力,同时还能增强肿瘤患者对化疗的耐受力。 青少年也应多吃银耳,因为银耳中富含的维生素地能够防止钙的流失,可促进青少年生长发育。 银耳还是女性美容的最佳食品。 银耳的美容作用自古以来就有口皆碑,相传历代工中很多妃子都用银耳养颜。 用银耳汤敷脸,可使肌肤白嫩有光色。 平时可常喝银耳粥,其具体做法是,把银耳十克用温水泡两小时,除去杂质后撕成半状,将一百克大米淘洗干净。 将冰糖二十克打碎成屑,将这些材料一起放入锅中,加水适量,可再加入几枚大枣,煮至银耳熟烂即可。 此周壳止壳,润肤,改善皮肤干裂,不润泽,面色伪黄等状况。 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银耳的传说。 有的说,从前有个叫银花的姑娘,她的母亲得了重病,卧病在床。 她在打差时偶尔发现了一种白花花,亮晶晶的菌类,后来其母亲因吃的这种菌类病不治而遇。 因为这是银花发现的,因此人们就称这种色泽洁白,向花朵的菌类为银耳。 还有的说,有位培育银花的银花仙子,私自下凡来到人间与青杠结为夫妇。 不久后,人间开始流行瘟疫,银花仙子让青杠用银花为百姓治病,终于战胜了瘟疫。 万分生气的瘟神将此事告诉了玉皇大帝,玉帝大帝将银花仙子抓了回去。 青杠后来变成了一棵树,银花仙子将头上的银花变成银耳,长在了青杠树上,永远为人间百姓去病了及。 直到如今,有些地方还建有银花仙子的神庙,内宿银花仙子神像,而农们每年都会去祈求丰收。 车前草车前草,又称为牛姨,哈马依,当道,车轮菜,牛舌,远在上古时期,我们的仙祖就已经开始采施车前草了。 诗经中记载的采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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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阴场肯是车辙边的小草而幸免此意 车夫向马武禀告了此事 马武急下令全军服用 不久患者痊愈 终于杀出虫尾 马武感慨万分地说 全军死而复生 权杖路旁车前之仙草 此后人们就把这种野草称为车前草 从中药药理学的角度讲 车前草性寒 胃肝 龟肾 小肠 肝精 具有止血明目 驱痰止咳 沥水通淋的作用 主治小便不通 热力泻泻 尿血 磷着 水肿 黄胆 目翅肿痛 咳嗽 喉痛 皮肤溃疡等症 车前草特别适合绑光炎和前列腺炎患者 作为日常食疗 比如 可以煮车前草糖水当茶饮 用车前草100克生干草 竹叶心个10克黄片糖适量 先把车前草 生干草 竹叶心放进砂锅中 加入清水适量 用中火煮40分钟左右 再放入黄片糖 烧煮片刻集成 常喝能够清热利尿 还可以熬桂江粥 用车前草30克 肉桂5克 精米50克 先将肉桂与车前草煎煮半个小时 除去药渣 再把精米放入药汁煮粥 米熟后加入适量红糖即可 此粥可以温阳利水 尤其适合脸色苍白 怕冷者食用 此外 民间还流传 有用车前草 炖猪膀胱 治疗尿道眼膀 光炎的食疗土方 做法为将猪膀胱洗净 同车前草 料酒 肉汤及佐料 放入锅中 加水炖至熟烂 最后捡出车前草即可 有很好的利尿通淋 清热利湿的功效 灵芝灵芝是多孔菌科植物 长生长在腐朽的木桩旁 全株均可入药 从中医药理学的角度讲 灵芝性凭 胃肝 入心 肝 脾 肺 肾 肾经 具有抗衰老 扶症固本 自补强身的功效 因灵芝能补益全身五脏之气 因此心 肝 肺 肺 肾 肾脏 虚弱者 都可以用它来调补 灵芝有很多种类 据神农本草经 记载 灵芝有青 白 黑 赤 紫 黄六种 较为常用的是紫芝和赤芝 虽然它们都为灵芝 可具体的功效 却不完全一样 青芝又称为龙芝 性贫 胃酸 无毒 具有补肝 明目 安神的功效 还可以增强记忆力 白之又鸣欲之 卫心 性贫 无毒 可以止咳养肺 尤其适合长期可喘的病人 黑之又鸣悬之 未成性贫 无毒 养肾利尿 可以治疗排尿困难 赤之又叫单之 性贫 胃苦 无毒 能够补中益气 增强大脑活力 常吃可使人变得聪明 此之又叫木之 性温 胃肝 无毒 具有美白养颜 强壮筋骨的作用 黄之又鸣金之 胃肝性贫 无毒 可以养脾胃 安神 在有些书中 说上了年份的灵芝一箱扑笔 甚至还因灵芝的生长位置 不同而分为水之 火之 风之等 灵芝的药性平和 其补益作用和缓 因此需要长时间的服用 才见效果 这样的药材 正适合做药膳 如灵芝 鸢醇淡汤 取灵芝60克 鸢醇淡12个 红枣12枚 先将灵芝 红枣洗净 鸢醇淡煮熟去壳 把这些用料一起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 先用无火煮沸后 再改用文火包制灵芝出味 加入适量白糖 再包沸即可 此汤不仅能补削易经 又能美容去皱 尤其是和工作压力大的白领们服用 灵芝这一美丽的称谓 是建于神农本草经 此外 灵芝还有很多美丽的名字 如仙草 源自于白蛇传 上古诗灵芝又被称为瑶草 相传灵芝是炎帝女儿瑶姬的灵魂所化 少女服用后会变得可爱妩媚 可赢得恋人的钟爱 在处词中 灵芝又被称为三秀 世经称之为锐草 有之锐草 一岁三华 无根而生的记载 秦始皇时期称其为还阳草 东汉张衡的西京妇 称其为灵草 人参人参是补弃上品 被誉为百药王 百草王 自古被视为神草 相传人参生长的地方 天上会有祥云笼罩 关于人参一鸣的由来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有两兄弟进深山打猎 不幸遇到大雪 他们只好躲在一个山洞中 靠挖野菜冲击 一天 他们发现了一种很像人形的植物根 有点甜 便挖了很多当水果吃 吃后他们精神倍增 但他们发现 吃多了会流鼻血 因此 他们每天只吃一点点 他们因为吃了像人形的植物根 才得以生还 因此 人们称其为人参 后来又改叫人参了 人参还又称为地精 天狗 王精 海尔参 人贤 黄参 红参 生晒参 白参 食主参等 中医认为 人参胃肝 微苦 性微温 入肺 皮 心精 可以大补元气 安神抑制 补皮抑肺 可改善消化吸收功能 增强免疫力 抗过敏 和调节胆固醇与血糖 人参还对心理衰竭者 有强心的作用 适用于身体虚弱 或已经休克的人 或是平时四肢冰冷 肺虚喘咳 皮虚食少 经伤口渴的人食用 值得注意的是 不可过量使用人参 热胜邪食和阴虚阳抗者 应记用 此外 人参不能与萝卜 茶叶同时服用 否则会降低药效 但可用人参来泡酒 如人参鹿绒酒 人参三十克 鹿绒十克 白酒一千五百毫升 冰糖五十克 把人参 鹿绒 冰糖 放入瓶中 加入白酒 密封六十天后 即可服用 该酒具有 剑部下缘 生经易血 剑骨壮阳的功效 生活中常用的忠诚药 看好症状 选择中药 祖国的传统医学 博大精深 拥有数千年的历史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救人无数 是我们健康的又一重要保障 而且相对于西药 有着毒副作用小 胃病先防 全面调控的优势 所以 在我们的日常调养中 在运用西药的同时 也应该在适当的时候 运用中药 来为自己与家人的健康添砖加瓦 当然 运用中药时 也要注意好多事项 不要相信某些药品广告 所谓的纯中药制剂 无毒副作用的虚假宣传 本部分主要选取的 是在各大药房都能买到的中程药 方便大家及时购买 《皇帝内经》当中 对于药物的记载与论述比较少 对于今天的疾病治疗帮助有限 但是索性后世的一家 不断丰富中药品种 祖方及其适应症等材料 使得现在的中药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现在我们就挑选一些生活中常见 常用的中药介绍给大家 考虑到汤药组方复杂 不懂医的人很难把握 所以着重介绍一些常用中程药 中药及中程药 现在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 在服用药品时的一大主要选择 但是大家往往对于中药的选择 有着许多误解 造成不合理的用药 以至于很多时候 不但无效甚至加重病情 那么如何避免这些现象呢 大家要明白中医与西医 中药与西药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只挑其中的主要方面 简单介绍一下 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 西医看重的是认清病名 在此指导下采取治疗措施 中医看重的辩证 分辨出是正形 而一个病名下 可以包括几个症型 几种不同的症 即使是属于同一个病 但所用的药物 也可以是大为不同的 这与西医同一种病 基本都用同样 或同类药物治疗的做法 大相径庭 所以大家用西药时 只要认准主治病名 与自己的病名一致就可以了 但是选用中药 除了认准病名之外 还必须要看清药品说明书上 所表述的治疗症状 是否与自己相符 这也是西药说明书 主要标明主治病名 而中药说明书 总是先描述所治疗的症状 再说病名的原因 如果病名相符 而症状相差较远的话 也不宜使用该药 例如 常用中程药银桥解毒片的说明书中标注 如表现为恶寒重 发热清 无汗 鼻塞流清涕 口不渴 嗨土西白痰者属于风寒感冒 则不适合使用本药 因为尽管银桥解毒片是可以治疗感冒 而风寒感冒也是感冒 但是由于该药适合治疗的是感冒中的风热症 而风寒感冒属于风寒症 病名一致而症型不同 所以不适合治疗 如果没注意这些 风寒感冒使用了银桥解毒片 由于该药中多数都是寒性药物 而风寒感冒的病因也是寒性的 所以有可能加重病情 所以大家在选用中药 主要指中成药 时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仔细对照主治病名 特别是比对症状后再选用 下面几篇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 也都是可以在大药房买到的常见中成药 大家注意 如想服用中草药或处方类中成药 应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使用 明目药明目地黄丸 配方为熟地黄一百六十克 山珠鱼八十克 牡丹皮六十克 山药八十克 芙苓六十克 泽蟹六十克 枸杞子六十克 菊花六十克 当归六十克 白韶六十克 吉利六十克 石绝鸣八十克 有滋肾 养肝 明目的功效 用于治疗 肝肾阴虚 眼睛干涩怕光 事物模糊 迎风流泪 用法为口服 水蜜碗一次六克 小蜜碗一次九克 大蜜碗一次一碗 一日两次 使用注意 服药期间 即食辛辣刺激的食物 患有干燥性角膜炎 老年性肋腺萎缩 老年性白内障 早期等疾病的患者 出现剑上术症状的 可服用本药 红眼病 传染性节膜炎 患者记用 儿童使用前药 排除其他眼病后再服用 迎风流泪 但同时出现视力急剧下降 应立即前往医院就诊 服用一周后 症状如未见明显改善 应去医院就诊 如同时服用其他药品 则在服用前 自寻医师或药师 起居帝皇丸 配方为枸杞子40克 菊花40克 熟帝皇160克 山珠鱼80克 牡丹皮60克 山药80克 茯苓60克 泽血60克 有滋肾养肝的功效 用于治疗肝肾阴亏 眩晕耳鸣 怕光 喜欢待在阴暗的地方 迎风流泪 食物昏花等症状 可预防脂肪肝 降低饲养密定 引起的高血糖 抗肿瘤 降血脂 用法为口服 大蜜丸一次9克 一日两次 石壶夜光丸 配方为石壶30克 人参120克 山药45克 茯苓120克 甘草30克 肉葱绒30克 枸杞子45克 兔丝子45克 属帝皇 60克 帝皇60克 麦冬60克 五味子30克 天冬120克 苦杏仁45克 防风30克 川胸30克 指鞘 炒 30克 黄莲30克等 有滋阴补肾 清肝鸣目的功效 用于治疗 肝肾两窥 阴虚火旺 内障木暗 事物昏化 用法为口服 水蜜丸一次6克 小蜜丸一次9克 大蜜丸一次一丸 一日两次 此类药物 还有波云退一丸 真是鸣笛眼液 黄莲阳肝丸等 清热药八味沉香散 配方为 沉香200克 肉豆蔻100克 广枣100克 石灰滑100克 乳香100克 木香100克 荷子 微100克 木棉花100克 有清心热 养心 安神 开窍的功效 用于治疗热病攻心 神志不轻说胡话 关心病 心脚痛 用法为口服 一次0.9至1.5克 一日二至三次 抗病毒口服液 配方为板蓝根 石膏 卢根 生地黄 玉金 织母 石昌浦 广获香 莲鞘 辅料为蜂蜜 蔗糖 抢身假辣 抢本遗址 有清热驱失 凉血解毒的功效 用于治疗风热感冒 流感 用法为口服 一次10毫升 一日二至三次 早饭前喝五 晚饭后各服一次 注意孕妇 哺乳妻妇女禁用 服药期间 寄烟 酒急辛辣 生冷 油腻食物 不要在服药 同时服用 自补性中药 适用于风热感冒 其症状为 发热 微恶风 有汗 口渴 鼻流浊涕 咽喉肿痛 害土黄痰 发高烧 体温超过 38.5摄氏度的患者 需前往医院就诊 脾胃须寒 谢谢者 水酿便 慎浮 高血压 心脏病 肝病 糖尿病 肾病等慢性病 病情较重者 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牛黄解毒片 配方为 人工牛黄五克 熊黄五十克 石膏二百克 大黄二百克 黄芹一百五十克 结梗一百克 冰片二十五克 甘草五十克 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用于治疗火热内肾 咽喉肿痛 咽咽肿痛 咽咽肿痛 口舌生疮 目翅肿痛 一般针对流感 咽咽 及肺部感染 用法为口服 小片一次三片 大片一次两片 一日二至三次 注意孕妇禁用 由于本药有一定成瘾性 所以不要过量或长期服用 本药不可以与诺夫杀星同时服用 此类药物 还有川芯连片 导斥丸 八正合计 二妙丸 二十五味松石丸 金银花露 牛黄千金散 龙胆蟹肝丸 青连片 五福化毒丸 羚羊角胶囊 青味黄连丸 香连丸 左筋丸等 另外 中医提出 牙疼与体内的火鞋抗肾有关 可以分为 风火 胃火 虚火牙疼三类 因此 中医治疗牙疼 大多选用 轻热类药物 例如 青味黄连丸 轻温 败毒银等 现在介绍一些常见的治牙痛药物 补肾固齿丸 配方 围熟地黄 地黄 鸡血疼 紫河车 骨碎补 盐水智 漏炉单身 酒智 五味子 酒智 山药玉筋 醋智 智黄旗 牛西 野菊花 芙苓 枸杞子 牡丹皮 泽蟹 盐水智 肉桂 有补肠 有补肠 固齿 活血 解毒的功效 用于治疗肾虚火旺导致的牙齿酸软咀嚼无力松动胰胃牙引肿痛出血慢性牙周炎见上述症状者用法为口服一次四克一日两次牙痛较剧烈时可以使用牙疼一粒丸可以迅速缓解疼痛 清喉离烟药复方草珊瑚寒片配方为种结封禁膏薄荷脑薄荷素油 有疏风清热消肿止痛清理咽喉的功效 用于治疗外感风热引起的咽喉肿痛生亚失音急性咽喉延鼠风热症者 用法为韩服一次两片小片每隔两小时一次一日六次或一次一片大片每隔两小时一次一日五至六次 桂林西瓜霜配方为西瓜霜彭沙断黄层黄莲黄薄山豆根浙贝母舍干清代冰片无患子碳薄荷脑等十四位 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 用于治疗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牙癮肿痛或出血口疮轻度烫伤急慢性咽炎扁桃体炎口腔溃疡见上述症候者 用法为外用喷吹吹或浮于患处一次适量一日数次重症者一次一至二克一日三次 注意孕妇及哺乳妻妇女禁用 注意积烟酒、辛辣、鱼腥食物 不宜在用药期间同时服用温补性中药、皮须、变糖、大变不成形 者肾服、皮肤破溃出禁用 出现恶寒发热、无汗、鼻流清涕、咽喉疼痛者肾服 扁桃体有化膿症状及全身发高烧者应去医院就诊 进行口腔内喷或敷药时注意不要呼吸 以防导致呛咳 用药后半小时内不得进食、饮水 如用药三天后症状仍无缓解 应去医院就诊 本品不要长期服用 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此类药物还有黄氏响生丸、利胭解毒颗粒、清喉利胭颗粒、西瓜双润猴片、冰盆散、清果丸、悬麦柑菊粒等 曲弹药蒙石滚弹丸 配方为金蒙石 断四十克 陈香二十克 黄芹三百二十克 淑大黄三百二十克 有降火烛弹的功效 用于治疗食热丸弹 出现癫狂经济 或可喘弹愁 大便秘结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至十二克 一日一次 穿背琵琶糖浆 配方为穿背母 流禁膏四十五毫升 结梗四十五克 琵琶叶三百克 薄荷脑零点三四克 有清热宣肺 化痰止咳的功效 用于治疗风热泛肺 内郁化火导致的咳嗽 痰黄或土痰不爽 总觉得痰眉土干净 咽喉肿痛 胸闷胀痛 感冒咳嗽 及慢性支气管炎 见上述症候者 用法为口服 一次十毫升 一日三次 舌胆穿背伞 配方为舌胆至一百克 穿背母六百克 有清肺 止咳 除痰的功效 用于治疗肺热咳嗽 痰多 用法为口服 一次零点三至零点六克 一日二至三次 清气化痰丸 配方为黄芹 酒炒 一百克 刮楼人霜一百克 半夏 至一百五十克 胆男性一百五十克 陈皮一百克 苦性人一百克 只是一百克 福灵一百克 有清肺化痰的功效 用于治疗肺热咳嗽 痰多黄愁 胸丸满闷 用法为口服 每次六至九克 一日两次 小而酌情减少 穿背雪梨高 配方为梨清高四百克 穿背母五十克 脉冬一百克 百合五十克 款冬花二十五克 有化痰止咳 生津利焉的功效 用于治疗阴虚肺热 咳嗽 急剧气喘 口罩烟干 用法为口服 一次十五克 一日两次 注意计时辛辣食物 菊红丸 配方为化菊红 陈皮 半夏 稚 芙苓 甘草 结梗 苦性人 紫苏子 草 紫碗 款冬花 瓜楼皮 浙贝母 帝皇 麦冬 石膏 辅料为蜂蜜 有化痰 止咳的功效 用于治疗 咳嗽痰多 痰不易 割出等症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三克 一日两次 此类药物 还有二尘丸 石香反生丸 背铃胶囊 腹方穿背晶片 蛇胆 陈皮散 琵琶叶膏 五味杀吉散 下枯草膏 一咸丸 远至流禁膏等 上面的驱痰药理除了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化痰药之外 还有治疗癫痫 神志昏溃等精神类疾病或症状的药物 为什么这些药物会归入到化痰药呢 这就涉及中医对痰的定义问题 中医把痰分为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两种 有形之痰是只可以看到 听到摸到的有实体的痰液而言 如刻出的痰液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痰 在体表能摸到的裸粒 身体表面的肿块 大致相当于西医所说的淋巴肿块 痰和体表可移动的结块等 所谓无形之痰是只留在脏腹经络中 无特定形态 但可以从症状感知的痰 如眩晕 神志不清 发狂等症状 大家熟悉的如林外史 的犯进中举中 他只因欢喜狠了 痰涌上来 迷了心窍指的就是无形之痰 止科评喘要隔界定喘完 配方为隔界十一刻 瓜娄子五十克 紫碗七十五克 麻黄四十五克 憋甲 醋制五十克 黄芹五十克 甘草 五十克 麦冬五十克 黄莲三十克 百合七十五克 紫苏子 草 二十五克 石膏二十五克 苦杏仁 草 五十克 石膏 断 二十五克 有滋阴清沸 只可定喘的功效 用于治疗 虚老九克 年老哮喘 气短发热 胸满郁闷 自汗到汗 食欲不振 用法为口服 水蜜丸一次五至六克 小蜜丸一次九克 大蜜丸一次一丸 一日两次 麻性止科糖浆 配方为麻黄一百二十克 苦杏仁八十克 石膏二百四十克 甘草 至六十克 蔗糖六百二十五克 山梨酸两克 有镇咳 驱痰 平喘的功效 用于治疗及慢性支气管炎 及喘息等 用法为口服 一次十五毫升 一日三次 服药期间 剂烟 酒 及辛辣食物 孕妇 记服 注意风寒咳嗽者 不宜服用 高血压 心脏病患者 肾服 或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牛黄清肺散 配方为牛黄 符灵 川贝母 白钳 沉香 黄芹 胆南星 水牛角浓缩粉 摆布 智 青瓣下 石膏 冰片 有清肺化痰 消炎止咳的功效 用于治疗 肺热咳嗽 痰咸雍胜 胸满喘俗 用法为口服 二至五岁一次两代 两岁以下着减 一日两次 脾须易腹泻者慎服 出现发热恶寒 鼻流清涕 咳嗽痰白等症状 属于风寒息肺咳嗽 不适用 清旋理肺丸 配方为紫苏叶 144克 浅虎96克 截梗96克 苦杏仁72克 麻黄96克 甘草72克 陈皮96克 半夏 痣72克 芙苓96克 纸鞘 炒96克 黄禽96克 有截表散寒 宣肺止嗽的功效 用于治疗感冒咳嗽 发热恶寒 鼻塞流涕 头痛无汗 肢体酸痛 用法为口服 水蜜丸一次七克 大蜜丸一次二丸 一日二至三次 此类药物 还有极支糖浆 甘草浸膏 华山餐片 七味葡萄伞 消壳传糖浆 纸壳菊红口福叶 纸嗽青果丸 母精油胶丸 八味檀香散 桂龙可喘凝胶囊 杏仁止嗑糖浆等 趋势药天麻丸 配方为天麻六十克 枪活一百克 毒活五十克 肚重 盐炒 七十克 牛 吸六十克 粉壁屑六十克 父子 致 十克 当归一百克 帝皇一百六十克 玄身六十克 有屈风除湿 疏筋通落 活血止痛的功效 用于治疗 肝肾不足 风湿淤阻 肢体居鸾 手足麻木 腰腿酸痛 用法为口服 水蜜丸一次六克 大蜜丸一次一丸 一日二至三次 三妙丸 配方为 仓竹 炒 六百克 黄薄 炒 四百克 牛吸二百克 有造湿清热的功效 用于治疗 湿热下注 足吸红肿热痛 下肢沉重 小便黄少等症状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至九克 一日二至三次 注意孕妇慎用 骨刺片 配方为淑地黄 银阳货 骨碎补 威灵仙 鹿咸草 来福子 枸杞子 黄精 毒活 鸡血藤 两面针 穿污 索阳 枸脊 用于治疗 骨质增生 导致的肥大性腰椎炎 颈椎综合征 胸椎炎 四肢骨节增生等 对风湿 类风湿性关节炎 有一定疗效 用法为口服 本药为片剂 每片零点三克 每次五片 一日三次 饭后服用 一个疗程为 二至三个月 感冒发热时祭服 注意本药寒室的宁 乌头肩等有毒成分 所以需严格依照 医师指导服用 不要擅自改变服药量 不要长期服用 严重心脏病 高血压 肝 肾疾病 急孕腹剂 此类药物 还有分清五菱丸 昆明山海糖片 六味木香散 驱风止痛片 石磷通片 撞骨关节丸 五菱散 小活络丸 风湿骨痛胶囊 国宫酒 木瓜丸 妙计丸等 宣窍通鼻药鼻窦眼口服液 配方为 心椅 经鉴 薄荷 结梗 柴壶 苍儿子 白纸 川胸 黄芹 枝子 符领 川木通 黄芪 龙胆草 有通力鼻窍的功效 用于治疗 鼻塞不通 硫磺绸鼻涕 治疗疾 慢性鼻炎 腹鼻痘炎等疾病 用法为口服 一次十毫升 一日三次 二十日为医疗程 激烟酒 辛辣 鱼腥食物 用药 用药后乳感觉 唇不麻木 应停药 凡流轻鼻涕的虚症型患者 济用 通轩里肺丸 配方为 人参十五克 苏叶三十克 隔根二十克 拌下十五克 尘皮二十二克 前壶二十二 克 茯苓十五克 纸鞘 炒 二十二克 结梗三十克 甘草 七点五克 木香 五点六克 麻黄 十九克 有结表散寒 宣肺止瘦的功效 用于治疗 感冒咳嗽 症状为 发热恶寒 鼻塞流涕 头痛无汗 肢体酸痛 用法为口服 水蜜丸一次七克 大蜜丸一次二丸 一日二至三次 千百边片 配方为 千里光 两千四百二十四克 卷百四百零四克 枪活十六克 决名字 二百四十二克 麻黄八十一克 川胸八克 白纸八克 有清热解毒 活血驱风 宣肺通窍的功效 用于治疗 风热泛肺 内郁化火 凝制气血引发的 伤风鼻塞 鼻氧气热 硫磺绸鼻涕 或长时间鼻塞 嗅觉迟钝 即慢性鼻炎 鼻痘炎 减上述症状者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三至四片 一日三次 此类药物 还有祸胆丸 鼻炎片等 截表药小青龙合剂 配方为麻黄一百二十五克 桂枝一百二十五克 白勺一百二十五克 肝浆一百二十五克 细心六十二克 肝草 密质 一百二十五克 法斑下一百八十八克 无位子一百二十五克 有截表化瘾 止磕平喘的功效 用于治疗 风寒水瘾 恶寒发热 无汗 喘壳弹息 用法为口服 一次十至二十毫升 一日三次 用前摇匀 黄莲上青丸 配方为黄莲十克 枝子 姜枝 八十克 莲鞘八十克 曼金子 炒 八十克 防风四十克 金戒碎八十克 白纸八十克 黄芹八十 克 菊花一百六十克 薄荷四十克 九大黄三百二十克 黄薄 九炒 四十克 杰梗八十克 川胸四十克 石膏四十克 悬腹花二十克 甘草四十克 有清热通便 散风止痛的功效 用于治疗 上焦风热 头昏脑胀 牙引肿痛 口舌生疮 咽喉红肿 耳痛耳鸣 红眼病 大便干燥 小便黄翅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一至二完 一日两次 注意即食辛辣食物 孕妇慎用 脾胃虚寒者禁用 用于急性口腔炎 内耳麋鹿炎 前庭神经炎 血管神经性头痛 急性扁桃体炎 急性齿银炎 急性结膜炎 急性中耳炎 急性胃肠炎 利剂等的治疗 阴桥解毒片 配方为金银花 莲鞘 薄荷 精介 蛋豆骨 牛蚌肠 炒 结梗 蛋竹叶 肝草 有新凉解表 清热解毒的功效 用于治疗风热感冒 症见发热头痛 咳嗽 口干 咽喉疼痛痛 用法为口服 一次四片 一日二至三次 注意记烟 久急辛辣 生冷 油腻食物 服药期间 不要服用滋补性中药 乳表现为 恶寒重 发热清 无汗 鼻塞流清涕 口不渴 嗨吐吸白痰折 属于风寒感冒 则不适合使用本药 有高血压 心脏病 肝病 糖尿病 肾病等慢性病严重者 孕妇或正在接受 其他治疗的患者 均需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此类药物 还有板蓝根冲剂 酒味枪活颗粒 四味土木香散 香酥症胃丸 银柴冲剂 银黄片 参酥丸 灵阳感冒片 感冒退热胶囊 双黄脸口服液等 消暑药或香正气水 配方为苍竹160克 尘皮160克 厚谱 姜质 160克 白纸240克 芙苓二 40克 大腹皮240克 生半下160克 甘草浸膏20克 广和香油1.6毫升 紫苏液油0.8毫升 有结表曲鼠 化湿盒中的功效 用于治疗外感风寒 内伤失智 下伤属失 头痛昏重 晚复胀痛 呕吐泻泻泻 也可治疗胃肠型感冒 用法为口服 一次5至10毫升 一日两次 用前摇匀 注意饮食仪清淡 不要在服药期间 还服用滋补性中成药 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 肝病 糖尿病 肾病等慢性病 且病情严重者 孕妇或正在接受 其他治疗的患者 均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10滴水 配方为 脏脑 干姜 大黄 小茴香 肉桂 辣椒 安油 辅料为乙醇 有健胃 驱风的功效 用于治疗 因中暑 引起的头晕 恶心 腹痛 胃肠 不适 对肺子也有一定疗效 用法为口服 一次二至五毫升 注意孕妇记服 服药期间 饮食应清淡 不要在服药期间 同时服用滋补性中成药 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 肝病 糖尿病 肾病等慢性 并病情严重者 孕妇 小儿 年老体虚者 或正在接受 其他治疗的患者 都需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服药一天后 症状仍未明显改善 并出现其他严重症状时 应迅速前往医院就诊 医院伞 配方为 滑石六百克 干草一百克 朱砂三十克 有轻鼠立湿的功效 用于治疗 应感受鼠湿 出现身热心烦 口渴吸引 小便短翅症状患者 用法为 调服或肩服 一次六克 一日一至二次 注意孕妇记服 此类药物 还有 避温散 红灵散 六一散 鼠症片 杀药等 朱消化药饱和丸 配方为 山楂 胶 三百克 六神蛆 炒一百克 半下 至一百克 茯苓一百克 尘皮五十克 连翘五十克 莱福子 炒五十克 麦芽 炒五十克 功效为 消食 导致 合胃 用于治疗 因食肌停滞导致的 晚腹胀满 癌腹吞酸 存食 土酸水 食欲不振 用法为口服 水蜜丸一次六至九克 大蜜丸一次一至二丸 一日两次 小而着减 剑皮丸 配方为 党身二百克 白竹 炒 三百克 尘皮二百克 指食 炒 二百克 山楂 炒 一百五十克 麦芽 炒 二百克 有剑皮 有剑皮开胃的功效 用于治疗 因脾胃虚弱引起的 晚腹胀满 食少变糖 用法为口服 小蜜丸一次九克 大蜜丸一次一丸 一日两次 小而着减 指竹丸 配方为 纸食 炒 二百五十克 白竹 炒 五百克 有剑皮消食 行气化湿的功效 用于治疗 脾胃虚弱引起的 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晚腹疲满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克 一日两次 大山楂丸 配方为 山楂一千克 六神曲 肤炒 一百五十克 麦芽 炒 一百五十克 有开胃消食的功效 用于治疗 食肌内停 引发的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晚腹障闷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一至二丸 一日一至三次 小而着减 注意浸烟酒 即食辛辣 生冷 油腻食物 不要同时服用滋补类中药 高血压 心脏病 肝病 糖尿病 肾病等慢性病的重症患者 应急儿童 孕妇 哺乳妻妇女 年老体弱者 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服药三天 症状无缓解 应去医院就诊 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过敏体质者慎用 此类药物 还有冰榔四消丸 化肌口服液 山楂化脂丸 阿胃化脾丸 六味胺消散 一碾筋 纸竹丸 消食退热糖浆 洁白丸 大黄青味丸等 卸下药麻人丸 配方为火麻人200克 苦杏仁100克 大黄200克 止食 炒 200克 厚谱 姜质 100克 白勺 炒 200克 有润肠通便的功效 用于治疗 肠造便秘 用法为口服 水蜜丸一次六克 小蜜丸一次九克 大蜜丸一次一碗 一日一至二次 孕妇济服 年老体虚者不宜酒用 年轻体壮者便秘时 不宜用本药 即食生冷 油腻 辛辣食品 麻人润肠丸 配方为火麻人120克 苦杏仁 去皮炒60克 大黄120克 木香60克 尘皮120克 白勺60克 有润肠通便的功效 用于治疗肠胃肌热 胸腹胀满 大便秘节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一至二碗 一日两次 注意孕妇济服 清明丸 配方为大黄600克 绿豆25克 车前草25克 白竹 炒25克 黑豆25克 半夏 制25克 香腹 粗制 25克 桑叶25克 桃枝5克 牛乳50克 厚蒲 姜制 25克 麦芽25克 尘皮25克 侧柏叶25克 有清热泄火 通便的功效 用于治疗咽喉肿痛 口舌生疮 头晕耳鸣 目赤牙痛 腹中胀满 大便秘节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一碗 一日一至二次 注意孕妇济服 当归龙汇丸 配方为当归 九炒 一百克 龙胆 九炒 一百克 炉汇五十克 清代五十克 枝子一百克的 有泄火通便的功效 用于治疗肝胆火旺 心烦不宁 头晕目眩 耳鸣耳聋 邪肋疼痛 晚复胀痛 大便秘节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克 一日两次 注意孕妇禁用 此类药物 还有大黄三味片 长通书冲剂 双人润肠口服液 葱龙通便口服液 通乐颗粒 润肠宁神高 六味能消完 其容润肠口服液 润肠通蜜茶 清肠通便胶囊 通书口爽胶囊 润造止氧胶囊 通便灵茶 通便灵胶囊 龙汇丸等 固色药四神丸 配方为肉豆蔻 胃 补骨汁 盐炒 五味子 醋制 五诸鱼 制 大枣 去核 有温身暖皮 固色止蟹的功效 用于治疗 身阳不足 所致的蟹蟹 证件 长鸣腹杖 五更堂蟹 九蟹不止 面黄之冷等症 用法为口服 一次九克 一日一至二次 索阳固精丸 配方为索阳 肉葱绒 蒸 八几天 痣 补骨汁 盐炒 兔丝子 杜仲 炭 熟地黄 山珠鱼 痣 山药 芡蚀 炒 莲须 龙骨 断 等二十二位 有温肾固精的功效 用于治疗肾虚滑精 腰细酸软 眩韵耳鸣 四肢无力等症 用法为口服 水密碗一次六克 大密碗一次一碗 一日两次 注意不要食用不易消化的食物 治疗期间应减少防止 出现感冒发热的病人 不宜服用 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 肝病 糖尿病 肾病等慢性病 且病情严重者 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玉瓶风口服液 配方为黄芡六百克 防风二百克 白竹 炒 二百克 有益气 固表 止汗的功效 用于治疗 表须不顾 自汗恶风 面色恍白 白的发亮而无血色 或体虚易感风险者 用法为口服 一次十毫升 一日三次 此类药物 还有小儿腹泻 外腹散等 调经指代药 爱腹暖宫丸 配方为爱液 碳 一百二十克 香腹 醋质 二百四十克 无猪鱼 质 八十克 肉贵二 零克 当归一百二十克 川胸八十克 白少 九炒 八十克 帝皇四十克 黄旗 密质 八十克 蓄短六十克 有理气养血 暖宫调经的功效 用于治疗血须气质 下胶须寒 引发的月经不调 痛经 表现为经期延后 经量少 有血块 小腹疼痛 经形小腹冷痛 洗热 要洗酸痛 用法为口服 小蜜碗一次九克 大蜜碗一次一碗 一日二至三次 当归养血丸 配方为当归一百五十克 白少 炒 一百五十克 帝皇四百克 至黄旗 一百五十克 阿胶一百五十克 牡丹皮一百克 香腹 至 一百五十克 茯苓 一百五十克 肚重 炒 二百克 白竹 炒 二百克 有养血条经的功效 用于治疗 气血两须 月经不调 用法为口服 一次九克 一日三次 千金纸带丸 配方为 党身五十克 白竹 炒 五十克 当归一百克 白勺五十克 穿胸一百克 香腹 醋制 二百克 木香五十克 杀人五十克 小茴香 炎炒 五十克 炎虎锁 醋制 五十克 肚重 盐炒 五十克 蓄断五十克 补骨支 盐炒 五十克 机关花 二百克 清代五十克 春皮 炒 二百克 牡蛎 断 五十克 有补虚脂带 和血条经的功效 用于治疗 皮肾不足 充认失调 湿热下注 所诱发的赤白代下 月经不调 腰酸腹痛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至九克 一日二至三次 通经丸 配方为当归七十五克 白勺五十克 穿胸三十七点五克 熟地黄一百克 香腹 醋制 七十五克 木香 十二点五克 清皮十二点五克 山楂 炭 七十五克 盐虎锁五十克 泡浆十二点五克 肉桂十二点五克 单身七十五克 冲胃子二十五克 红花二十五克 一亩草三百克 五菱汁 醋草 五十克 有活血散寒 调经止痛的功效 用于治疗 寒凝血质 痛经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至九克 一日一至二次 月经即将来临 或刚来时服用 注意孕妇禁用 经期计时生冷饮食 月经鲜其量多者 济用 服本药师不宜 和感冒药同时服用 本药不宜与人身 极其制剂同服 此类药物 还有 逍遥丸 女精丸 雇精丸 养血当归精 一亩草高 少妇竹鱼丸 十一味能消丸 妇炎净胶囊 肾容白凤丸 无疾白凤丸 妇科十味片 妇科通经丸 定坤丹等 补气药补中益气丸 配方为 智黄芡200克 党参60克 智甘草100克 白竹 草60克 当归60克 生麻60克 柴壶60克 陈皮60克 有补中益气 生阳局限的功效 用于治疗 脾胃虚弱 中气下陷 体倦乏力 食少腹胀 酒泻 脱缸 子宫脱锤 胃下锤等 能增强机体免疫力 有一定消炎疗效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八至十丸 一日三次 注意 本药不要用于 恶寒发热表症者 及暴饮暴食 导致晚腹胀 满食症者 不宜和感冒类药物同用 高血压患者慎服 不要与寒离炉的药物同用 本品适宜空腹或饭前腹 也可进食时服用 服药期间出现头痛 头晕 腹试等症或皮疹 面红者 以及血压有上升趋势 应立即停药 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过敏体质者慎用 参灵白竹散 配方为莲子肉 蚁人 杀人 结梗 白匾痘 白斧 人参 致甘草 白竹 山药 有益气健脾 和胃肾施止泻的功效 用于治疗 脾虚失胜症 消化不良 胸腕脾闷 长鸣谢谢 四肢乏力 形体消瘦 面色为黄 用于治疗 慢性胃肠炎 贫血 慢性肢气管炎 慢性肾炎 以及妇女代下病等 出现以上症状者 用法为口服 一次二至三代 一日二至三次 注意 谢谢间有大便不通畅 肛门有下坠感者济浮 不能与梨卢 五灵脂 造甲 或其治疾同用 不宜喝茶 喝吃萝卜 不宜喝感冒类 要同用 本品一饭前服用 或进食同时服 餐其固本片 配方为当归四十五克 山药 炒 六十克 百少 九制 三十七点五克 茯苓六十克 山珠鱼六十克 杜重 碳 四十五克 枸杞子四十五克 牡丹皮 二十四克 鹿绒血零点七五克 择蟹 岩质 十八克 淑地黄一百二十克 五胃子二十二点五克 鹿绒 去毛 二点五克 兔丝子 九制 六十克 红参十五克 有补气养血的功效 用于治疗 气血两窥 朱须白损 耳鸣目眩 四肢倦带 用法为口符 一次五至六片 一日三次 此类药物 还有刺五加进膏 香杀六菌子丸 刺五加片 人参贱皮丸 人参养龙丸 食权大补丸 生卖银等 补血药 副方恶胶酱 配方为恶胶 人参 熟地黄 党参 山榨 有补气养血的功效 用于治疗 气血两须 头晕目眩 心急失眠 食欲不振 及贫血 用法为口符 一次二十毫升 一日三次 不要与黎炉 五菱汁 造假 或其制剂同服 不宜喝茶 和吃萝卜 脾胃虚弱 呕吐泻泻泻 腹胀便糖 咳嗽 谈多者慎用 感冒病人 不宜服用 本品一饭前服用 身容保胎丸 配方为党参六十六克 龙眼肉二十克 兔丝子 盐水质 三十三克 香腹 醋制 四十一克 芙苓五十八克 山药五十克 碍叶 醋制 四十一克 白竹 炒 五十克 黄芹六十六克 熟地黄 四十一克 白勺四十一克 鹅椒四十一克 炙干草二十八克 当归五十克 丧继生四十一克 川胸 酒制 四十一克 枪活二十克 絮缎四十一克 鹿绒二十克 杜仲五十八克 川贝母二十克 杀人三十三克 化菊红四十一克 有滋养肝肾 补血安泰的功效 用于治疗 肝肾不足 盈血亏虚 身体虚弱 腰息酸痛 小腹坠胀 认身下血 胎动不安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为十五克 一日两次 生血丸 配方为 鹿绒 黄薄 山药 白竹 炒 桑枝 白匾豆 炒 道牙 紫荷车 有补肾健脾 甜精补髓的功效 用于治疗 湿血血亏 放 化疗后 全血细胞减少 及再生障碍性贫血 用法为口服 一次五克 一日三次 小而着减 注意阴虚内热 蛇至红 少抬者慎用 八宝昆顺丸 配方为 熟帝皇八十克 帝皇八十克 白勺八十克 当归八十克 川胸八十克 人参四十克 白竹八十克 芙苓八十 克 甘草四十克 一亩草四十克 黄芹八十克 牛膝四十克 菊虹八十克 沉香四十克 木香十六克 沙仁四十克 琥珀四十克 有氧血条精的功效 用于治疗 气血两须 月经不调 经期腹痛 腰腿酸痛 足复腹肿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一晚 一日两次 此类药物 还有鳄胶 鳄胶猪 身容胃生丸 养血生发胶囊 血儿口服液 鸡血腾胶 生血丸等 补羊药金桂肾气丸 配方为肉桂 父子 智 熟地黄 山药 牡丹皮 山猪鱼 福岭 择蟹 有温肾壮羊的功效 用于治疗肾阳不足 命门火衰导致的腰膝酸软 四肢逆冷 少腹居急冷痛 小便不利 或夜尿清肠等 对于西医的慢性肾炎 糖尿病 腰肌老损 以及神经衰弱等 也有一定疗效 用法 适用温开水或淡盐水送下 一晚次 两次日 注意舌红牌少 咽干口罩 鼠肾阴不足 虚火上炎者既用 孕妇济福 贵妇帝皇丸 配方为肉桂二十克 父子 智 二十克 熟帝皇一百六十克 山猪鱼 智 八十克 有温补肾阳的功效 用于治疗肾阳不足 腰细酸冷 肢体浮肿 小便不利或反多 痰阴喘咳 小可 用法为口服 水蜜丸一次六克 小蜜丸一次九克 大蜜丸一次一丸 一日两次 强氧保肾丸 配方为银阳货 智 三十六克 阳气池三十六克 肉葱蓉 酒智 三十六克 葫芦巴 盐水智 四十八克 补骨汁 盐水智 四十八克 五味子 醋智 四十二克 杀院子三十六克 蛇床子三十六克 覆盆子四十八克 韭菜子四十二克 芡食 腹炒 六十克 肉桂二十四克 小茴香 盐水智 三十克 茯苓 三十六克 远智 甘草智 三十六克 有补肾壮阳的功效 用于治疗肾阳不足 引起的精神疲倦 羊尾一精 腰酸腿软 腰腹冷痛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克 一日两次 贵腹里中丸 配方为肉桂三十克 腹片三十克 档参九十克 白竹 炒九十克 泡浆九十克 炙干草九十克 有补肾住阳 温中健脾的功效 用于治疗肾阳衰弱 脾胃虚寒 晚复冷痛 呕吐泻泻泻 四肢绝冷 用法 是用姜汤或温开水送服 一次一碗 一日两次 注意孕妇慎用 此类药物 还有幼龟丸 寄生肾气丸 肾炎温阳片 心宝丸 龟禄补肾丸 全露丸 无子眼宗丸等 补阴药六味帝皇丸 配方为熟帝皇 山珠鱼 智 牡丹皮 山药 福岭 择谢 有滋阴补肾的功效 用于治疗肾阴亏损 头晕耳鸣 腰细酸软 骨蒸潮热 热气仿佛是从骨头里渗透出来的 道汗一经 用法为口服 水泥完一次六克 一带 一日两次 滋心阴口服液 配方为 麦冬 赤少 北沙深 三气 有滋养心阴 活血止痛的功效 用于治疗心阴不足 胸壁心痛 心悸 失眠 五心 心口及手脚心 凡热 舌红少抬 麦细数 观心病 心脚痛见上述症候者 用法为口服 一次十毫升 一日三次 大补阴丸 配方为 熟帝皇 一百二十克 织母 盐炒 八十克 黄薄 盐炒 八十克 龟甲 痣 一百二十克 珠脊髓 一百六十克 有滋阴降火 有滋阴降火的功效 用于治疗 阴虚火旺 潮热倒汗 咳嗽卡血 耳鸣已精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克 一日二至三次 更捏鞍片 配方为 帝皇 择蟹 麦冬 熟帝皇 玄身 符领 鲜毛 瓷史 牡丹皮 珍珠母 五位子 手乌藤 智荷手乌 拂小麦 沟腾 有滋阴清热 除凡鞍神的功效 用于治疗更年期出现的 潮热汗出 眩晕 耳鸣 失眠 烦躁不安 血压不稳等症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片 一日二至三次 注意既是辛辣 少尽油腻 感冒时不宜服用 伴有月经紊乱 或其他疾病 如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肾病等患者 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麦味帝皇丸 配方为麦冬六十克 五位子四十克 熟帝皇一百六十克 山珠鱼 至八十克 牡丹皮六十克 山药八十克 茯苓六十克 泽血六十克 有滋肾养肺的功效 用于治疗肺肾阴亏 潮热倒汗 咽干渴血 眩韵耳鸣 腰细酸软 消渴 用法为口服 水蜜丸一次六克 小蜜丸一次九克 大蜜丸一次一丸 一日两次 此类药物 还有左龟丸 麦味帝皇丸 剑步虎前丸 明目帝皇丸等 李血药单身片 配方为单身 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用于治疗 瘀血壁足所致的胸臂 正见胸部疼痛 痛处固定 舌至子岸 关心病 心脚痛见 尚属症状者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三至四片 一日三次 关心单身片 配方为单身二百克 三七二百克 降相由 一点七五毫升 有活血化瘀 理气止痛的功效 用于治疗 气质血瘀引发的胸闷 胸臂 心肌气短 关心病 见上述症状者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三片 一日三次 化陀再造完 配方为川胸 无珠鱼 冰片等药 经加工制成 浓缩水蜜丸 属于国家中药保密品种 有活血化瘀 化痰通络 行气止痛的功效 用于治疗瘀血 或痰湿壁阻 经络之中风 瘫痪 聚乱麻木 口眼歪斜 言语不清 用法为口服 一次四至八克 一日二至三次 重症一次八至十六克 获尊医嘱 常用量每次八克 约四十八至五十例 早晚各服一次 连服十天 停药一天 三十天为一疗程 可连服三个疗程 预防量与维持量 每次四克 早晚各服一次 注意孕妇济服 服药期间 如出现燥热感 服药时可用白菊花 蜜糖水送服 或药量减半服用 必药时暂停服用 一至二天 第二心血糠 本药为蜀浴科植物 黄山药 川龙蜀浴的根莖提取物 由活血化瘀 行气止痛 扩张关脉血管 改善心肌缺血的功效 用于预防和治疗 关心病 心脚痛 以及瘀血内阻引发的 胸壁 眩韵 气短 心悸 胸闷或胸痛等症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一百至二百毫克 一日三次 获遵医嘱 此类药物 还有独一味胶囊 三七片 活血止痛散 血脂凝丸等 离气药 柴壶书肝丸 配方为柴壶 陈皮 醋炒 隔六克 穿胸 香腹 指鞘 肤炒 勺药 各四点五克 致肝草三克 有条气疏肝 节育散接的功效 用于治疗肝气预治 邪肋疼痛 食欲不振 腹长 经前痛经等 用法为口服 每次九克 每日三次 空腹温开水送服 月聚丸 配方为仓竹 香腹 辅胸 神曲 枝子 各二百克 有行器解育 宽中处满的功效 用于治疗胸顽体闷 腹中胀满 饮食停滞 矮气吞酸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至九克 一日两次 木香顺气丸 配方为木香 杀人 香腹 醋制 冰廊 甘草 尘皮 厚谱 痣 指鞘 炒 仓竹 炒 青皮 炒 有行器划师 健皮和胃的功效 用于治疗 食着组织气机 胸隔皮闷 晚腹胀痛 呕吐恶心 食欲不振 打嗝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至九克 一日二至三次 注意孕妇慎用 即食生冷 油腻食物 本药 以空腹用温开水送服 症状为口干舌燥 手心足心发热感的阴液 亏损者慎用 只适合建于以上症状的胃痛 对于其他类型胃痛效果不佳 食香止痛丸 配方为香腹 醋制 一百六十克 乌咬八十克 檀香四十克 盐虎索 醋制 八十克 香圆八十克 薄黄四十克 尘香十克 厚蒲 姜汁制 八十克 零散香八十克 酱香四十克 丁香十克 五菱汁 醋制 八十克 木香四十克 排草十克 杀人十克 乳香 醋制 四十克 高粱浆六克 熟大黄八十克 有淑气解育 散寒止痛的功效 用于治疗 气质胃寒 两肋胀满 胃碗刺痛 腹部隐痛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一碗 一日两次 注意孕妇慎服 此类药物 还有安慰片 沉香化气丸 喉头健胃灵 家味逍遥丸 木香冰狼丸 十六味冬青丸 书干和胃丸 开胸顺气丸 沉香书干丸 带阁散 关心苏和丸等 开窍药 安宫牛黄丸 配方为 牛黄一百克 水牛角浓缩粉二百克 摄香二十五克 珍珠五十克 珠沙一 零零克 雄黄一百克 黄莲一百克 黄芹一百克 痴子一百克 玉筋一百克 冰片二十五克 有清热解毒 震惊开窍的功效 用于治疗热病 邪入心包 高热惊觉 神昏说胡话 治疗中风昏迷 及脑炎 脑膜炎 中毒性脑病 脑出血 败血症见 上述症状者 用法为 口服 一次一碗 一日一次 小儿三岁以内 一次四分之一碗 四至六岁一次半碗 一日一次 或遵医嘱 注意孕妇慎用 不要长期服用 苏和香碗 配方为 苏和香五十克 安息香一百克 冰片五十克 水牛角浓缩粉二百克 摄香七十五克 檀香一百克 沉香一百克 丁香一百克 香腹一百克 木香一百克 乳香 痣一百克 碧拔一百克 白竹一百克 喝子肉一百克 朱砂一百克 有芳香开窍 行气止痛的功效 用于治疗中风 中暑 痰觉昏迷 心胃气痛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一碗 一日一至二次 注意孕妇禁用 菊芳质宝丹 配方为水牛角 琥珀 牛黄 摄香 黛 安息香 冰片 雄黄 朱砂 有开窍 震惊的功效 用于治疗 温邪入理 逆传心胞 引起的高烧 惊觉 烦躁不安 神魂沾雨 小儿极热 惊风 脑血管意外 流脑 疑脑 惊觉 其他昏迷属 痰热必敲着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一碗 小儿遵医嘱 注意孕妇 寄服 此类药物 还有紫血 十五味珊瑚丸 通关伞 万事牛黄 清心丸等 西风药 川胸茶条丸 伞 配方为川胸 一百二十克 白纸六十克 枪活六十克 细心三十克 防风四十五克 京阶一百二十克 薄荷二百四十克 甘草六十克 有疏风止痛的功效 用于治疗风邪头痛 恶寒 发热 鼻塞 用法式 饭后清茶送服 一次三至六克 一日两次 注意孕妇慎服 人参再造完 配方中主要含有人参 檀香 母丁香 悬参 细心 香腹 醋制 地笼 熟地黄 三七等药材 有益气养血 驱风化痰 活血通落的功效 用于治疗气须血瘀 风痰阻落导致的中风 症状有口眼歪斜 半身不随 手足麻木 疼痛 居卵 口齿不清 用法为口服 一次一晚 一日两次 天麻手屋片 配方为天麻 白纸 合手屋 熟地黄 单身 穿胸 当归 肝草等 有氧血吸风 滋补肝肾肾的功效 用于治疗肝肾 因需引发的头痛 头晕 目眩 口苦咽肝 舌红胎少 脉弦 视力 听力减退 腰酸乏力 脱发 白发 以及脑洞脉硬化 早期高血压 血管 神经性头痛 脂液性脱发等病件以上症状者 用法为口服 一次六片 一日三次 此类药物 还有复方 羊角颗粒 牛黄震晶丸 牛黄暴龙丸 预针散 小儿百兽丸 脑勒静 全天麻胶囊 琥珀爆龙丸 五味射香丸 小儿惊风散等 安神药白子养心丸 配方为白子人二十五克 党身二十五克 至黄旗一百克 川胸一百克 当归一百克 扶林二百克 远至 至 二十五克 酸枣人二十五克 肉贵二十五克 五味子 蒸 二十五克 半下去一百克 至干草十克 朱砂三十克 有补气 养血 安神的功效 用于治疗心气虚寒 心机一经 失眠多梦 健忘 用法为口符 水蜜丸一次六克 小蜜丸一次九克 大蜜丸一次一丸 一日两次 七十味珍珠丸 配方为珍珠 九眼石 西红花 檀香 酱香 丁香 鱼甘子 草莓 高山党参 甘草 牛黄 舍香等七十味 属于著名藏药 有安神 镇静 通经活络 调和气血 行脑开窍的功效 用于治疗中风 瘫痪 半身不随 癫痫 脑溢血 脑震荡 心脏病 高血压 及神经性障碍 用法为口符 每隔三至七天一刻 一碗 温开水或清磕酒 浸泡过夜符 重病人一日一刻 一碗 注意尽时陈旧 酸性食物 珠砂安神丸 配方为珠砂二百克 黄莲三百克 地黄二百克 当归二百克 甘草一百克等 有清心养血 震惊安神的功效 用于治疗胸中繁热 心神不宁 失眠多梦 用法为口符 水密碗一次六克 小密碗一次九克 大密碗一次一碗 一日两次 温开水送符 注意济湿辛辣 油腻食物 孕妇济福 不宜多福或九福 养血安神片 配方为手乌疼 鸡血疼 熟地黄 地黄 荷欢皮 墨汉莲 鲜鹤草 有氧血安神的功效 用于治疗 失眠多梦 心悸头晕 用法为口符 一次五片 一日三次 注意脾胃虚寒 大便糖者济福 脾胃虚弱者 需在饭后服用 以减轻肠胃刺激 此类药物 还有牛黄清心丸 气针丸 叶宁糖浆 宁心宝胶囊 安神补脑液 补肾一脑片 琥珀安神丸等 其他养生方式各部位 与体质养生口腔 保健口腔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之一 其分泌的唾液能够帮助食物消化吸收 不过口腔可是人体的开放门户之一 不仅仅是营养物质可以通过口腔进入人体 而且很多病毒细菌以及寄生虫卵也能够通过口腔进入人体 正所谓病从口入 做好口腔卫生保健 不仅能够有效防治口腔与牙齿的疾病 而且还可以预防其他多种全身性疾病 如果不及时正确治疗口腔病灶 机体免疫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从而会引发多种疾病 比如肾炎 风湿热 关节炎 白血病 急性与亚急性心内膜炎 恶性肿瘤以及呼吸道疾病等 因此口腔保健是预防全身疾病的一项重要措施 下面将介绍两种实用的口腔保健方法 固齿保健法与唾液保健法 一 固齿保健法 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重视固齿保健术 是养生保健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古代养生家 对牙齿保健非常重视 早就提出百物养生 莫先口齿的主张 据历史考证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疗代 就已经使用牙刷刷牙了 现代医学调查研究发现 大部分长寿老人 口腔中都有几颗自然牙齿 那些相配的假牙 是无法完全取代自然牙齿的作用的 可见 固齿保健有多么重要 那么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牙齿 更牢固健康呢 医药养成饭后漱口的好习惯 漱口能够清除口中的浊气 以及食物残渣 使口齿清洁 正如千金方中所说 时必当漱口数过 令人牙齿不败口香 也就是说 进食之后 漱漱口 可以使口齿流香 在猪病员后论中还记载到 食必肠漱口数过 不耳 食人病取齿 如果饭后不漱口 会得取齿 可见饭后漱口的重要性 一日三餐之后 或是平时吃完甜食后 都需要漱口 最常用也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用清水漱口 此外 可依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其他的漱口方法 如茶树 食醋树 盐水树 金树 中药泡水树等 总之 不管是用何种方法漱口 只要在饭后 能好好清理 一下口腔 就能达到 固齿健康的目的 二 早晚都需刷牙 刷牙能够按摩齿银 清洁口腔 促进血液循环 从而使抗病能力增强 很多人只是坚持早上刷牙 而晚上那次则常被忽略掉了 其实 晚上临睡前刷牙 比早晨刷牙更为重要 因为人在睡着之后 唾液分泌会减少 而唾液能够冲走口腔中的细菌 并抑制细菌繁殖 如果睡前不刷牙 或没太刷干净 食物残渣在细菌作用下 很快就会发酵产酸 再加上口腔因睡眠而缺少唾液 不能稀释中和细菌产生的酸 牙齿就会容易受到腐蚀 时间长了就可能引发取齿 可见晚上刷牙有多重要啊 值得一提的是 要特别注意使用正确的刷牙方法 多数人都是采用类似拉锯式的横向刷牙法 虽也能清除牙齿表面的部分污垢 但却容易擦擦上牙齿表面 当进食酸冷食物时 牙齿会产生疼痛感 日久会导致牙龈萎缩 正确的方法是顺牙缝的方向竖刷 刷上牙齿向下刷 刷下牙齿向上刷 牙齿的内外面都要刷到 力量适度 且刷牙时间至少持续三分钟 如果刷牙时间太短 刷了等于白刷 三长寇齿 近代葛洪报仆子一书指出 清晨寇齿三百过者 永不动摇 此外 朱病元后论也说 鸡鸣时 长寇齿 三十六下 长行之 齿不渡虫 令人齿牢 意思是说 每天上下牙齿有意识 有规律的相互扣肌 就可以使牙齿坚固 不生牙病 从而能够达到保护牙齿的目的 自古以来 很多长寿老人 都十分重视与受益于扣齿保健 特别是清晨扣齿意义更大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扣齿能够促进 牙齿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 增加牙齿的营养供给 因此能够使牙齿强壮 此外 长扣齿还对大脑有轻度的刺激作用 对提高听力 预防耳鸣也有一定的作用 其具体方法是 排除杂念 思想放松 嘴唇轻闭 眼睛平视前方或微闭 舌尖轻轻顶住上颚 上下牙齿相互扣肌约一百次 之后用舌延上下牙齿内外侧转角一下 将口水慢慢咽下 每日早晚个做一次 也可增加扣齿次数 四肠进行搓唇按摩 搓唇按摩能够促进口腔与牙齦的血液循环 具有剑齿固齿 防治牙齿疾病的作用 且还具有一定的美容作用 方法是闭合口唇 右手四指并拢 在口唇外延顺时针方向与逆时针方向轻轻地揉搓 直至唇部微热发红为止 五胶体使用两侧的牙齿嚼食物 很多人习惯用一侧牙齿吃饭 医学上叫偏脚 偏脚的危害很大 常使用的纳侧牙齿会造成严重的磨耗 容易引发牙髓炎 而不使用的纳侧亦发生牙银费用性萎缩 当牙齿咀嚼食物时 可以因为食物摩擦起到字节作用 如果一侧牙齿常常不咀嚼食物 其字节作用会渐渐丧失 因此会堆积牙垢 形成牙结石 甚至会引发曲病 牙齿松动 出血等症状 长此以往 也会导致面部左右不对称 直接影响面容美观 六多摄取维生素A D C B 组 钙 磷 蛋白质等营养物质 这些物质是牙齿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 口腔 牙齿患病与营养不平衡 有很大的关系 平时应注意合理膳食 可以适量多吃些动物的肝 肾 蛋黄及牛奶等 以保证牙齿的健康 此外 也可多吃以下食物 这些食物都具有保护牙齿的神奇功效 其避免吃不利于牙齿健康的药物 有病应及时治疗 但尽量不要四环素类药物 加四环素 土酶素 金酶素 强力酶素等不利于牙齿的药物 特别是妊娠期 哺乳期的妇女 以及婴幼 这些药物一时乳牙发黄 且很可能造成永久性黄牙 或引起牙幼稚发育不全 亦发生曲齿 八 有些小习惯也影响牙齿健康 比如 很多人爱用牙齿瓶盖 这极易损伤牙齿 虽然牙齿没有明显的损坏 但这并不等于牙齿没有受到伤害 从表面看 牙齿还是好好的 但是牙齿引裂症已悄悄找上门了 牙齿引裂症 即牙齿有裂纹 但肉眼是看不到的 牙齿引裂症 常发生在双肩牙和磨牙 特别是一些牙神经失去活力 牙体缺损过多的死碎牙 更容易造成淬裂 时间久了 患者会明显感到牙齿疼痛 当裂纹已发展到银下 根肩组织或牙根已裂开时 就只能拔掉换牙了 因此 不要用牙齿瓶盖 此外 常用牙签踢牙 损手指等习惯都会损伤齿引组织 继而造成感染 溃烂等 应注意改掉这些毛病 二 唾液保健法唾液又有 玉泉 穷浆 金金玉叶 甘露 滑池汁水等美称 中医认为 它是一种与生命密切相关的天然补品 它在摄生保健中具有特殊价值 速问宣明武器篇 说皮为咸 肾为拓 拓液是由皮肾所主 皮肾是先天 后天之本 与健康长寿密切相关 红炉点血中指出 金鸡咽下 在心化蟹 在肝鸣目 在皮养神 在肺柱气 在肾生精 自然百孩调畅 朱病不生 平时常常吞金燕拓 有助于身体健康长寿 严寿书指出 盖口中今夜是金江玉里 能终日不拓 虚寒而厌之 令人精气长流 面目有光 养性炎命录中也说 食欲全者 令人延年 除百病 这些功效 已被历代气功家 与养生家的长期实践所证实 现在也被现代医学所证实 因为唾液中含有很多血浆中的各类成分 如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唾液腺激素 氨基酸等 其中 唾液腺激素能促进细胞的生长与分裂 加速细胞中核糖核酸 脱氧核糖核酸与蛋白质的完成 如果能经常保持唾液分泌旺盛 会改善毛发、筋骨、血液、肌肉、脏腑的功能 增强免疫功能、预防疾病 进而达到延年却病的目的 吞筋燕拓内能滋养脏腑 外能润养肌肤 善去燥热 增人年寿 其具体方法有很多 常用的有两种 一 长食法 据尊生八坚记载 耻之有吉 乃脾胃之火熏征 每清晨睡醒时 叩齿三十六遍 以蛇脚牙银之上 不论便数 今夜满口 方可咽下 每坐三次乃止 又云 平明睡醒时 急起端坐 凝神息虑 蛇是上颚 闭口调息 今夜自生 见至满口 分坐三次 以翼送下 九行之 则五脏之邪火不炎 四肢之气血流畅 猪谈不生 涌出后患 老而不衰 这种方法十分简便 具体运用时 可在古人所述方法的基础上 稍作些变动 一般坐 卧 占姿势均可 心平气和 用舌头舔上鳄 或将舌身到上和牙齿外侧 上下的角洞 之后 深深向里侧 在上下左右的角洞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 赤龙脚天池 待到唾液满口时 再分三次缓缓将金叶咽下 并用意念推送至丹田 此法科与寇齿配合进行 先寇齿 然后再吞金咽拓 此法科使口腔内多生金叶 帮助消化 并可清洁口腔 并能防止口苦口臭 二 配合气功服饰法 可根据自己的爱好 选择配合的气功 最好选择进攻 具体做法是 平心静气 思想集中 意念丹田 舌底柱上额 双目微臂 放松自然 然后调节呼吸 吸气时 舌头要底柱上齿外圆 不停地舔动以促使唾液分泌 呼气时 放下舌尖 从丹田上引气 口略微张开 慢慢向外吐气 带到唾液满口时 分三次咽下唾液 每天 早晚可隔练半小时 以上两种方法 简单一行 只要长期坚持练功 便可收到新陈代谢旺盛 容颜不哭 气足神旺 耳葱目明 保健严寿的功效 三 对你的口腔健康 有所帮助的食物芹菜 大口 咀嚼芹菜 可以帮你 对牙齿进行大扫除 减少换柱牙的机会 并且 当你用力咀嚼时 可以刺激分泌唾液 使口腔内的酸碱值 得到平衡 获得抗菌效果 翻湿流 热量低的翻湿流 所含有的维生素C 是水果之冠 众所周知 维生素C 是牙齦保持健康的 不可缺少的重要营养素 如果严重缺乏 牙齦就会肿胀 流血 出现牙齿松动 或脱落等症状 乳酸 研究表明 乳酸 所含有的钙 及磷酸盐 能够使口中的酸碱值 得到平衡 消除力于口腔细菌活动的 酸性环境 减少蛀 而且还会使牙齿 更为坚固 绿茶 在绿茶中浮的 含有量很大 能够与牙齿中的 灵灰石相结合 可以抗酸防蛀牙 另外 绿茶中的儿茶素 可以使在口腔中 造成蛀牙的 变形链球菌减少 同时也将 难闻的口气除去 洋葱 洋葱里有 强有力的 抗菌成分 硫化合物 实验发现 洋葱可以将 多种细菌杀死 其中效果最好的是 新鲜的生洋葱 香菇 在香菇中含有 能够抑制在口中 制造牙菌般的 细菌的 香菇多糖体 芥末 有着辛辣和 呛鼻味道的芥末 含有一种 不存在于 其他十字花科 蔬菜里的成分 实验发现 这种成分 能够使造成 蛀牙的变形 链球菌的繁殖 受到抑制 无糖口香糖 木糖醇是一种 带糖 热量很低 能够产生 不被口中 细菌利用的甜味 使用无糖口香糖 能够使唾液 分泌量增加 这样 口腔内的酸性 会被中和 进一步使 蛀牙得到预防 薄荷 有着淡淡香气的薄荷 对提神醒脑 非常有帮助 同时对减少 坏口气 也很有作用 国外研究发现 使用薄荷液 这类草药树口水 能够使口腔内的 细菌减少 牙龈发炎 肿胀的不适 得到缓解 水 可以说最简单 但却非常重要的 保护牙齿的方法 便是喝水 喝水可以使 牙龈保持湿润状态 刺激唾液分泌 颜面宝剑 颜面宝剑 又称为美容宝剑 古人则称为助盐 其实质上是抗衰老 永保青春容颜 使人能永远洋溢 健美的活力和魅力 人人都想拥有红润 洁白细腻的面容 可是随着岁月的无情流逝 肌肤会逐渐变得松弛 暗淡 面部便会爬满皱纹 面部皱纹的出现 是人体衰老的一个综合标志 其原因有很多方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 肌肤会变得粗糙干燥 这是机体生理老化过程中 出现的自然现象 但因保健情况不同 颜面皱纹出现的早晚 以及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 如果机体患有慢性疾病 长期损耗精力 气血 面部皱纹便会较早出现 饮食不合理 阳光曝晒等都可以加速 肌肤的老化的速度 除此之外 不良习惯与不良动作 也会导致肌肤早衰 吸烟者的皮肤往往较为干涩 粗糙 多皱纹 尤其是眼角 唇部周围的皱纹明显增多 比不吸烟者要显得衰老 因为烟中的有害成分 不断地侵害着皮肤血管 造成营养吸收障碍 影响皮肤新陈代谢 从而加速皱纹出现 还有颜面部的不良动作与姿势 比如脱腮、经常醋眉、吹口哨、眯眼睛 脸贴着枕头睡觉等 均可使面部的皱纹加深 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皱纹中会产生的事实 但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方法 使皱纹晚点产生 下面具体介绍了几种颜面保健方法 一、科学洗脸一 洗脸绝不能犯的四个错误 不要用热水 热水会使面部的防护膜被彻底清除 因此人的皮肤会在用了热水和肥皂洗脸之后 感到十分紧绷难受 其实 寒冬也可以不用热水洗脸 脸上的浮沉用冷水就能洗去 同时还会使面部血管和神经得到锻炼 使大脑清醒 不要用肥皂 有大量的皮脂腺和汗腺的面部皮肤 会合成一种看不见的天然的防护膜 它有强大的杀菌护肤作用略成酸性 偏碱性的肥皂不仅会使它的保护性作用被破坏掉 而且还会对皮脂腺产生刺激处有严重 不要用脸盘 先不说脸盆是否清洁就说其中越来越浑的洗脸水 最后肯定会以不急而告终 远远不及用手捧流水洗脸 不要用湿毛巾 九湿不干的毛巾对各种微生物的滋生十分有利 在使用湿毛巾洗脸擦脸 那就好像向脸上涂抹各种细菌 所以应该经常保持毛巾的清洁干燥 这样比较卫生 二不移勤洗脸 洗脸能够清洁和保养皮肤 但不移勤洗脸 尤其是对脸部一出油 暗疮患者来说 因为每次洗脸都会将面部用来保护皮肤的皮脂膜洗掉 皮脂膜的再度形成需二至三小时 如果频繁洗脸 皮脂膜还未形成 就会遭到破坏 反而起不到保护皮肤的作用 久而久之 会影响脸部抵抗外部污染侵袭的抵抗力 也使皮肤受更多的刺激 而容易使人未老先衰 洗脸是能暂时去掉脸部分泌的油脂 但会造成皮肤水油分泌不平衡 反而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 脸会变得更油 因此想改善脸部泛油情况 反而不能勤洗脸 补水是控油的关键 一天中洗脸的次数要适宜 中 干性皮肤者早晚个洗一次为宜 油性皮肤者每天洗脸不宜超过三次 注意不要用特别凉或热的水 过凉的水会使毛孔收缩 不易将污垢洗净还会使皮肤干燥甚至脱皮 而过热的水会使血管过度扩张 导致皮肤松弛老化 可用冷热水交替洗面 洁面用品应选择性质温和的洗面奶 不要直接用肥皂和毛巾大力洗擦 否则会破坏皮肤的皮脂膜和天然保湿因子 而且慎用具有磨砂作用的洗面奶 因这样的洗面奶能把具有保护屏障作用的皮肤 最表面的角质层洗掉 需要强调的是 睡前一定要洗脸 否则化妆品和污垢会刺激皮肤 堵塞腺体或毛孔 损害皮肤健康 脸上残留的化妆品 还会引发粉刺和针眼之类的炎症 还可引起皮肤过敏反应 二 按摩与针灸美容医 按摩美容 按摩的方法有很多 这里仅举两种传统按摩保健美容法 蓬足于面法 千斤一方 每日晨起后 用双手摩擦耳朵 并轻轻牵拉耳朵 之后再用手指摩擦头皮 梳理头发 最后磨热双手 用热手擦面 至上向下的顺序 约十几次即可 此按摩法 能够使颜面气血流通 面带光泽 而且还可预防各种头病 搓涂美颜法 一身即 清晨起床静坐 闭上双眼 平心静气 将两手相互磨热 擦面七次 然后骨腮 如竖口状 竖几十次 待今夜增多时 取之涂面 再用手搓数次 至面不发热 此法通过宁神静坐 而达到养神器的目的 通过搓面 以使皮肤光润 容颜悦泽 二 针灸美容 针灸被称为东方神针 针灸美容是目前最为风靡的美容方法 其原理是 通过刺激人体的穴位 须则补 实则写 调理气血 以及脏腑的功能 达到治病强身的效果 中医讲究 治病求本 所有颜面问题 都是身体不调所致 因此 通过刺激穴位 疏通经络 去除病因 加快面部血液循环 从而可以达到 护肤养颜的效果 下面介绍几种 简单易掌握 针灸美容法 如果想使灰暗的皮肤变白 可真刺心鱼 肝鱼 皮鱼 足三里 河谷 公孙 太冲 神门 每次选取二至四血 留针约三十分钟 十次为一个疗程 如要使皮肤紧致 无皱纹 可真刺心鱼 肝鱼 肾鱼 行间 三阴焦 赵海 中腕 风驰 四竹空 足三里 河谷 太白 营香 橙江等学位 留针三十分钟 隔天一次即可 十次为一个疗程 刺激心鱼 小肠鱼 肝鱼 神门 观园 太西 血海 隔鱼 太冲 河谷 内观等学位 可使皮肤红润 针刺时每次选取四至六血 留针三十分钟 隔天一次 十次为一个疗程 若想全面延缓肌肤衰老 可刺激足三里 太西 三阴焦 官员 干鱼 心鱼 官员鱼等学 真次时间与以上相同 三 饮食美容 为了预防颜面皮肤的衰老 应注意平衡膳食 并应适当增加对皮肤有益的食品 平衡膳食的原则在《皇帝内经》中就有记载 五骨为养 五果为柱 五处为意 五菜为冲 因此 要想保持和恢复肌肤永恒的美丽 饮食调养应是最佳选择 平时应多吃一些富含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食物 胶原蛋白存在于人体皮肤 骨骼 牙齿 肌腱等部位 是一种高分子蛋白质 它的主要生理机能是做节地组织的粘合物质 能使皮肤保持弹性与紧失 可使细胞变得丰满 从而使肌肤充盈 有光泽 皱纹减少 随着年龄增长 人体内的胶原蛋白含量会逐渐流失 网状支撑体也会渐渐变硬 失去弹性 当真皮层的弹性与饱水度降低 皮肤便会失去弹性 出现变薄和老化 牛体筋 猪体 鸡翅 鸡皮 鱼皮及软骨等食物中 都富含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 其中 鱼类中的胶原蛋白最容易被人体吸收 另外 还要多摄取含抗氧化物的蔬菜和水果 如胡萝卜 葡萄 番茄等 这些食物能够保护皮肤内的胶原蛋白 除此之外 多吃芝麻 蜂蜜 南瓜子 樱桃 香菇 莲藕 冬瓜 牛乳 海参 小麦等 可使面色嫩白 红润光泽 而且还能延年益寿 中医古籍中称 这些食物为助盐 耐老 返老食品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这些食物营养极为丰富 富含有多种维生素 酶 矿物质 氨基酸等物质 当下还十分盛行食疗美容法 下面介绍几种一作有效的食疗方法 冬瓜莲子包排骨 冬瓜四百克 莲子八十克 排骨二百五十克 水三千五百毫升 酒少许 将莲子浸泡于温水中 三十分钟后捞出 把冬瓜莲皮切成块状 将排骨吞烫后捞起备用 然后在锅中加水 用无火煮开 放入冬瓜 姜片 用中火炖煮一小时后 再放入排骨 莲子 之后以温火炖煮三十分钟 再加入适量的盐 酒调味即可 此药膳具有美白 滋润肌肤 降火气 调理生机的功效 玉竹牛肉包 玉竹六十克 陶仁六克 牛肉七百克 将牛肉洗净切成薄片 玉竹洗净切成薄片 陶仁去医 然后将材料一起放入砂锅中 加适量的清水 用无火煮沸 然后再改用温火包约两小时 加入适量精盐 味精 黄酒调味即可 此药膳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B 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 具有养阴抑血 润肤增白的功效 银耳炖木瓜 熟木瓜一枝 水发银耳一百二十克 杏二十克 蜜枣八枚 冰糖适量 将银耳 杏 蜜枣 冰糖放入炖中中 加入适量的水 用温火炖约两小时 加入适量冰糖调味即可 常喝此药膳 有助于滋润 美白肌肤 胡桃粥 适量胡桃与精米 煮熟成粥 早晚空腹食用 具有润肤一盐的功效 红枣粥 大米与红枣煮熟成粥 可月则容颜 贱皮补血 燕窝粥 粘米 燕窝 干品 适量 有一盐美容 润肺补皮之效 四 中药美容 运用美容中药可使皮肤变得滋润 细腻 洁白 皱纹减少 并能驱除面部的皮肤急患 美容中药可分为内服与外用两类 依内服美容中药能调整脏腑 气血 经络的功能 从而达到美白 润肤 除皱抗皱 助眼美容的目的 如可食用的美白中药有白纸 白果仁 白鸡 白鸡梨等 二 外用美容中药 包括美容粉 美容软膏 美容液 美容面膜等 常用于茶 铺 涂肤于面部或是洗面 通过肌肤局部吸收 达到滋润皮肤 疏通经络 增白驱斑 抗皱等目的 从现代医学研究角度分析 很多美容中草药都富含氨基酸 带类 生物碱 植物激素 维生素等物质 这些物质能够滋润皮肤 增强皮肤的免疫力 保护皮肤表皮细胞与弹性 现举个例子 玉绒西施散 冬意宝剑 绿豆粉60克 白脸 白纸 白鸡 白妇子 白姜蚕 天花粉 个30克 三奶 毛香 甘松个15克 防风 稿本 零零香个6克 肥皂夹二定 将这些中药研磨成粉末状 用其洗脸 可使面部变得滋润 细腻 面色如玉 五 气功美容颜面保健 应注重整体采取综合调养 着眼于脏腑 气血 充分调动人体自身的积极因素 从根本上保证面容不衰 气功锻炼能从根本上调整身体内部功能 增强体质 从而达到强身防病 美容长寿的目的 环童颜宫 道家密传长寿宫 与佛家童面宫 达姆密宫 都对美化面容有突出功效 现今举佛家童面宫 具体方法如下 自然盘坐 排除杂念 思想集中 双手自然放在两膝盖上 上体端正 双目微臂 舌舔助上颚 一手丹田 呼吸要保持细云伸长 之后用意念把气血引至丹田处 丹田处有四个部位 两枚之间称为上丹田 心窝处称为中丹田 旗下小腹为下丹田 命门为后丹田 用意领气 口里默念上丹田 中丹四 下丹田 后丹田 使气血随着意念 延任多二脉巡航至四个丹田部位 循环一圈为一次 这样反复十八次 这个气功能够使气血旺盛 精神振奋 可达面如童颜的功能 除此之外 还要做好预防保健工作 尤其注意避免阳光曝晒 在日常生活中 要保持豁达的胸怀 乐观的情绪 避免情质低落 同时还要保持良好的习惯 记焉少久 纠正各种不良动作等 所有这些都对预防面部早衰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头发保健 中国人美发的标准是 发果而有光泽 发粗而密集 发长而秀美 头发除了是健康的标之外 它本身还具有保护头部 与大脑的作用 同时健康秀美的头发 又具有特殊的美容作用 会使人显得精神饱满 容光焕发 头发健康与否 与五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头发的容枯 能反映出人体五脏气血的胜衰 五脏的生理病理变化 也直接影响头发的健康 此外 人的七情过急 也能够使头发产生变化 如操劳忧愁过度 常会引起脱发 早白 头发从黑变灰 变白的过程 其实是机体精气 由盛转向衰的过程 因此 历代养生家都非常重视头发保健 将头发的保养方法 看作是健康长寿的重要措施之一 头发保健的方法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梳理 按摩 历代养生家 都主张发一多书 圣记总录 神仙导引 说书欲得多 多则去封 多过一千 少不下数百 朱冰元后论 说牵过书头 头不白 轻易录 言福尔导引之余 有二事乃养生大药 书头 洗脚事业 书头对养生保健 有重要意义 亲书里 肠按摩有很多好处 能疏通血脉 改善头部的血液循环 可使头发得到滋养 发根牢固 防止脱发和早生白发 能够降低血压 预防脑血管病发生 能明目缓解头痛 预防感冒 能振奋阳气 健脑提神 解除疲劳 正确的书头方法是 由前向后 之后再由后向前 由左向右 再由右向左 这样循环往复 输十次或是数百次 将头发输到平滑光整为止 书头时加以按摩 效果更加 双手食指自然分开 用指腹或是指端 从额前发际 向后发际 做环状柔动 之后再由两侧 向头顶柔动按摩 均匀用力 如此反复做三十六次 直至头皮微热为止 当你空闲的时候 梳一梳头发 可以固发绒发 缓解疲劳 二 洗 烫一剂清洗头发 有利于保持头发的明亮光泽 但不宜过禽 姥姥横言 惯洗中说 养生加盐 发疑多质 不宜多洗 当风而目 恐患头风 洗发过禽 反而不利于头发健康 因为过禽的洗头 会彻底洗掉 皮脂腺分泌的油脂 也将头皮和头发的 天然保护膜洗去了 非常不利于头发的健康 而且频繁洗头 容易加剧脱发 甚至变成秃顶 天天洗头 还有可能患上 频繁洗头综合征 及格上一天不洗头 就有头皮血增多 头皮发痒 脱发等不良症状 一般情况下 夏季比较科学的是 隔天洗一次头发 每星期洗头三至四次即可 这样比较科学 除非是一些工作特殊的人 如脑力工作者 在户外长时间工作的人 以及医务工作者 可适当增加洗头次数 但注意洗头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 以减少洗发剂中碱性成分 对头发的侵蚀 不要选购碱性过大的洗发液 同时最好再使用一些护发素 可有效保护头发 防止脱发 洗发的水温不宜太凉或是太热 以37摄氏度至38摄氏度为以 水如果太凉 去无效果就会变差 水温过高 会使头发变得松脆一段 需要强调的是 不要在晚上和早上洗头 因为早晨刚起床 人体血液循环 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 血液运行的比较缓慢 如果在早上洗头 头部皮肤就会因为水的刺激而比较敏感 使血液循环突然加速 因此 头部会因为血液的突然提速而感到不舒服 而晚上有比较大的空气湿度 不容易使头发完全干燥 如果还有残余的水分 那么在你入睡的时候 因为头部在睡觉的时候会使其皮肤与枕头紧贴 所以无法通风干燥 水分要蒸发 只有依靠人体的体温了 会对头部皮肤不断侵蚀 会引起头部皮肤不适 烫发能够保持美观的发型 因此在成年妇女中颇为流行 可是烫发所用的化学药水可损伤头发 再加上电热处理 头发一变脆变黄 一短 失去光泽与弹性 因此 不要经常烫发 四至六个月烫一次为以 三 饮食健发 日常饮食仪合理搭配 多样化 保持体内酸碱平衡 这样有助于健发 美发 可适量食用 富含蛋白质 点钙 维生素B A E等食物 如鲜奶 鱼 瘦肉 干类 蛋类 豆类 绿色蔬菜 瓜果 粗粮等 油性头发 要既食黄油和干烙 不要喝牛奶 既食肥肉 油炸食品 奶油 及其奶制品 既食香肠 咸肉 不宜多食鸡蛋 坚果 多脂肪的鱼 对头皮屑多的人 尽量少吃动物脂肪 多吃水果 多喝水 既食坚果类 香蕉 油腻食物 多吃新鲜绿色蔬菜 既食糖 奶油 少喝牛奶 既食过多的又辣又烫的食物 不宜饮酒过度 下面介绍几种健发食物 衣黑芝麻 具有润躁 阳血 无虚发 补肝肾之功效 它富含维生素液 能促进毛母色素细胞 增加分裂次数 可恢复分泌黑素颗粒的功能 从而使头发保持乌黑 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将黑芝麻 盐成粉末 早 晚用温水 调腐二更池 也可加入牛奶 豆浆 或是稀饭中 随早点食入 喜欢吃面食的人 可将黑芝麻当现包于面中 二小黑豆 具有滋阴补肾 补血明目 沥水消肿 活血美肤等功效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酒食黑豆 好颜色 便白不老 可见 黑豆还有长肌肤 一颜色 健体延年之功效 酒食能使机细肤白 平时 可将小黑豆 盐成细末 用淡盐水送服 酒食之 具有氧发固发的作用 三桑麻丸 可明目洋血 清热不虚 将其与四倍的黑芝麻粉 拌匀后 住于玻璃瓶中 服食取该粉 加入适量的蜂蜜 揉成面团样 再搓成约十克重的桑麻丸 每天早 晚嚼一枚 用温水送服 尝食具 养发的功效 为了保证 一日三餐饮食的 营养平衡 促使头发健康 可以选用下列 剑发食谱 剑发果汁 57克鸭碎的草莓 57克湿巾果酱 494克橘汁 二大汤匙蜂蜜 几片切成薄片的黄瓜 梨 适量的酒汁 把压碎的草莓 果酱 鲜橘汁与蜂蜜混合 用黄瓜片装饰 做冷汤食用 剑发冷菜 两只成熟的番茄 去皮 剁碎 三只鸭梨 一只大青椒 切细 三头大洋葱 剁细 一半捣碎的大蒜 一茶匙酱油 少量的辣酱油 盐 辣椒粉 胡椒粉 在碗中将压力捣碎 然后加入番茄 青椒 洋葱 大蒜 酱油 辣酱油 盐 辣椒粉 胡椒粉 搅拌均匀 冷冻后食用 味道更佳 苹果雪 九个苹果 三大汤匙蜂蜜 四个蛋的蛋清 半茶匙肉桂粉 少许盐 将苹果去皮去盒 切成两半 摆在烤盘上 涂上蜂蜜 烤二十五分钟 之后将烤好的苹果 放入混合器中 加入肉桂粉 制成果泥 在碗中搅拌蛋清与盐 至粘稠隆起为止 将调好的蛋清 放入果泥中 即可食用 糙米饭 两大汤匙人造奶油 和一杯糙米 将人造奶油与糙米 一起放入锅中 用中火加热 直至糙米被奶油涂裹 加三杯拌水 以及一茶匙盐 约五克 盖上盖煮沸 约煮四十分钟 待米软化后 加入任意一种水果 做成色拉 即可食用 四中药美发 中药美发 即运用中药 进行美发保健 美发药品 分为外用与内肤两类 一外用类 即用中药洗浴头发 直接作用于皮肤组织 与头发 以达到剑发的目的 历代一家与养生家 在这方面有很多记载 如猪胆之说法 普济方将一枚猪胆 浸于乳香油中七日 洗发之后 待发干后 适量抹猪胆汁 及乳香油 此方具有润发生灰 清热驱风的功效 令发不落方 慈禧光绪一方选一 胡桃二个 肥子三个 侧柏叶三十克 将它们一起捣烂 并浸泡于血水中 然后用浸液洗发 此方可有效防止脱发 香发散 慈禧太后一方选一 零零香三十克 檀香十八克 川大黄 甘草 单皮个十二克 心仪 玫瑰花个十五克 山奈 丁香 细心 苏和香油 白纸个九克 将这些中药 盐成细抹 用苏和香油搅匀 晾干 要面身发上 再必去 长期使用此方 可使发落重生 至老不白 还可使头发长久留香 二 内服类 即通过口服中药 调整机体整体功能 促进气血运行 而达到美发的作用 具有剑发功效的中药 有很多 比如 刘花 核桃 椰子浆 猕猴桃 胡麻 槐石 丧刃 油菜子 黑打豆 等 内服药也有 包括很多的剂型 如汤剂 酒剂 丹剂 高剂 丸剂等 可以选择的用 瓜子散 千金一方 当归 穿胸 白纸 瓜子 枝干草 隔六十克 煎药为散 饭后服一克左右 每日三次 酒浆汤饮 长期服用 有美发绒敷 活血补血的功效 能防衰抗老 预防头发早白 除此之外 常喝某些药酒 也对头发有好处 如黄金酒 地黄酒 枸杞酒等 都有补虚通血脉 使白发变黑之效 五 气功美发 常练气功也可美发 通过锻炼精 气 神 可调整机体内部功能 从而达到润发 美发的目的 导引生发功 朱病原后论 坐地 然后坐以下两种姿势 一是双脚并伸 将两手按在小腿上 腰向前伏 头着地 二是两脚疏伸 相距约一尺 用两手握住小腿 用头顶着地 这两种动作 分别做十二遍 此法的作用 主要是导引督脉 由于是坐地做工 可直接刺激督脉的 起点长墙学 使精气从下而上 直至头顶百会学 经常做此工 有利于给发根 补充营养 除了上述提到的 各种方法之外 剑发还要保持精神愉快 积极参加各种运动锻炼 防治全身性疾病 戒除酗酒 吸烟 暴饮暴食等 不良生活习惯 合理地使用大脑 注意劳逸结合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眼睛保健 经常看电视 使用电脑的人 多数有眼睛疲劳的感觉 中医理论认为 肝开窍于目 眼睛与全身脏腹经络 关系密切 灵书 大获论 指出五脏六腹之精气 皆上诸于目 目者 五脏六腹之精也 应为魂魄之所长营也 神气之所生也 因此 眼睛的保健 除要注重局部外 也要有全身观念 下面介绍几种 行之有效的护眼方法 一 蕴精远眺保健一 蕴精 早上醒来时 紧闭双眼 眼球从左向右 再从右向左 各旋转十次 然后起床 端坐于床边 睁开眼睛 依次看左右 左上角 右上角 左下角 右下角 反复四五次 晚上临睡前 先睁目蕴精 然后再闭目蕴精 各十次左右 此法能够增强眼珠光泽 与灵敏性 能驱除内障外溢 纠正近视与远视 二远跳 不时地用眼睛 眺望远处的景物 能够调节眼球功能 避免眼球变形 而导致视力减退 比如 在清晨 午休或是夜间 向远处望一望山 树木 蓝天 明月 星空等 但不宜长时间 专看一处 否则反而有害 因此 千金药方 七窍病 将集目远视 同夜读戏书 月下看书 以及九处烟火 气垒过多等 并列为 伤明之本 二 按摩剑木一 蕴木 圣迹总录 神仙导引上说 魔手蕴木 即用两手 策立魔掌如火 开木蕴精蜀遍 其做法是 先将双手互相摩擦至热 在蒸目时 将两手掌分别按在双眼上 使其热气续运两目珠 等到手掌变冷时 再磨再运 如此反复三至五遍 每天可做数次 有明目提神 温通阳气的作用 二捏字 圣迹总录 神仙导引上指出 常欲以手按目进鼻之两字 闭气为之 气通极止 终而复始 常行之 眼能动剑 说明捏木四次 有提高视力作用 其做法是 即闭气后 用手捏按两目的四角 直至感到稍微闷气时 即可换气结束 连续做三至五遍 每日可做多次 三点按学位 圣迹总录 神仙导引上说 常以两手 暗眉后小学中 二九 即十八次 一年可夜书 此法有 见目明目 治疗目疾的作用 其方法是 用食指指度 或大拇指 背第一关节的曲骨 点按四竹空 鱼腰 或四白 存竹 太阳穴等 手法要由轻到重 以有明显的 酸胀感为准 然后再轻柔抚摸几次 三 饮食贱目 为了保护好明亮的眼睛 在平时的生活中 要远离烟酒 注意防晒保湿 与此同时 还要合理调配饮食营养 以满足眼睛对营养的需要 一多吃富含维生素A C E的蔬菜与水果 如青椒 黄瓜 菜花 香蕉等 另外 还应多摄取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如肉类 鱼类 豆制品等 营养学家认为 在米粥中 加入一些具有明目功效的食品 就能达到护肝明目的效果 下面介绍几款 具有明目作用的粥 一桑刃果粥 糯米100克 桑刃罐头50克 冰糖适量 先捣烂桑刃 加入桑刃果汁备用 将米煮熟后 加入捣烂的桑刃 与适量冰糖 再稍微煮一会儿 冰糖融化即可 每日一次 也可尝试 此粥可补肝滋肾 明目一血 尤其适用于 因肝肾阴虚所致的 势力减退 耳鸣等人食用 二猪肝鸡蛋粥 精米50克 猪肝50克 鸡蛋一个 盐 浆 味精少许 将猪肝切细 与米同煮 熟后将鸡蛋打入 加入适量的盐 将味精调味 再烧煮一会儿即可 空腹食用 每天或隔天一次 此粥适用于患有夜盲症患者服用 三针子 棋子粥 枸棋子15克 针子人30克 精米50克 先捣碎 针子人 然后与枸棋子一起加水煎汁 去扎后 与精米一起用文火熬成粥 集成食用 每日一季 早晚空腹服食 适用于体虚 是昏的 四棋子 精米粥 兔丝籽 枸棋子 各20克 精米60克 白糖适量 先将兔丝籽洗净后捣碎 并加水煎煮 煮滚后 取之去扎备用 将枸棋子 精米 放入兔丝籽之中 同煮 带米变软后 再加入适量白糖 烧煮片刻 集成食用 每日一次 适用于肝肾亏虚 引起的势力模糊者 五猪肝 陈米绿豆粥 陈大米 猪肝隔100克 绿豆50克 带绿豆 大米快煮熟时 加入切好的鲜猪肝 猪肝熟透 即可食用 此粥最好不要加盐 可当早餐食用 六鸡肝素米粥 鸡肝两个 小米60克 盐 水适量 将鸡肝切碎 与小米一起入锅 共煮粥 粥熟 调味即可 每日一次 连浮一粥 七大米绝冰子粥 炒绝冰子十克 大米60克 冰糖适量 将绝冰子炒至微黄 取出待冷却后熬制 之后 用其枝与大米同煮 粥熟后 加入适量冰糖 即可食用 每日一次 四连浮两周 对于怕光多类 木赤红肿 高血脂 高血压等症 效果明显 四 中药剑木 具有明目功效的中药 可分外用与内浮两类 可依据自身情况 选择适用 现今局树立 清木养阴席眼方 慈禧光绪 一方选意 双丧叶 甘菊 生地 下枯草个酒 克 羚羊角4.5克 薄荷3克 水煎后 鲜熏后洗 此方具有养阴明目 疏风清干的功效 除用药熏洗外 还可用药枕 剑木 如明目枕 外科寿势方 黑豆皮 绝明子 绿豆皮 药麦皮 菊花 经常使用 能疏风散热 明目退役 内浮中药的种类也十分多 汤 碗 散 丹等皆可 如慢精子散 太平盛回方 黄金1000克 慢精子500克 将这两种药 九蒸九爆干 盐成粉末 每日饭后 调服6克 长期服用 能够补干明目 延年益寿 如六味地黄丸 起菊地黄丸 石壶夜光丸等中成药 也可选择应用 五 其他护眼小秘方 当眼睛感觉酸色疲劳时 可用牛奶洗眼 将纱布折叠成小片 浸透于牛奶中 然后将纱布覆盖在眼皮上 二十至三十分钟 能解除疲劳 增强眼部肌肉活力 当出现黑眼圈时 可用喝剩的红茶包 敷在眼睛上 每晚睡前使用 二十至三十分钟后取下 对后天性的黑眼圈效果较好 如果出现眼带或生理性浮肿 可将新鲜土豆切成片 鲜柔擦眼部换处 再敷在眼周十五至二十分钟取下 可以消肿 经常使用可减轻眼带症状 在平时还可以用胡萝卜或黄瓜 自制成眼膜 以滋润眼睛 将胡萝卜或黄瓜捣碎取枝 加入维生素液油剂四到六滴混云 赋予眼部 每周一至二次 提供眼部特别的滋润与放松 每天早上起床后 喝一杯加了菊花的绿茶 可以提神醒脑 清干瞑目 当眼睛感到酸色时 可排除杂念 全身自然放松 闭目静坐三至五分钟 这种方法可有效消除视力疲劳 而宝剑耳的功能 与五脏有很密切的关系 尤其与肾的关系最为密切 因此 和间六书说 肾热者 必身受耳耳胶也 肾水过少 不能润泽 故黑肝胶枯也 耳的功能 主要是受心神的主宰与调节 一个人听力的好坏 能够反映出肾 心 脑等脏腑功能的强弱 由于耳通天气 是人体接受外界刺激的最重要途径 随着社会的发展 导致听力下降 与耳聋的原因也是越来越多 环境污染 噪音污染 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 都在不同程度上损伤了我们的听力 噪音性耳聋 中毒性耳聋 外伤性耳聋 先天性耳聋 老年性耳聋 感染性耳聋等都十分常见 而且治疗起来非常棘手 因此 耳功能保健应以预防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 耳朵还与寿命息息相关 耳朵锤上没有咒者 听力好的人寿命长 耳朵锤上有咒者 听力差的人 寿命则短 经常按摩自己的耳朵 不仅能增强耳朵的听力和平衡作用 而且能起到养生保健作用 其方法也十分简便 一行 方法如下 揉耳阔 先将两手掌搓热 用两手掌的掌心 对准耳阔轻轻地揉搓 先上下揉 之后在前后揉 最好转圈揉 直至局部发红发热为止 此法可疏通经络 对肾脏及全身脏器 均有保健作用 耳屏 两手食指按压住耳孔前面的耳屏 一按一松 使外界的气体 对骨膜产生按摩作用 连续按压五十下 拉耳锤 两手拇指 食指 捏住两耳锤 轻轻牵拉 先向上下牵拉五十下 然后再向前后牵拉五十下 此法可病治头痛 头昏 神经衰弱 耳鸣等疾病 双手扫耳 用双手掌 将耳朵由后面带动耳阔向前扫 之后再回过来时 带动耳阔向后扫 此方法能够增强机体抵抗力 轻脑 补肾 钻耳孔 用两手的小手指 分别插入两耳的外耳道 前后旋转 好像钻头钻东西一样 连续钻五十下 此法可促使听觉灵敏 并有见脑之功 推耳背 两手四指并拢 拖住耳朵后背 轻轻向前推 使耳阔盖住耳孔 然后松开 如此反复推耳背五十下 该方法有提神醒脑 凝眩聪耳之功效 捏揉耳间 用双手的食指与拇指指度 轻轻地按捏 揉擦 抖动耳间端半分钟 此法具有镇静 止痛 轻挠等功效 晚拉全耳 左手绕过头顶 用食指与拇指夹住右耳间 向上牵拉三十六次 之后再换右手 绕过头顶牵拉左耳 此法能够促进舌下腺 和下腺分泌 增强免疫系统功能 防止慢性咽咽 当我们有头疼 失眠等小毛病时 可通过按摩耳朵穴位 以减少疼痛感 牙咽肿痛 或脸上长小疙瘩时 可以用食指与拇指揉捏耳垂 或是去医院 在耳垂上点刺放血 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心脚痛时按下耳穴 而甲腔部位 俗称为下耳穴 它相当于胸腔内脏器官 常常按摩此处 对血液和循环系统 有保健作用 突发心脚痛时 可将食指放到耳孔处 拇指放到耳的背面捏揉 此方法能够快速缓解心脚痛 度过危险期 打鸽时按上耳穴 上耳穴是耳甲腔上方的耳甲挺 相当于人的腹腔 按摩这里有助于消化 并能够强慎健脾 打鸽中医称为恶腻 是因为脾胃虚弱 以及生吃不良食物 暴饮暴食所致的胃气上腻 按摩上耳穴可缓解 失眠时 可按摩上下耳穴 中医认为 失眠是由心脾虚弱引起的 按揉下耳穴中的心 及其上方上耳穴中的脾 两个穴位 可有效缓解失眠症状 可将食指放在耳孔处 拇指放到耳的背面 轻轻捏揉即可 四肢酸疼时可揉耳轮 耳阔的外周耳轮 相当于躯干的四肢 颈尖腰腿痛等 躯体疼痛患者 可多按压耳轮 能够缓解疼痛感 除了多按摩耳朵之外 还应对耳朵多加以防护 强烈的噪音 能够杀伤听力 因此 在噪音环境下 应佩戴耳塞 尽量避免呆在 有噪音环境中 听音乐时 最好不使用耳塞 必须使用食音控制音量 最好不使用耳塞 收听摇滚音乐 使用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如新鲜蔬菜 水果 以及如玉米 小米骨类食物 不要使用有耳毒性的药物 如清大酶素 新酶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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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等 特别是有家族性听力损害的人 就医时应向医生说明 避免使用这些药物 因为对于这些人群 常规治疗剂量的药物 就很可能造成其永久性的听力损害 生活规律 记吸烟 尤其是偶夜吸烟 有可能造成突发性的耳聋 笔宝剑 皇帝内经指出 废气通于鼻 鼻为呼吸道的门户 从生理结构上讲 外与自然界相通 内与很多重要的器官相连接 鼻腔的上部与颅脑很相近 下鼻道内的鼻类管与眼睛相通 后鼻孔的鼻叶部同咽喉相接 食管和气管在此分道 中耳和两边耳烟管相连 所以 如果鼻患有疾病 就会直接影响相邻器官的健康 从鼻的作用来看 它不仅是人体进行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之一 又是防止致病细菌 脏物 灰尘等侵入的第一道防线 鼻腔中有很多鼻毛 又有一些粘液 所以 鼻内常常具有很多的细菌和脏物 有时会变成波散细菌的一源 因此 鼻的保健非常重要 且硬从各个方面着手 一 预鼻锻炼鼻 与外界是直接相通的 只有提高鼻对外界的适应力 才能够增强其防御功能 预鼻锻炼 是只用冷水预鼻 或是用冷空气预鼻 一年四季都提倡用冷水洗鼻 尤其是在早上洗脸时 用冷水多洗几次鼻 可改善鼻黏膜的血液循环 使鼻对天气变化的适应能力增强 可有效预防感冒 以及呼吸到其他急患 冷空气预鼻 适合在冬天进行 冬天虽然很冷 但仍要多出去走走 多呼吸点新鲜冷空气 这样有利于增强鼻的防御能力 二 按摩鼻部 以两手大拇指的指背中间一截 相互擦热之后 分别摩擦鼻梁两侧32次 用食指游上向下刮鼻梁16次 再分别用两手食指摩擦鼻尖 各16次 然后用两手食指点压按摩鼻翼两侧的影响学32次 此法可疏通经络 使局部气血流通增强 能够很好的预防感冒和鼻病 三 七宫剑鼻 根据内宫图说记载 剑鼻宫可分为三步 晚上睡觉前 俯卧于床上 暂去枕头 两膝部弯曲 十两足心向上 双手拇指相互擦热后 摩擦鼻头36次 之后平心静气 排出杂念 集中思想 双眼注视着鼻端 心中莫数呼吸次数 三至五分钟即可 然后用鼻身吸气 呼气 各四次 最后恢复正常呼吸 此法具有预防感冒 鼻病 润肺见鼻 强身见体的功效 四 中药剑鼻鼻腔中 要尽量保持适当的湿度 如果过于干燥的话 鼻膜容易破裂出血 所以在气候十分干燥的情况下 如秋 冬季 可以配合中药保健 比如在鼻中上一点 副方薄荷油 或是服用适量的维生素A D等 这样可使鼻黏膜保持湿润 与此同时 还可服用一些中药 现局两个有滋润护鼻之效的药方 一 润鼻汤 黑芝麻15克 天冬 玉竹 生地 麦冬 沙身 黄金 春贝母 个9克 将这些中药 兼之去扎即可 此方 有很好的润肺痒皮的功效 可有效滋润鼻腔 二剑鼻汤 苍儿子27克 蚁人12克 白吉梨 防蜂 百合 玉竹个9克 蚕衣6克 至干草4.5克 兼之去扎 此方 此方主要以预风 剑鼻为主 尤其对医患伤风流涕之人 有很好的保健预防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醒鼻涕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就连小孩子也都知道什么是醒鼻涕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知道醒鼻涕的正确方法 如果您认为 醒鼻涕不必要那么讲究方法 只要将鼻涕醒出来就行了 那就错了 您也许想不到 不正确的 醒鼻涕可能会使您听力下降 甚至诱发中耳炎 以及头疼等症状 大部分人 醒鼻涕 时常用两个手指 捏住两侧鼻孔 然后用力猛地将鼻涕醒出 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 美国维基尼亚大学与丹麦一所大学二位医生 曾做过这样实验 他们在自愿者的鼻子里 喷进有色颜料 这种颜料能够在X光片上显示出来 之后 一部分自愿者 采取上述说的方法醒鼻涕 而剩下的自愿者 则不醒鼻涕 让他们吸进能引起打喷嚏的化学物 促使他们打喷嚏 结果发现 醒鼻涕的人将很多颜料 醒进鼻子上面的鼻痘里去了 而打喷嚏者 并没有将颜料推进鼻痘 后来他们又用仪器分别测量了 醒鼻涕 咳嗽和打喷嚏产生的压力大小 结果竟发现 醒鼻子的动作产生的压力 是打喷嚏产生的压力的十倍 这项研究表明 醒鼻涕也有学问 不正确的醒鼻涕 会导致很多致病细菌进入鼻痘 增加鼻痘水肿与感染的危险性 另外 因为前鼻孔较小 而后鼻孔则较大 当很用力地捏紧两侧鼻孔 醒鼻涕时 因鼻涕不可能全部由较小的前鼻孔流出 在强大压力的作用下 有些鼻涕会通过鼻咽部咽骨管开口 进入咽骨管 在正常情况下 咽骨管是闭合的 当有分泌物进入后 会导致耳内产生避障感 严重时会导致耳鸣 由于鼻涕中会带有很多病菌和脏物 即引发中耳炎 尤其是儿童的咽骨管较平直 家长们如果将儿童的两个鼻孔 同时捏住为其醒鼻 则很容易使鼻涕进入咽骨管 引发中耳炎 正确的醒鼻涕方法是 用手指轻轻压住一侧鼻孔 用另一侧将鼻涕向外醒出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再醒另一侧 将纸巾放在鼻孔下 两手轻轻放于鼻翼两侧 稍微用力将鼻涕醒出 采用倒吸的方法 通过鼻子抽吸 将鼻涕从后鼻孔排出 之后再惊烟不卡出即可 总之 无论何种方法 都不可太过用力 四肢 手足保健机体生命力 是否强盛 与四肢 手足的功能强弱 有密切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 四肢发达 手足灵活 则人体的生命力较旺盛 如果四肢雷弱 手足行动迟缓 表明生命力低下 因此 强身健体应十分重视 四肢手足的摄氧 一 上肢和手的保健法 日常生活中 几乎所有事情 都离不开 上肢与手的功能 在人的感觉器官中 双手与外界 直接接触的机会 也是最多的 被污染的机会 自然也是最多的 同时 手右是 手三阳经脉 与手三阴经脉 交接之处 所以 做好上肢与手的 保护与保健 对于强身防病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依上肢应 以动为养 对于上肢而言 最好的保健方法 就是经常运动 我们平常所进行的 各种运动保健 很多都需有 上肢的运动 才可完成 因此 锻炼上肢的运动方法 有很多 比如提手摸头 脱肘摸背 摇肩转背等 这里仅介绍一种甩动法 双手轻轻握拳 从前向后 用力甩动上肢 先向右侧甩动 之后 再向左侧甩动 最后 两只垂于身体两侧 用力甩动 各24次即可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能够疏通 经络器血 舒展 筋骨关节 强健上肢 可有效预防肩 肘 腕关节疾病 并且还能够防治高血压 二按摩 保健上肢按摩 与手部按摩 可以结合在一起做 具体做法为 在早晨醒后 或是晚上睡前 双手合掌 相互摩擦 摩擦升热后 左手无指掌面 轻轻放在 右手无指的背面 从指端到 手腕来回 反复的摩擦 直至局部产生微热感 右手再放在 左手手背上 按同样方法 摩擦升热 待双手手背 都有微热感后 用手掌 沿上肢的内侧 从腕部 向液窝 轻轻地摩擦 之后 再由肩部 沿上肢的外侧 向下摩擦到腕部 上下按摩一圈为一次 共二十四次 另一上之铜法 这种按摩方法 能够加速肌肤的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可柔润见手 防治洞窗 三中药润手 嫩肤 千斤手高方 千斤一方 杏仁十克 桃仁 赤少 绝合个二十克 穿胸 当归 心仪人个三十克 大枣 羊脑 狗脑 牛脑个六十克 将这些药加工制成膏 洗手后 均匀涂在手上即可 此方具有护手去皱 滋润量负的功效 太平手高方 太平胜毁方 杏仁三十克 刮楼壤六十克 风靡适量 将上述材料制成膏 每天临睡前用于涂手 此方能够有效防止手部均裂 使皮肤柔嫩白净 富有光泽和弹性 四 注意手部卫生 俗话说的好饭前便后洗洗手 吸引病毒难入口 保持手部清洁 不仅能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有没手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还能有效地预防疾病 使病难从口入 应使用肥皂或香皂洗手 这样不仅能有效地 去除油泥污垢 还能杀菌 但千万不能用汽油 清洗手上的油垢 因为汽油有很强的侵蚀作用 会使手的肌肤变得粗糙 甚至会引起某些皮肤病 另外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冬季寒冷时 最好用热水泡手取暖 切记用炉火烘手 老老横言 杂气说 东含品以炉火拱手 避止食指造裂 此外 还要勤俭指甲 养生书说 甲为金之鱼 甲不敷 结金不涕 经常修剪指甲 能够消除细菌 加快新陈代谢 促使精气更新 有利于指甲的容则 筋膜的强健 二 下肢和足的保健法 腿脚担负着全身的行动的重担 乃是全身的支柱 尤其是双脚 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足三阴经 与足三阳经 相交接于此 双脚可是是运行气血 沟通内外 贯穿上下 联络脏腑的十二经络的重要旗指部位 所以腿脚保健关系到全身 对人的健康长寿非常重要 一下肢移情动俗话说 人老腿先老 因此人们将练脚筋与腿筋 作为健康长寿的方法 下肢运动的方法有很多 如长途跋涉 散步 跑步 爬山等 这里介绍几种在原地锻炼的方法 以下功法能够增强下肢功能 使关节运动更加灵活 可有效防治下肢乏力 关节疼痛 小腿抽筋 半身不随等症状 一站立甩腿法 一手扶着墙 或是竖等物 一脚站立 一脚用力甩动 先向前甩动右腿 脚尖向上翘起 之后再向后甩 脚面要绷直 腿也要伸直 这样前后甩动 左右腿各甩二十次即可 二平坐登腿法 端坐 上身需保持正直 先提起右脚 向前上方缓伸 脚尖向上 待要伸直时 脚跟稍用力 向前下方登出 之后再换左脚坐 双腿隔坐二十次 三扭膝运动法 两脚靠拢 屈膝向下蹲 双手掌放在膝上 膝部向前后左右 做圆周运动 二十次即可 二足要常按摩人的脚掌 密布许多穴位 用全穴位与脚心 位置在全足止时 呈凹陷处 是足少因肾经的起点 按摩这个穴位 有滋阴补肾 移养五脏六腑的功效 经常按摩脚心 能活跃肾经内气 疏通经络 强体健身 延缓衰老 有利于健康长寿 老年人常按摩脚心 还能防止腿脚麻木 脚心凉冷 行动无力等现象 对于趋病健身 有较好的效果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 年于花甲 仍然精神饱满 其重要原因之一 是他坚持按摩脚心 按摩手法要正确 否则就达不到 健身趋病的目的 每晚用热水洗脚后 坐在床边 将腿屈膝抬起 放在另一条腿上 脚心歪向内侧 搓脚心 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杆搓 左手握住 左脚背前部 用右手沿脚心上下 搓一百次 使脚心发热 再用右手握右脚脖子 用左手沿脚心上下 搓一百次 搓得力度大小 要以自己舒适为以 二是搓 把脚放在温水盆中 泡到脚发红 再按第一种办法搓 三酒搓 倒半两左右 白酒鱼杯中 按第一种办法操作 只是搓脚的手 沾一点白酒 酒搓干了再沾一下 按第一种办法 两脚心 各搓一百次 按摩脚心时 还要多动脚趾 我国古代医学认为 大脚趾是肝 肺两经的通路 多活动大脚趾 可疏肝健脾 增进人们的食欲 对肝皮肿大 也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第四指输胆经 按摩可防便秘 泪骨痛 常按摩脚趾 脚心 对神经衰弱 顽固性膝怀关节麻木静卵 慢性支气管炎 失眠 腰酸腿软 肾虚 精神性阳尾 周期性偏头痛 以及肾功能紊乱等 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三足吸衣保暖 脚下是阴脉所聚 阴气长盛 西是金之斧 韩正则易于卵脊 因此足吸部要十分注意保暖 以护其阳气 现代研究认为 脚距离心脏较远 血液供应少 而且表面的脂肪又很薄 保温力较差 足以呼吸道 特别是鼻黏膜 有着十分密切的神经联系 一旦脚不受凉 可反射性地引起上呼吸道的毛细血管收缩 腺毛摆动减慢 免疫力下降 此时 潜伏在鼻咽部的病毒 细菌就会承虚而入 并大量繁殖滋生 诱发感冒或支气管炎 足部受寒后 抗病能力降低 还可引发胃痛 妇女痛经等多种疾病 实验表明 把双足放在四摄氏度冷水中 短短三分钟后 人们就会流涕或是打喷嚏 正如俗话所说 寒从脚下起 另外 足寒伤心 脚受凉受冻后会伤及全身 尤其可危及心脏 因此 在寒冷的天气 特别是三九天 要特别主要足西部的保暖 这样可有效地减少感冒咳嗽等病的发病率 冬季足部保暖 要穿皮靴或棉靴 同时还要穿暖或厚实的袜子 一触脚汗者 鞋内还应放上吸湿性较好的鞋垫 双足的表面温度 已维持在二十八摄氏度 至三十摄氏度 最为舒适 膝盖是人体的重要关节 但却很容易受到损伤 特别是在天气寒冷的时候 就必须考虑如何对双膝进行保暖 而对于久坐桌前的白领一族来说 这个问题就愈加重要了 建议天冷时 穿保暖裤 保暖护膝 尽量少穿裙装 四 足以勤泡系泡脚 有舒筋活络 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 对心脏 肾脏及睡眠 都有益处 索碎路 杂说 说足是人之底 一夜一次洗 表明人们早就把睡前一盆汤 看作是养生保健的重要措施之一 在不同的时间泡脚 所起到的作用会稍有不同 专家指出 晚上九点左右 泡脚最护肾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此时是肾经气血 较衰弱的时候 如果此时泡脚 身体的热量会增加 体内的血管会迅速扩张 有利于活血 从而能够加快体内血液循环速度 补充肾经气血 劳累一天的肾脏 在这个时候会得到充分的调节 人因此会感到十分舒适 泡脚不仅能够滋肾敏感 还有利于改善睡眠质量 泡完脚后 最好再做几分钟足底按摩 脏腑器官能得到进一步的调节 之后建议不再进行其他活动 稍后立即入睡 补肾效果会更加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晚上泡脚 其实早上泡泡脚 会使人神清气爽 精神一整天 经过一整夜的肠眠 身体的血液循环很变慢 如果早上能泡泡脚 正好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调节植物神经与内分泌系统 且脚掌上的神经末梢 是与大脑相连的 早上泡脚还能使大脑感到舒畅 轻松 早上泡脚方法十分简单 水温以舒适不烫为已 浸泡约五分钟 之后用双手按摩双脚的泳泉学 约一分钟 之后再花一分钟时间 按摩一下脚趾间隙即可 其实在一年四季的任何时间 用热水泡脚对人体都有好处 正如歌谣中所唱 春天洗脚 生阳固托 夏天洗脚 湿血奶除 秋天洗脚 肺腑润育 冬天烫脚 丹田暖和 无论在何时 只要坚持长长泡脚 就会对身体健康有益 泡脚时水温不能太热 以40摄氏度左右为宜 泡脚时间也不宜过长 以半小时左右为宜 由于金属易冷 因此泡脚的容器最好用木盆 除此之外 在热水中可放一些有利于活血 杀菌的物质 泡脚的益处会倍增 一用醋泡脚 在温水中加入几吃白醋 用醋泡脚能够改善身体各部位 因为疲劳而导致的缺氧状态 增强各系统的新陈代谢 有利于身体中二氧化碳和废气的排出 从而使人体得到放松 解除疲劳 也能够改善睡眠质量 治愈失眠 多梦 早醒等睡眠障碍 坚持日久 还可以增强血液循环 激活 强化器官功能 清除人体血液垃圾和病变沉渣 治愈许多慢性病症 此外 用醋泡脚还可以使皮肤变得有弹性 让皮肤变得光滑 二姜汁泡脚 在温水中加入几块打扁的生姜 用姜汁泡脚能够驱寒 可有效缓解手脚冰凉的症状 三盐水泡脚 在温水中加入两大匙盐巴 此法具有杀菌消毒 防治脚气的作用 并且还可以使足部皮肤保持清洁光滑 五中药护足秋冬季节 足部常会出现均裂 建议用具有润肤质裂 散寒温精功效的中药 涂在足部 可使足部肌肤保持湿润 这里仅局两个药方 出于四方 古今图书集成 一部全露 酒精 白盐 生姜汁 腊月朱膏 盐烂炒热 擦在足部 冬月润首 足 防裂方 外科大成 白纸 生麻 猪牙造甲个三克 黄蜡六十克 猪枝油十二克 射香零点六克 丁香一点五克 至成膏 洗脚后涂上 胸背腰腹保健胸 背 腰 腹 是人体脏腑所在的部位 其功能强弱 直接会影响到内部脏腑的功能 历代养生家都十分重视这四个部位的保养 如果保养得当 能够促进全身气血运行 使全身各部分的联系增强 新陈代谢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从而达到强身防病的目的 一 胸部保健法医 衣服护胸 胸部的保护 以保暖臂寒为主 目的在于保护胸阳 年老体弱者更要注意 修灵要指 起居吊舍 说胸仪长护 牢牢横言 一说下虽极热时 闭着胳膊短斑臂 以护其胸 天冷时 一定要多穿衣服 以保护胸背的阳气 且不要穿湿的上衣 对健康不利 二胸部按摩 端坐或是仰卧 用右手掌 在胸部从右上向左下推磨 左手从左上向右下推磨 两手交叉进行 推磨三十次 之后 双手同时以正反方向 揉乳房个三十圈 再上下 左右个揉按三十次 女性还可抓拿乳房保健 交叉两小臂 左手轻拂右侧乳房 右手轻拂左侧乳房 之后用手指轻轻抓拿乳房 一抓一放适一次 做三十次即可 常常按摩胸部 能够振奋阳气 促进气血运行 使心肺功能增强 二 背部保健法医 背部保暖 养生四药 肾动说背者五脏之腹也 背欲肠暖 暖则肺脏不伤 摄生消息论 一说不可令背寒 寒即伤肺 令鼻寒咳嗽 背是足太阳膀胱经 督脉锁过之锁 五脏的余血都汇聚于背 背的寒暖 直接关系到脏腑的功能活动 因此应当注意保护 保护背部的最基本原则是保暖 背部保暖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 衣服护背 老老横言 一说 肺于学在背 内经约肺朝百脉 疏经于皮毛 不可施寒碍之节 金俗有所谓背搭 护其背也 因此 平时穿衣应注意背部保暖 随着天气的变化 适时加减衣服 以护其背 第二 通过晒背来取暖 老老横言 安寝说 如值日晴风定 就南窗下背日而坐 列子所谓 复日之宣言 几量得有微暖 能使遍体合唱 日为太阳之经 奇光状人阳气 极为不易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多晒晒背部 能增进健康 第三 肾臂风寒 因为背部如果被风吹到 风寒之邪容易侵入身体 引起疾病 因此 姥姥横言 防急 强调说 五脏数血 皆会于背 下热时有命同仆山风者 风臂急之 择风且入脏 一患飞细 有汗时游肾 夏天出汗后 千万不可背向电扇 以免风寒之邪伤人 二背异常 锤摸平时多锤背 搓背 捏挤 有助于背部健康 一锤背 通常有拍法和击法两种方法 拍法则用虚掌拍打 击法则用虚拳扣击 两种方法均沿脊柱两侧进行 自上而下 或自下向上 轻拍轻扣 力量不易过重 锤打的节奏要均匀 锤背的速度 以每分钟六十至一百下为宜 以不痛为度 本法简单易行 不受时间的约束 白天利用工作间隙锤锤锤背 能够使头脑清醒 夜晚临睡前锤背 可使人宁心安神 可防止失眠 二搓背 一再洗浴室进行 将湿毛巾搭在背后 两手拉紧毛巾的两端 用力地搓背 待背部发热为止 不要太过用力 以免弄伤皮肤 此法能够有效防止感冒 缓解腰背酸痛 三捏击需在他人的帮助下进行 屈腐卧位 裸背 请他人用双手的拇指与食指 将挤住中间的皮肤 轻轻捏拿起来 从大锥开始 由上自下连续碾动 直至底部 需连续捏拿三次 注意用力不要过猛 速度也不宜太快 动作要协调 着力要均匀 此法能疏通气血 调和脏腑 健脾和胃 同时对调整血压 也有一定的作用 三 腰部保健法腰 是人体运动的重要枢纽 摇动 按摩腰部 可疏通气血 健腰强肾 一腰一长腰动 中国传统武功十分强调 以腰为轴 主宰于腰 将腰部活动 看作生命活动之本 很多传统健身术 都十分强调腰部活动 如易筋经 八段锦 五琴系 太极拳等 都以活动腰部为主 通过转腰 抚养 悬腰等活动 达到强腰驱病的作用 这里仅举几个练腰动作 一转跨运腰 站立 两手插腰 大拇指在前期于手指在后 中指按在肾于穴上 吸气时 胳膊从左向右摇动 呼气时 胳膊再从右向左摆动 一呼一吸 是一次 可连续做八指三十二次 二辅养剑腰 站立 吸气的时候 双手从体前上举 手心向下 手指尖朝上 举到头上方 呼气的时候 弯腰 两手慢慢触地 祸脚 这样连续做八指三十二次 三旋腰转脊 站立 两手向上 举至头两侧 与肩同宽 手心相对 拇指尖与眉 在同一水平线上 吸气时 上体由左向右扭转 头也随着向右后方 慢慢扭动 呼气时 上体再由右向左扭动 一呼一吸 是一次 可连续做八指三十二次 二腰一常按摩 腰为肾之腹 常常按摩腰部 可撞腰强肾 内功徒说 分行外功爵 曾说两手擦热 以鼻吸清气 徐徐从鼻放出 用两热手擦经门 脊背下腰软处 又两手摩擦两肾鱼血 各一百二十次 能生经固阳 除腰痛 息小便 按照此描述 按摩腰即可 四 腹部保健法 自古以来 柔腹便是人们常用的养生保健方法之一 腹是胃肠所属之处 腹部按摩 其实就是胃肠按摩 常常按摩腹部 可使腹气通畅 帮助人改善脏腹气机 治疗便秘 柔腹的方法有很多 现今举一个叫 仙人柔腹的方法 此法与一般的局部柔腹方法不同 该法能够全面打通中 下耳胶 连通整个腹部的经络 健身效果非凡 此法的由来 还有一个传说 相传 有个姓方的道人 无人知晓他究竟有多大年纪 他力大无穷 用两个手指就能勾起两个人来 他不仅力拔千斤 而且剑步如飞 常常在转眼之间往返通舟买饼 步行四十多里归来 饼仍然热地烫手 因他一呼常人 识人皆称他为帝仙 当时 有个叫严伟的人 他从小就体弱多极 曾恳请方道人 传授一些严年益寿的庙方给他 方道人便将一套 暗柔腹部的口诀 传授给他 他依照此法践行之后 疾病果然渐渐痊愈了 后来他又将此法 交给了亲朋好友 亲友们尝试后 也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疗效 后来此法被收录于 政治全生一书中 具体做法 分为七式 练习之前 仰卧在床上 调云呼吸 舌底上饿 一手丹田 全身放松 并起杂念 第一是 双手食指 中指与无名指 按在心窝部位 即胃部附近 按顺逆时针方向 转圈揉按 个二十一次 第二是 用双手的食指 中指与无名指 从心窝部向下揉按 边揉边往下走 直至肚脐下 持骨处为止 第三是 双手再从持骨处起 分别沿两边往上揉按 边揉边走 揉至心窝部 双手交汇 第四是 双手的食指 中指与无名指 从心窝部向下推揉 直至持骨处 需重复做二十一次 此动作与第二是相似 但不同的是 第二是 手指边打小圈边 往下按揉 此动作则是 直接往下按揉 手指不需要打小圈 第五是 以肚脐为中心 左右手交替转圈 揉按腹部 隔二十一次 第六是 将右手大拇指向前 其余四指向后 用力捏住右肋下腰肾部 同时利用左手的食指 中指与无名指 从右褥处向下 直推至大腿的根部 做二十一次 之后再换左手捏腰 右手从左褥处向下直推至大腿根部 做二十一次 第七是 盘坐摇转 做完以上各节动作之后 起身盘坐 用两手大拇指间 按压住无名指的根部横纹处 其余的手指自然向下弯曲 分别放在双腿膝盖上 食指也要略为弯曲 这时肩胸部自左向前 再自右向后 摇转二十一次 之后 反过来再摇转二十一次 练此弓时 讲究越慢越好 至少需三十分钟 初练弓者 早晚个做一次 不可间断 只要持之以恒 必能见效 下面介绍一下 柔腹的成果 一腹部温热 如果您认真做了六七遍 会感到腹部很温暖 这正是内气汇聚的表现 二 胃肠蠕动有声 做了一段时间后 每次柔腹时 都会出现胃肠蠕动的感觉 甚至别人都能听到 您肚子鼓鼓响的声音 这正是内气汇聚后 运行通畅的表现 三 感到神经气爽 当您认真做完此功后 头会明显感到轻松无比 疲劳感也一下子消失了 因为柔腹能够使中胶气渐运 轻气上升 从而使人会感到神清气爽 四排素变 做完此功后 可能会出现大变黑臭 拉肚子 或是肚子疼等情况 不用担心 这属正常的练功效应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情况 正是内气汇聚功冲素级 排出胃肠毒素的表现 五面色红润 身强体壮 坚持练习此功 面色会变得越来越红润 有光泽 皮肤光洁细腻 身体也会变得很强壮 因为长期柔腹能够调整内分泌 使内脏血运丰富 内脏元气充盛 自然会面色红色 身体健康 值得强调的是 凡腹内患有恶性肿瘤 内脏出血 腹壁感染 以及妇女认身期间 均不宜练此功 五脏保健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 大量的医学事实证明 人的死亡90% 是因为五脏出了问题 五脏健康 才是人健康长寿的关键 如果不注意对五脏的保护 一切保健方法 皆会事倍功半 一 心脏保健法 心脏是人体的中心器官 中医认为 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也 心脏是否健康 对人体的健康与寿命 有直接的影响 心脏的生理功能 主要有主血脉 主神治两个方面 一 心主血脉的保健 心主血脉 可分为主血与主脉两个方面 且构成了体内一个 相对独立的系统 此系统的功能状况 对全身的生理功能 有直接的影响 心主血脉的保健 应从各个方面入手 但其基本出发点 是减轻心脏负担 增强心脏功能 医科学配膳 心脏饮食保健的基本要求是 营养丰富 清淡多样 提倡高蛋白 低脂肪 高维生素 低盐饮食 饮食过咸 会给心脏带来不利影响 素问 五脏生成天 曾说心脂和脉也 多食咸 则脉宁气而变色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 指出胃过于闲 大骨气劳 短肌 心气 低盐饮食 可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 否则会增加心脏负担 亦引起高血压等病 在饮食中 一适当食牛奶 瘦肉 植物蛋白之类 最好搭配吃些 具有降血之作用的食物 如大豆 蘑菇 大蒜 洋葱 茶叶 花生 山楂 生姜 海藻 酸牛奶 甲鱼 蜂黄姜 玉米油等 应少吃如蛋黄 猪脑 猪肝 蟹黄 鱼籽 奶油等高胆固醇的食物 饮食习惯提倡混合饮食 这样维生素与微量元素吸收比较广泛 维生素C B6 B12 B1 B2 以及猛 鎂 各等微量元素 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对预防动脉硬化很大的作用 总之 科学配膳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重大作用 下面介绍几款具有养歇安神功效的药膳 龙眼童子肌 童子肌一只 约重1000克 龙眼肉30克 做法 先将鸡洗净 放入废水中略微窜烫 捞出 然后放入拨货汤锅 加入龙眼 清水和佐料 上龙蒸一小时左右即可 龙枣珠心汤 龙眼肉20克 红枣15克 珠心一个 做法 将珠心剖开洗净 连同龙眼肉 红枣一同放入砂锅中 先用五火煮开 再改用温火煲一小时左右 放入佐料再烧煮即可食用 百合面 百合200克 面粉适量 做法 做法 将适量百合晒干 盐成细膜 将百合粉掺入面粉中 和面做成面条 饼等 煎 煮食制 玉珠莲子瘦肉汤 瘦猪肉500克 玉珠 百合个30克 莲子50克 干枣20克 做法 将玉珠 百合 莲子 红枣洗净 把猪瘦肉洗净 切快 并一起放入锅内 加入清水适量 先用五火煮沸后 再转纹火煮三小时 调味即可 干羊上抗型高血压减心剂 失眠者不宜饮用本汤 何欢花猪肝瘦肉汤 猪肝瘦肉各60克 何欢花30克 做法 将何欢花猪肝瘦肉洗净 切片 用调味料拌匀备用 把何欢花放入锅内 加入清水适量 用纹火煮沸十分钟 再放入猪肝瘦肉在煮沸 调味即可 本汤何欢花可改用鲜菊花 茉莉花 而且即暴饮 如果一次喝很多水或是饮料 会使血容量迅速增加 心脏负担会增大 所以 年糕或是心脏功能不佳者 由当注意 通常情况下 每次喝水 最好不要超过500毫升 一勺饮多次 三不一过多食用 具有刺激性的食物 刺激性食物 会增加心脏负担 因此应戒烟少酒 不宜饮大量浓茶 适量食用辣椒 胡椒等物 即食兴奋药物 如咖啡因 本饼案等 四控制体重 身体过于肥胖 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因此 青春期之后 应注意减少脂肪坠升 避免身体发胖 无卧具应适当 床头应比床尾适当高一些 枕头的高低要适度 这对心脏血液回流大有益处 心脏功能欠佳者 休息时可采取半卧室 这样可使心脏的负担减轻 二 心主神志的宝剑情志主 划分属于五脏 但总统于心 因此 心主神志的宝剑至关重要 一 情志平和 应保持七情平和 情绪乐观 避免过度的喜怒 忧愁等不良情绪 因为情志平和 则气血通畅 神明健忘 思考敏锐 对外界信息的反应 灵敏正常 相反 如果七情过急 则可致心神受伤 特别是暴怒 大喜 会直接影响心之神明 进而影响 其他脏腑的功能 当遇到重大事情时 头脑应保持冷静 既不可漫不经心 又无需操之过急 以保证稳定的心理状态 这样有利于心脏健康 二 环境事宜 良好的生活环境 与工作环境 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 每个人都无法脱离 社会而生活 人与社会的联系 不仅是物质的需求 也是精神的需要 生活在社会之中 要有良好的自我意识 承担与自己脑力 或是体力相适应的工作与学习 正确认识自己 正确对待别人 以及客观环境 要热爱生活 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保持稳定的情绪 二 肝脏保健法肝主输泻 肝藏血 肝脏能够调畅全身气肌 不仅是气肌升降出入的重要枢纽 又是筑藏血液 调节血量的重要器官 因此被称为重要的生命器官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肝脏有解毒与调节水液 激素平衡的作用 使人体最大的消化线与线体 为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枢纽 肝脏保健的饮食遗迹 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论述过 下面将从其他几个方面 介绍下肝脏的保健 一介怒防御 生气 情绪忧郁时 人体会分泌一种叫而查分案的物质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使血糖升高 脂肪酸分解加强 血液和肝细胞内的毒素相应增加 会导致肝脐欲结或肝火旺盛的病理变化 正所谓怒则伤肝 因此要学会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 做到心平气和 心胸豁达 碰到生气之事 多多关照自己 生气不超过三分钟 遇到不顺之事 可以向自己信赖的人倾吐 或听听音乐 适当运动以抒发肝气 这样有利于增强肝脏的输泄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生气时最好喝杯水 水能促进体内的油离脂肪酸排出 减小毒性 二 预防传染性肝炎 平时注意清洁卫生 拔好饮食卫生官 同时可服用预防药物 如板栏根 阴沉个二十克 金钱草十五克 浇三鲜 肝草个十克 大枣五枚 水煎服 一日一剂 服用七天即可 可有效预防假肝 三 不宜长期大量服用 损害肝脏的药物 如卢米纳类巴比托制剂 绿饼琴 雷米蜂 黄岸等 如因治疗需要 则应配合一些保肝药物 或是其他的保肝措施 以免损伤肝脏功能 四 剑肝锻炼 增强肝脏功能 剑肝锻炼的原则是动作缓慢 舒展 流畅 符合肝起绳发 畅达的特点 可练态极拳 一筋经 八段紧 气功等 另外 也可配合做简单一行的养肝保健锻炼法 具体做法是右侧卧将臀部略微抬高 缓慢坐腹式呼吸动作 连续做二十至三十分钟 每日做二至三次 有利于肝脏休息 还能防止肝脏下垂 三 脾胃保健法脾胃是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在养生与防病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中医学中所说的脾胃 指的是整个消化系统 脾胃的主要功能是消化吸收食物 保证水谷精微 及营养物质对机体的如润 为整个人体的生命活动提供能源与动力 所以 脾胃养生保健方法是注意饮食的调养 医养脾胃在饮食上应该注意三点 一既饮食不节 即即饥饱失常与饮食规律失常 二是饮食偏适 包括饮食有偏 寒热失疑 过量食用肥肝厚胃 及嗜酒无度等 三是饮食不节 在日常生活中 要防止饮食不讲卫生等不良习惯 值得强调的是 胃肠不适者 在饮食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进餐要讲究定时定量 少吃多餐 第二 避免吃粗粮 芹菜 韭菜 雪菜 竹笋 及肝果类等机械性刺激过强的食物 这类食物 亦使胃粘膜损伤 此外 化学性刺激过强食物 也不宜食用 如咖啡 浓茶 烈酒 浓肉汤等 这类食物会使胃酸分泌增加 刺激胃粘膜 二 几种简单有效的脾胃食疗方 山药一人粥 精米100克 一人20克 山药50克 同煮成粥 此粥可见脾胰气 色肠止蟹 适用于中老年人 因脾胃虚弱 所致食欲不振 大便堂蟹等 莲子嵌食粥 精米100克 补骨质5克 莲子嵌食各10克 同煮成粥 此粥有补肾固精 健脾益气的功效 深枣粥 精米100克 挡身10克 大枣10枚 同煮成粥 此粥尤其适用于 体虚气弱者食用 茯苓膏 面粉100克 茯苓10克 把茯苓洗净粉碎成粉末状 同面粉混合 加入适量白糖 发酵后 蒸高食用 有力水安神 健脾造湿的功效 适用于 阴脾虚有失所致的 食少纳呆 失眠多梦者食用 莲子猪肚汤 莲子20克 猪肚一个 少许胡椒 同煮成汤 此汤有益气补虚 温味健脾的功效 四 肺脏保健法中医认为 肺是五脏之滑钙 称为胶脏 是十分娇弱的脏气 外界环境的冷暖变化 以及各种致病细菌 都时刻影响着肺脏的健康 肺脏保健是预防疾病 增进健康 防老抗衰的重要环节 下面教您肺脏的保健方法 一 尽量避免吸入空气中的有毒气体 如 煤尘 棉纱纤维 二氧化锡 二氧化碳 氯气 甲醛 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等 如果这些有毒气体吸入过多的话 极易引发肺部病变 甚至全身病变 因此 要积极预防与控制空气污染 搞好环境卫生 多呼吸新鲜空气 值得一提的是 吸烟最伤肺 建议尽量少吸或是不吸烟 二积极参加运动锻炼 改善肺功能 如早晚在广场 公园等地散步 多呼吸新鲜的空气 练习做广播体操 呼吸体操 打打太极拳 练一练气功等 能够增强体质 提高心肺功能 另外 多练习用腹部呼吸 当吸气时 腹部会胀起来 呼气时 腹部会收缩 每次持续五至十分钟 能够增强隔肌 腹对 以及下胸肌活动 腹式呼吸 要比胸式呼吸 能吸入更多的氧气 从而改善肺功能 三 注意饮食一剂 饮食应以清淡为主 即食辛辣食物 饮食切勿过热过寒 特别是寒凉银冷 皇帝内经 早就有大饮则气腻 和行寒银冷则伤肺的明鉴 因此 在饮食上 一定要合理调射 千万不可贪凉银冷 建议多食 具有滋阴阳血 润肺作用的食物 如银耳 大枣 石榴 柑橘 肺子 萝卜等 五 肾脏保健法 我国传统医学认为 肾是人体内洋气的发源 因为肾主管的是 生殖机能 是生命活力的原动力 新一代生命的产生 是肾的生理机能活动的结果 同时 肾又是储藏营养精华的脏器 所谓肾藏精 指的就是 肾是机体营养的攻击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肾是生命的根本 一个人的身体是否健壮 与肾生理机能的强弱 有很大关系 医饮食保健 肾脏本身需要很多蛋白质与糖类 有利于肾脏健康的饮食 以选择高维生素 高蛋白 低胆固醇 低脂肪 低盐的食物 如豆制品 蘑菇 瘦肉 鱼类 冬瓜 绿豆 赤小豆 西瓜等 此外 适当吃一些碱性食物 能够缓和代谢性酸性产物的刺激 有益肾脏保健 既吃高胆固醇 高盐的食物 因为这类食物 会导致肾脏萎缩变性 亦产生肾动脉硬化 二剂 便宿 尿液 尿液中含有大量的细菌 正常情况下 膀胱内膜可抵抗细菌对人体的侵害 但长时间 憋尿会降低膀胱内膜的抵抗力 使细菌有机可乘 造成尿路感染 引发急性榜光炎 病菌经输尿管上行至肾瘀 会引起肾瘀肾炎 其症状表现为尿贫 尿痛 腰痛等症状 甚至尿毒症 三 慎用损害肾脏的药物 如巴比陀类 黄岸质剂 二氯化拱 多年菌素 四氯化碳 先锋酶素 心酶素 辉黄酶素 卡纳酶素 炼酶素等 这些药物对肾脏有损害作用 一慎用 体质学说 与养生体质 及肌体素质 受遗传 以及后天多种因素影响 体质反映了 肌体内阴阳运动形式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 是由脏腑的盛衰所决定的 并以气血为基础 体质往往决定着 肌体对某些致病因素的一感性 以及病变过程的倾向性 前人对体质的论述有很多种 在国外 迄今为止 已有三十多种体质类型学说 如古罗马医生盖伦 依据西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 将体质分为了胆质质 多血质 粘液质与抑郁质四种类型 胆质质的人性情急躁 动作迅猛 多血质的人性情活跃 动作灵敏 粘液质的人性情稳静 动作迟缓 抑郁质的人性情脆弱 动作迟钝 此学说在十七世纪之前 一直都被西方医学界奉为信条 近代著名科学家巴弗洛夫 通过对高等动物的研究 根据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特点 在行为中的表现将人分为四种类型 即兴奋型 活泼型 安静型 意义质型等 这四种类型与胆质质 多血质 粘液质 抑郁质相对应 此学说在西方医学界颇有影响 但是至今 国外医学对体质的各种分类学说 都无法直接指导临床治疗与养生长寿实践 唯有中医体质学说与医疗实践 养生长寿密切结合的 我国的医学 一直重视对体质的研究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中 就对体质学说进行了很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黄帝内经》可谓是中医体质学说的理论元首 《黄帝内经》从各个角度对人的体质做了很多的分类 比如灵书中的阴阳二十五人 以及通天就提出了两种体质的分类方法 在素问《易法方议论篇》里还曾指出 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因地域环境气候之差 居民生活习惯之意 故形成不同的体质 异患不同的疾病 这就要求治疗方法也要随之而变 后来的医学家在内经有关体质学说的基础上 蓄有发挥 比如朱丹西在《革制舆论》中说 凡人之行 长不及短 大不及小 肥不及瘦 人之色 白不及黑 嫩不及仓 薄不及厚 而况肥人多失 兽人多火 白者废弃虚 黑者甚不足 形色既疏 脏腑异役 外政虽同 制法迥别也 又如夜天使在《外感施恶》篇中说 无无失邪害人最广 如面色白者 需到顾其阳气 面色苍者 需要顾其今夜 强调了制法须顾与体质 人们的体质与养生保健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相同的治病条件 有的人会生病 而有的人却安然无恙 而且患病后 每个人的表现也很不相同 正如吴德汉在《伊里奇药》 锦囊绝后中说 要制异风为病者 表气速虚 异寒为病者 阳气速弱 异热为病者 阴气速衰 异伤使者 脾胃必亏 异劳伤者 中气必损 从而说明了 不良体质是发病的内因 体质决定着人体 对某些致病因素的一感性 这些学说 未因人设生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人们在实践中研究发现 体质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发育条件 外界环境 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影响 都可能会使体质发生改变 所以 拥有不良体质的人 可以通过有计划的 改变周围的环境 改善生活条件和饮食营养 以及加强身体锻炼等 积极的养生措施 提高自身对疾病的抵抗力 纠正其体质上的偏颇 从而达到趋病抗老的目的 体质差异形成的原因和分类 体质差异是机体内外环境 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 体质差异形成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地理环境因素 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 因受不同气候类型 水土性质 以及生活条件的影响 使不同地区人的体质有所差异 现代环境地质学研究也证明 在地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地壳表面元素分布的 不均衡性 这在某些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各地区 人类的发育 形成了人类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先天因素 即丙父 先天丙父就是指父母先天的遗传 和婴儿在母体中的发育营养状况 根据现代生物学的解释 遗传是由染色体传给后代的 父母可以通过染色体 将自己的强弱肥瘦和性格的类型 遗传给后代 使后代也可出现 与父母类似的体型和性格 总之 形体始于父母 体质是从先天丙父而来 所以父母的体质特征 往往能对后代产生一定的影响 性别因素 灵书 五阴五味 曾提出妇人之声 有于于气 不足于血的论点 概括性地说明了妇女的体质特点 中医认为 男子以气为重 而女子以血为先 女子由于有经期 怀孕 生产的特点 所以体质是不同于男子的 年龄因素 体质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发生变化 因为人体的结构 机能 以及新陈代谢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的 老年人之所以急易生病 就是由体质因素决定的 正如灵书 营卫生会中所说 老者支气血衰 其肌肉枯 气倒色 精神因素 强烈的精神刺激 可直接损伤人的机体结构 使健康体质的基础发生动摇 抑郁的精神状态 会促使某些疾病较早发生 使人提前衰老 精神创伤 可引起机体阴阳气血失调 改变体质 现代医学研究 也表明 精神因素 能够影响 机体的免疫状态 临床上常见 有些病人知道 患癌症之后 其精神十分维靡 而加速了死亡 饮食营养因素 体质不仅与先天享福有关 而且还依赖于 后天水谷的滋养 水谷是人体 不断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 但营养不当 也会引起人体发病 此外 体质形成的差异 还与体育锻炼因素 社会因素 疾病因素等有关 如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 因此 情质 劳逸也各不相同 物质生活也有优劣之分 从而导致了不同的体质特征 中医学对人体体质所做的分类 在皇帝内经时代 主要有以下几种 阴阳五行分类 灵书 阴阳二十五人 依据人的肤色 体型 情感反应 认识能力 性格静躁 意志强弱 以及对季节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差异 把体质分为金 木 水 火 土五大类型 之后 又依据五音的太少 与左右手足三阳经 气血多少反映在四肢 头面的生理特征 把每一类型又细分为五类 一共是二十五行 通称为阴阳二十五人 阴阳之气的多少分类 灵书 通天 根据人体先天禀赋的阴阳之气的多少 将人分为喜静的太阴形 少阴形 好动的太阳形 少阳形 以及动静适中的阴阳和平形 秉性勇切分类 灵书 论勇 依据人体脏气有强弱之别 秉性也有勇切之意 在结合体态与生理特征 将体质分为二类 疾心胆肝的功能旺盛 心体强壮者为勇敢之人 而心肝胆功能衰减 体质潺弱者多为怯弱之人 体型肥瘦分类 灵书 逆顺肥瘦 把人分为肥人 瘦人与肥瘦适中人三类 灵书 胃气失常 又把肥人分为高型 肉型 脂型三种 并对每一类型人体质强弱 气血多少 以及生理上的差别 都做了十分详细的描述 因为人到了中老年之后 形体容易变肥 因此 本法可以说是关于老年人体质的最早的分行方法 随着中医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 为了与临床辩证用药更好的相结合 现代中医将人体分为正常体质与不良体质两大类 主要是根据人体先天秉赋的阴阳气血 今夜的虚实胜衰 正常体质 即体力强壮 绵食均佳 二变通调 面色润泽 迈向正常 无明显的阴阳气血 偏盛或偏衰倾向者 相反 有明显的阴虚 阳虚 气虚 血虚 弹湿 血瘀 气欲等倾向的属于不良体质 此分类方法又可称之为 实用体质分类法 不良体质的养生 这里着重介绍阴虚 阳虚 气虚 血虚 痰 血瘀 血瘀 气欲等不良体质的养生方法 至于阴阳气血平调的体质 则应根据性别 年龄 职业等不同 采用不同的养生法 不必过多考虑体质的问题 B 阴虚体质阴虚 止机体的精 血 精液等 阴液不足 由于阴液的亏虚 一方面出现阴液的乳氧 滋润 宁静的功能减退 另一方面 阴虚不能制约阳气的生动 阳气相对抗盛 从而形成虚而有热的阴虚内热 阴虚阳亢亢的状态 阴虚体质的特点为 形体消瘦 面色潮红 面部常有燥热感 口罩烟干 心中食烦 手足心热 少眠 大便干燥或便秘 小便少而尿黄 春夏季节一出现不适 喜欢吃冷眼 一旦患病 则上述诸症更加明显 肺阴虚者 伴有肝壳少痰 潮热到汗 心阴虚者 出现心悸健忘 失眠多梦 肾虚者 腰酸背痛 眩晕而明 男子一经 女子月经量少 肝脏虚者 出现肋痛 事物昏化 阴虚体质者 养生关键在于 补阴清热 以滋养肝肾二脏为重点 其养生方法 有以下几种 一精神调养 阴虚体质的人 性格多急躁 常常常心烦意怒 这是阴虚火旺 火扰神明的缘故 所以应遵循 皇帝内经中 甜诞虚无 精神内守的养神大法 平时在工作中 对非原则性问题 少与人争 以减少动怒次数 要少参加争胜负的文娱活动 二环境调摄 此种人形多瘦小 而受人多火 长手足心热 口烟干燥 微热喜凉 喜欢过冬寒的季节 下热则会感觉难受 所以在炎热的夏季 应注意避暑 三饮食调养 饮食应清淡些 不要吃一些肥腻厚味 燥烈制品 可多食用些芝麻 蜂蜜 乳品 甘蔗 糯米 海参 鱼类等清淡食物 少吃那些葱 姜 蒜 酒 蟹 椒等辛辣食物 这里介绍两个十分适合 因虚体制者食用的饮食庙方 其一 海参粥 取海参15克 大米60克 适量的葱 姜末 将海参用温水泡发后 洗净切成小块 大米洗净 倒入锅中加入海参 葱 姜末 盐挤水 熬成粥即可 其功效是 滋阴养血 倾泻虚火 其二 淡菜一人墨鱼汤 取干墨鱼100克 淡菜60克 一人30克 猪瘦肉100克 枸杞15克 将墨鱼泡软 洗净 连其内壳切成四至五段 淡菜浸软后 洗净 猪瘦肉也洗净切块 把三者一起入砂锅 加清水适量 大火煮沸后 闻火煮三小时 最后调味即可 四 节制性欲 因为精属阴 阴虚者要注意护阴 而性生活太过可伤精 所以应节制性生活 五 药物治疗 心阴虚者 一服天王补心丸 肺阴虚者 一服百合固金汤 肾阴虚者 一服六位地皇丸 肝阴虚者 一服一贯间 其他自阴生金中药女真子 山珠鱼 汗莲子 也可选用 二 阳虚体制阳虚 致机体的阳气虚损 或阳气的温序 推动 气化等机能减退 气 血 金叶等运行迟缓 机体呈现一派 寒相和衰弱的病理状态 形成阳气偏衰的主要原因有 先天禀赋不足 或后天饮食施养 或劳累过度而内伤 或久病损伤阳气等 阳虚体制的特点为 形体白胖 或面色苍白 无光泽 平素怕寒洗暖 四肢倦怠 小便清肠 大便食息 急易出汗 唇色淡 蛇色淡红 蛇苔白滑 其人患病 则亦从寒化 可见胃寒全卧 四肢觉冷 或腹中不断坐痛 喜温喜暗 或身面腹肿 小便不利 或腰背冷痛 下立清股 男性亦发生阳尾滑精 女性因公寒意不孕 或胸背彻痛 可喘心计 或夜尿频多 小便失禁 阳虚体制的人 关键在补阳 去阳法寒 温补皮肾 五脏之中 肾是一身的阳气之根 脾为阳气生化之源 所以当着重补肾皮 其养生方法 有以下几种 一 精神调养 皇帝内经中说 肝气虚择恐 意思是肝脏功能差的人 容易恐惧 又指出心气虚择悲 这是说心脏功能低下的人 在精神上常常有悲哀的情绪 中医认为 阳虚是气虚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阳气不足者 常表现出情绪不佳 易于悲哀 因此必须加强精神调养 要善于调节自己的情感 消除忧悲 惊恐等不良情绪的影响 二 环境调摄 此种体质的人 多身体寒冷 怕寒息暖 耐春夏不耐秋冬 所以阳虚体质者 应特别重视环境调摄 提高自身抵抗力 有人指出 若在夏季进行 二十至三十四日光寓 每次十五至二十分钟 所得的紫外线 将能使用一年 对于年老及体弱之人 夏季不要在外露宿 不要让电风扇直吹 也不要在树荫下停留过久 三运动锻炼 因为动则生阳 春夏秋冬 每天运动一至二次 具体项目因体力而定 耐寒锻炼 最好从夏天开始 要循序渐进 持之以恒 适宜的运动方式有 散步 慢跑 太极拳 五擎系等项目 日光浴 空气浴 是不可缺少的强壮胃阳之法 四饮食调养 多时有壮阳作用的食品 如鹿肉 羊肉 狗肉 鸡肉 根据春夏养阳的法则 夏日三幅 每幅可食羊肉父子汤一次 配合天地阳望之时 以壮人体的阳气 五药物治疗 偏心阳虚者 以用贵之家父子汤 偏提阳虚者 玄理中汤 偏肾阳虚者 以服金贵肾气碗 三 气虚体质气虚 指人体气的衰少 及其功能减弱 从而引起脏腑 经络等功能活动衰退 抗病能力低下的病理变化 气虚体质的特点为 形体消瘦或偏胖 体卷乏力 面色苍白 余生低切 容易出汗 且运动则更甚 心计时少 舌弹 舌苔发白 脉虚弱 是其基本特征 一旦患病 则朱症加重 或伴有气短懒炎 可喘无力 或时少负账 大便堂蟹 或心计征充 精神疲惫 或腰西酸软 小便次数多 男子滑精早蟹 女子则会白带清晰 气虚体质的人 关键在于补气氧气 因肺主一身之气 肾脏元气 脾胃为气生化之源 因此脾胃肺 肾皆当温补 其养生方法 有以下几种 一 运动锻炼 气虚体质的人 适合散步 慢跑 及舞蹈等运动 运动量 已开始运动时较小 以后逐渐加大为目标 也是一练八段锦 五琴细 养生太极拳等 中医养生功 二饮食调养 一吃肝温补气的食物 如精米 糯米 小米等古物 都有养胃器的功效 黄米 大麦 山药 鲜米 油麦 马铃薯 大枣 胡萝卜 香菇 豆腐 鸡肉 鹅肉 兔肉 鞍唇 牛肉 狗肉 青鱼 鲑鱼等食物 也有补气 减脾胃的功效 若气虚肾 当选用 人参莲肉汤补养 人参莲肉汤的原料 有白人参10克 莲子10枚 冰糖30克 其制作方法是 先将洗干净的白人参 莲子 去心 放在碗内 加适量的水发泡 再加入冰糖 再将碗放入蒸锅内 隔水蒸炖一小时 食用时 喝汤 吃莲肉 人参可连续使用三次 次日可以再加莲子 冰糖 和适量的水 如浅法 蒸炖和服用 到第三次时 可连同人参一起食用 其功效是 补气一皮 对气虚体质的人 很有益处 三药物养生 具有补气功能的中药 有人参 党参 黄芪 白贬豆等 用这些中药 和具有补气功能的食物 做成药膳 如党参黄芪鸡 常吃可以促使身体正气的生长 平素气虚之人 以肠腐 金贵 属于丸 脾气虚 以选 参灵白煮散 肺气虚 以选 补肺汤 肾气虚 多腐 肾气丸 四 血虚体质 血虚 脂脏腑 经脉 由于血液亏虚 祸血的乳氧功能减退而呈现的病理状态 中医认为 血虚的成因 有脾胃虚弱 各类极慢性失血 导致血液耗损 肠道寄生虫 引发血液耗损 以及思虑过度 而造成阴血暗耗等 血虚体质的特点为 面色苍白 没有光泽或尾黄 纯色蛋白 头晕眼花 心肌失眠 手足发麻 脉搏系而无力 血虚症 多见于肝 心急患 因此 补血养肝 和补血养心 因为血虚体质者的主要养生原则 另外 补血要注意健脾与益肾 气能生泻 故补血应兼以益气 以达到补气生血的目的 其养生方法有以下几种 依精神调养 血虚的人 时常感到精神不振 失眠 健忘 注意力不集中 因此应振奋精神 当烦闷不安 情绪不佳的时候 可以欣赏一下音乐 戏 戏剧等 观赏一场幽默的相声或哑剧 能使精神振奋 二 劳西调射 要谨防九世伤血 中医认为目得血而能是 如果长时间看书 看报 或看电视 不仅会使眼睛的视觉功能受到损伤 还会使本来就不充足的血更虚 所以 用眼在一个小时左右 就应当适当活动一下 放松眼部肌肉 以避免眼睛的疲劳 不可劳心过度 人的血液循环与心有关 大脑的血液靠心脏源源不断供给 如果思虑过度 就会耗伤心血 因此老年人 尤其血须体质的老年人 不要过度用脑 若感到大脑疲劳 就要调节一下 可以观赏风景或欣赏鸟语花香 使人心情愉悦 就能很快消除脑的疲劳 三饮食调养 血须体质者应注意摄取高铁 高蛋白和高维生素饮食 可常食丧堪 荔枝 松子 黑木耳 菠菜 胡萝卜 羊肉 牛肝 羊肝 猪肉 甲鱼 海参 平鱼等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均有补血养血的作用 四药物养生 血须者使用药物养生重点在于补血调血 常用的补血中药 有淑地皇 当归 恶骄 合手屋 白韶 枸杞子 鸡血藤 白子仁 甘草 五味子 黄芪 人参 党参 细阳参 鹿绒 紫和车 五 弹尸体质弹尸 亦称为持冷质 大多由于饮食不当或者疾病困扰而导致 弹尸人体筋液的异常激流是病理性的产物 尸分为内尸和外尸 内尸指消化系统运作是以对水在体内的流动失控 从而导致筋液停聚 或由于饮食水分过多而导致体内筋液停聚 外尸指空气潮湿 环境潮湿等 外在湿气会因侵犯人体而致病 弹尸体质的特点为 形体肥胖 适时肥肝 神圈 适睡 懒动 精神不振 口中黏腻或变糖 一旦生病 则胸婉沉闷 多发咳嗽 哮喘 弹多 或食少 恶心呕吐 大便唐蟹或四肢浮肿 暗之凹陷 小便不利或浑浊 或头晕目眩 关节疼痛 肌肤麻木不仁 或妇女白带过多 弹尸体质者的胆固醇 甘油三脂 极低密度质蛋白 血糖显著高于非弹尸体质者 在养生方法上应多注意在 平时调整自己的生活 改变一些不良习惯 加强运动 其养生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环境调摄 不宜居住在潮湿的环境里 在阴雨季节 要注意避免失邪的侵袭 二运动锻炼 贪食体质者 多是形体肥胖的人 身体容易疲劳 所以应长期坚持体育锻炼 如散步 慢跑 游泳 舞琴戏 以及各种舞蹈 均可选择 活动量应逐渐增大 让疏松的皮肉逐渐转变成结实 质密的肌肉 气功方面 以练习保健功 动装功 长寿功为仪 加强运气的功法 三饮食调养 少食肥肝后味 不宜多饮酒 且不宜吃的过饱 要多吃些蔬菜 水果 特别是一些具有健脾力施 化痰驱痰的食物 如白萝卜 笔杞 扁豆 伊米 红小豆 蚕豆 紫菜 海蛇 白果 大枣 洋葱 琵琶 包菜等 四药物养生 痰尸体质者 与肺皮肾三脏关系最为密切 所以重点在于调补肺皮肾三脏 若因肺湿宣降 夜聚生痰者 可通过宣肺化痰的药物进行调养 如二臣汤 若因皮不渐韵 失聚成痰者 可通过剑皮化痰的药物进行调养 如六居子汤 或香沙六君子汤 若肾需不能治水 水饭为痰者 当温阳化痰 如金贵肾气丸 六 血瘀体质血瘀 指血液巡航迟缓 和不流畅的一种病理状态 气血论 是血液巡航受到阻碍所导致 血瘀体质的特点为 头发容易脱落 面色绘质 眼牙暗黑 上下眼瞼也橙子黑色 口唇色暗 蛇子暗或有淤点 脉细色或结黛 皮肤灰暗 没有光色 肤质粗糙 有皮屑 干燥 甚至如鱼鳞 手指甲或脚指甲增后变硬 稍轻的人指甲面高低不平 有条状或点状白色花纹 如果上述病症加重 可有头部 胸 小腹 以及四肢等处刺痛 口唇轻子 或有出血倾向 吐血 便黑等症状 或腹内有正甲肌块 妇女精壁 痛经等症状 血瘀体质者的病因 与气血瘀制有关 气血一旦瘀制 既可能化寒 也可能化热 甚至痰瘀 相杂为患 养生根本之法 在于活血化瘀 最好能注意调整自身气血 吃一些活血类型的食物或补药 多做有利于心脏血脉的运动 调整自身心理状态 保持身体核心里的健康 血瘀体质者的养生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 医精神调养 血瘀体质者 在精神调养上 要注意培养乐观的情绪 精神愉快 则气血合唱 血液流通 有利于血瘀体质的改善 反之 苦闷 忧郁 则可加重血瘀倾向 保持心情的舒适顺畅 对血瘀体质者的身体 有十分重要的益处 二运动锻炼 多做有益于心脏血脉的活动 如各种太极拳 八段节 舞蹈 动装工 内养操 长寿工 保健按摩术 主要以全身各部都能活动 助气血运行为原则 三饮食调养 可常吃桃仁 油菜 瓷菇 黑大豆等具有活血趋于作用的食物 酒可少量长饮 可适当地多吃点醋 也可常喝一些如山植粥 花生粥等助消化的粥 利于身体健康 四药物养生 可选用活血养血之品 如帝皇 单身 当归 川胸 地鱼 五家皮 续断 充胃子等 七 气域体质 气域 只由于情质不舒 气肌欲结所导致的一种病理状态 气域体质的特点为 形体消瘦或偏胖 面色苍暗或伪黄 平时性情急躁易怒 易于激动 或忧郁寡欢 胸闷不舒畅 舌淡红 胎白 卖闲 一旦生病 则胸内胀痛或窜痛 有时乳房小腹胀痛 月经不调 痛经 或景象引流 或咽中耿阻 如有异物 或胃腕胀痛 饭吐酸水 或体内之气上冲逆行 头痛眩晕 气域在先 欲致为本 故疏通气肌为 气域体质者的养生原则 气域体质者的养生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 依情质吊涉 此种人的性格多内向 缺乏与外界的沟通 神情常处于抑郁状态 根据内经 喜圣忧的原则 应积极主动地寻求快乐 多参加些社会活动 集体文娱活动 常看喜剧 滑稽剧 听相声 以及富有鼓励和激励意义的电影 不要看悲剧 苦剧 多听清快 明朗 积乐的音乐 以提高情志 多读积极的 鼓励的 富有乐趣的 展现美好生活前景的书籍 以培养开朗 豁达的意识 在名利上不计较得失 胸襟开阔 知足常乐 二环境调摄 甘其欲解者的居士 应保持安静 禁止喧哗 光线一暗 避免强烈光线刺激 心肾因虚者的居士 一清静 室内温度一适中 注意劳逸结合 早睡早起 保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三运动锻炼 应多参加体育锻炼 及旅游活动 因为体育和旅游活动 均能运动身体 流通气血 既欣赏了自然美景 调节了精神 呼吸了新鲜空气 又能沐浴阳光 增强自身的体质 气功方面 适合做强壮功 保健功 动装功 着重锻炼 呼吐那功法 以开导预制 四饮食调养 可少量饮酒 以活动血脉 提高情绪 多食一些能行器的食物 如佛手 橙子 桥脉 桥脉 酒菜 干皮 茴香菜 高粱皮 刀豆 大蒜 火腿 香圆等 五药物养生 常用以香腹 川冻子 乌药 青皮 小茴香 浴巾等 输干礼器解育的药为主组成的方剂 如月居丸等 若气欲引起血淤 当配舞活血化鱼药 防氏养生 防氏养生的重要性 防氏养生 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性保健 它是一门古老而又称得上新颖的学科 说它古老 是因为这门学科从人类起源时就已经有了萌芽 并一直缓缓发展着 说它新颖 是因为它在近代才开始真正得到医学界与养生学界的重视 中国古代对于防氏保健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但因为受到古代封建礼教的重重约束 尤其是宋代以后成诸礼学存天理 灭人欲的观念的统治下 使得人们将性知识看作是会淫败俗 不懈称道的一门学问 所以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 性保健教育始终是隐秘的 难以公开进行 以至于很多人存在较多误区 这种情况应该予以改变 人的生长发育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也就是自然生长过程以及社会化过程 人的性活动并不单纯的个人问题 而且也是具有社会性的严肃问题 因为性活动必然要与婚姻 生育相挂钩 生育也就自然而然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所以性保健也是一种社会的必然需要 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关于性的思潮 这其中良有不齐 有很多都是对于人们乃至社会都不利的思想 而且近年来性病 艾滋病发病率明显增高 也值得我们警醒 所以即使到了今天 性教育以及防止养生知识 依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尤其是对于青少年人 合理处理两性关系 避免误入歧途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对于成年人而言 防止养生对于婚姻和谐 以及保证健康长寿也有着重要作用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防止活动也同样体现了阴阳的整体观念 早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 时问当中就有了如下记载 遥问顺曰 天下赎为贵 顺曰 圣为贵 遥曰 至生奈何 顺曰 审乎阴阳 古人用阴阳的辩证思想 看待自然界的种种变化 用阴阳来剖析自身 东方哲学将男女 阴阳 天地 看作是一体 阴阳之道 也是男女性生活的真髓与核心 这一基本理论 以及法则是研究人类生活的一大重点内容 孔子提出 男女关系为人伦之始 五代之机 孟子 告子 指出实色 性也 礼记 礼韵 也有饮食男女 人之大玉存烟的记载 保存自己以及繁衍种族是生物的两大重要使命 人类能够繁衍不息 繁荣昌盛都是依靠男女阴阳规律 我国古代道家非常重视养生 也相当重视阴阳之道的研究 而且将其作为主要修炼方法之一 目的在于 宝经 智气 还经 博恼 元代养生家李鹏飞在 三元严寿参赞书中指出 男女居士 人之大伦 独阳不生 独阴不成 人道有不可费者 因此 房事生活合乎自然之道 乃是养生严寿的重要内容 也是健康长寿的主要基础之一 也是人类正常生理需求 以及种族延续的客观需求 截至房事的重要意义 房事虽然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 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是不等于房事可以百无禁忌 率行而为 自古就有欲不可纵的观点 这是中医养生学当中最基本 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原则 这里的欲 只带的是人的一切欲望 也包括性欲在内 古往今来 人们对性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 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以及流派 分别是 纵欲 禁欲 节欲 现在普遍认为 纵欲与禁欲都走上了极端 对于身体均有较大害处 而节欲 则是辩证性的看待性生活 要求要适度而有节制 对于人体有着重要的养生意义 就像古人所说的防中之士 能生人 能杀人 譬如水火 知用者 可以养生 不能用之者 立刻施以 也旨在告诫世人 防事不可缺少 但必须有所节制 一 节欲宝经的意义 节欲宝经 可以说是节欲的主要原则 也是养生 抗衰老的关键环节之一 这在古代医学典籍当中相当常见 例如 素问 上古天真论篇就提出 罪已入房 以欲节其精 以耗散其真 不知耻满 不识欲神 悟快其心 逆于生乐 起居无节 故半百而衰也 养性严命路指出 壮而生色有节者 强而受 金贵要略认为 房氏物令劫乏 不宜行体有衰 病则无由 入其凑理 著名养生家孙思淼也认为 人年四十以下 多有放字 四十以上 即断绝乏力 亦是衰退 衰退既致 重病风起 所以善赦生者 凡觉阳氏折胜 必谨而易之 不可纵心结义 以自贼也 肾脏为人体先天之本 肾经保持充足 则五脏六腑皆旺 免疫力强 身强体壮 因而能够健康长寿 相反的 如果肾经匮乏 则五脏过早虚衰 多病而易早腰 节育宝经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 尤为重要 孙思淼认为 四十以上 常故经养器不好 可以不老 六十者必经诬陷 若一度智德 则一度火灭 一度增油 若不能智 纵情失泄 即使高火将灭 更去其油 可不深自防 从国内外的 长寿老人调查状况来看 其中多数老人 对于性生活 都有着严格的控制 与一定的规律 也证明了 节育宝经 对于健康长寿 确实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 同时 节育宝经 对于优生 也是有帮助的 能够在极大程度上 保证生下孩子的健康与聪明 孙思淼提出 太产之道 使求于子 求子之法 男子贵在清心寡欲 以养其精 女子应凭心定制 以养其谢 明代一家万全也认为 男子以精为主 女子以血为主 阳精一泻而不结 阴血时下而不牵 阴阳交唱 精血和宁 胚胎结合 而生育滋矣 明代张景月也认为 凡寡欲而得之男女 贵而受 多欲而得之男女 卓而妖 总而言之 节育宝经 不但有助于健康长寿 而且也是忧生忧欲的重要保证 二 房事不节 对健康的影响 房事不节 有着双重含义 第一指的是 没有节制 纵欲过度 第二指的是 不懂房事的遗迹 不注重房事保养 中医向来将房事不节 牢卷内伤 作为引发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 苍公传 记载了二十五个病例 其中病因与房事不节有关的 就占到了八例 由于诗经过度 或方法不对 违背的禁忌 必然会导致精气耗伤 正气亏虚 导致百病丛生 三元言寿参赞书 一书指出 欲多则损经 可保者命 可惜者身 可重者经 肝经不顾 目眩无光 肺经不交 肌肉消瘦 肾经不顾 神气减少 脾经不肩 齿发浮落 若耗散 真经不已 疾病随生 死亡随至 在现实生活中 防劳过度之人 往往感到腰膝酸软 头晕耳鸣 健忘无力 面色晦暗 小便贫术 男子出现阳尾 一经 华经 女子则会月经不调 宫冷待下等 防事不节 能够直接或间接引发某些疾病 导致疾病反复发作 使得病情进一步加重 常有冠心病 高血压性心脏病 风心病 肺结核 慢性肝炎 慢性肾炎等疾病患者 在接受治疗后 症状已经基本消失 却由于防事不节 或频繁已经导致病情复发 而且病情可能进一步加重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 湿经过多 会导致雄性 雌性激素 均出现亏损 人体免疫机能减退 组织蛋白形成能力降低 血液循环不畅 内分泌失调 代谢率下降等 不但引发身体虚弱 而且容易导致疾病 在封建社会当中 历代皇帝与王公大臣 都是妻妾成群 生活极为放荡 防劳过度 所以尽管每天山珍海味 养尊处优 但大多寿命不长 晚年恶极缠身 甚至过早妖亡 依据统计 中国古代的皇帝 尽管锦衣玉食 但平均寿命只有39岁 这与皇帝大多纵于无度 有直接关系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 经验当中含有大量前列腺素 蛋白质 心等对人体很重要的物质 性生活过多频繁 会丢失大量性命攸关的重要元素 有可能使身体多个器官系统 出现病理变化而加速衰老 此外 精子与性激素主要由高丸产生 由脑垂体调节 适经过多 会导致脑垂体前夜的功能降低 抑制其调节功能与分泌 同时也加重了高丸负担 严重者甚至导致高丸萎缩 进而加速衰老的过程 这充分说明了古代纵与催人老 防劳促短命的观念是有科学道理的 防饰保健的原则与方法 防饰保健应该从年轻时就开始重视起来 坚持到老年 必须始终如一 历代养生家与医家对此都有很多论述 概括起来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刑防要讲究卫生 许多疾病都是由于男女刑防时 没有注重卫生而引发的 例如容易引发的妇科病 有月经不调、鼻经、慢性宫颈炎 感染性阴道炎、子宫内膜炎 阴道粘膜溃疡等 引发的难科疾病 有尿珠瘤、急性前列腺炎 尿道低虫病、泌尿系感染、阳尾等 因此注重刑防卫生 对于防病保健是相当重要的 男女双方都应该养成在睡前 清洗外因的习惯 因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其外因均为脏无纳垢场所 污垢当中含有大量细菌 必须注意清洗外因 男性还要尤其注意清洗包皮内垢 假如条件允许 在刑防以后也应该清洗一下 女性最好小便一次 有冲刷外因的效果 这对于预防新婚期的蜜月病 有积极作用 睡前清洗外因 不但有助预防复刻疾病 并且对促进男性生殖器的正常机能 提高防湿质量也都有好处 二 行防要适度适度 也就是不要自其情欲 毫无节制 古代养生家提出男女房室 实质上就是交换阴阳之气 故本培缘 唯有行之有度 才能对双方有益 马王对汉木出土的主简 识问中 提到了房室影响受邀 其基本含义为 性生活如果能遵守一定法度 做到心安不放纵 行器相和谐 宝经全神 避免元经法节 这样一来体虚之人能够逐渐充盈 身体强壮的人能够更加见识 老年人也可因此长寿 防湿有度也就是解决一个频率与次数的问题 淡度并非一个绝对的概念 宿女经认为 人年二十者四日一谢 年三十者八日一谢 年四十者十六日一谢 年五十者二十一日一谢 年六十者 即当必经 悟赴更谢也 若体力由壮者 一跃一谢 凡人气力自相有强盛过人者 亦不可亦人 久而不屑 致庸居 若年过六十而有数寻不得交接 意中平平者可必经诬陷也 古人提出在不同的季节里 防湿的频率也不同 应该遵循春二 夏三 秋一 冬无的原则 也就是春天每月二次 夏天每月三次 秋天每月一次 冬天应该尽量避免防湿 孙思苗还指出 人年四十以下 多有放字 如果不注意节制 备利刑防 不过半年 精髓枯竭 违向死尽 少年急需甚至 古人的这些论断 直到今天 依然有借鉴意义 现代医学提出 刑防次数制度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与限制 应该根据个体差异 以及年龄 体质 职业等不同的情况 进行灵活把握 区别对待 处于新婚初期 或夫妻久别重逢的最开始几天 刑防次数通常较为频繁 而经常生活在一起的青壮年夫妇 每周一至二次正常房事 一般不会影响到健康 刑防适度 一般以第二天不会感到疲劳维度 感到身心舒适 精神愉悦 工作效率较高 假如出现腰酸背痛 疲乏无力 工作效率下降 说明有一定程度的纵欲过度 应当调整节制 对于青壮年而言 房事必须要有所节制 不可以放纵 对于老年人而言 更应该严格限制次数为宜 三 晚婚少育 中国古代养生家都认为 育不可早 寿氏宝园认为 男子破阳太早 则伤其精气 女子破阴太早 则伤其血脉 所以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人 不要禁欲 三元言寿参赞书 提出经未通儿育女 以通其经 则无体有不满之处 一日有男壮之急 未及之女天鬼 使至已尽难色 因其早泻 未亡而伤 这说明 早遇会严重影响到身体发育 危及健康 因此 古代养生家 很早就提出了晚婚的主张 太定养生主论认为 古法以男三时而婚 女二时而嫁 又当观其血色强弱而易扬之 查其秉性纯离而全辨之 则无旷夫怨女过时之债也 由此可见 不但应该晚婚 而且还应该查找是否阻碍晚欲的疾病 再做出决定 这些观点与现代医学是保持一致的 从现代生理学的观点来看 人体骨骼的钙化过程大体上 要到二十三至二十五周岁 才能彻底完成 唯有等到全身都已经发育成熟后 婚育才适宜进行 晚婚也就必然晚育 不但如此 还应该提倡少育 孙思苗在千金方中指出 自育太早 或同如而善气 生子于痴 多病短受 由此可以看出早婚早育 不但会耗损男女自身精血 损害到负一倍的身体健康 而且还会为子一倍带来灾难 胎孕生育会耗伤大量的精血 所以产妇在产后 正气还未恢复 短期内不可以再孕 否则会严重耗精伤肾 可以诱发多种疾病 不但母体健康大受影响 而且胎儿也大多先天不足 当然晚婚晚育虽然值得提倡 但也不是越晚越好 应该依据人体的生理特点来决定 素问 上古天真论篇指出女子四七 筋骨肩 发长疾 身体胜壮 胀腹 四八 筋骨龙胜 肌肉满壮 也即使女子在二十八岁左右 男子在三十二岁左右 将会是一生当中 肾气最为旺盛的时期 也是生育的最佳阶段 在参考现代医学的研究 女性生育的最佳时期 在二十一至二十八岁之间 男性生育的最佳时期 在二十四至三十二岁之间 在此时期 生育子女能够较好的 避免后代出现智力缺陷 畸形等不良后果 进而保证下一代能够聪明 健康 长寿 这样对于家庭和社会 都有好处 四 提倡毒素 古代养生家将夫妻毒素 作为节制方式与养生保健的 重要方法之一 孙思秒在 千金一方当中 引用彭祖的话 上是别床 中是一辈 服药白果 不如毒卧 孙真人养生明 认为 秋冬顾阳市 毒卧是守真 古人举的毒卧 能够让人心神安宁 耳目不染 容易控制住情欲 有助于房室保健 所以民间也有 中年一辈 老年一床的说法 防劳伤损肾脏 确实存在 特别是部分年轻人 不懂得房室保健方法 在婚后过度纵欲 导致体弱肾亏 未老先衰 所以 青壮年情欲旺盛 难以克制者 可以采用本法 老年纵欲者 会导致疾病缠身 很少有人能够长寿 因此 一家照现可在 寡欲论当中 要求老年人 应该极远防围 绝世欲 一些患有慢性疾病 处于康复期的患者 也是以采用 毒卧养生法 戒断防止 调养精血 以便于早日康复 强肾保健功法 肾气充足 性功能才能正常 能够有效保持身心健康 强肾保健方法 是多种多样的 如饮食 药物 按摩 针灸 气功等都可以起到不同的保健作用 依据不同的情况 选择相应适宜的保健方法 都能够起到良好效果 以下来介绍几种简便异形 效果显著 没有偏差的方法 只需坚持锻炼 长期坚持 就能够达到强慎保经 一手延年的目的 一 扣持燕金西周法 每日清晨起床以后 扣持一百次 随后舌田上鳄语舌下 齿吟 等到今夜满口 分数次燕下 赶到胸膛发热 并一送热力到丹田 西周也就是收缩肛门 吸气时收紧肛门 呼气时放松身体 一收一松算尾一次 连续进行五十次 此法具有滋阴除火 固齿一惊 补肾撞腰的功效 还可以防止性功能减退 二 按摩下肢涌拳法坐下 将双手搓热以后 两手掌分别紧贴住脚面 从指根处沿着怀关节 到达三阴胶一线 进行往返摩擦 持续二十至三十次 随后用手掌分别对涌拳靴 揉搓一百次 摩擦过程中 注意一手涌拳靴 手势应该有节奏感 本法能够交通心肾 引火归原 对心肾不交导致的失眠 一经等证 均有较好防治效果 三 双掌摩腰法取座位 两手掌贴在背后的肾余穴 终止按在命门穴上 一手命门 双掌从上到下 进行四十至一百次摩擦 使得局部感到温热感 此法具有温慎射精的功效 对于男子一经 阳尾 早谢 女子须寒待下 月经不调等 都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四 壮阳固精法 只适合中老年男性 兜阴囊 取半仰卧位 将双手搓热后 用一手扶小腹 另一手对阴囊进行上下兜动 连续进行六十至一百次 随后换手 再做六十至一百次 拿高丸 一手扶住小腹 另一手轻柔抓拿高丸 一抓一放算做一次 连续进行六十至一百次 随后换手 依照前法再做一次 提阳根 一手掌面紧贴住丹田 另一手握住阴京与高丸向上 下 左 右 各进行三十次滴了 随后换手再做一次 本法具有壮阳 不慎 顾精的作用 该功法不适合青少年 但对中老年人有益 久恋有着延缓衰老 一手延年的作用 五 疏通任督法取半仰卧位 点神缺 一手扶住小腹 另一手的中指点按在神阙学 读其 上 末数六十下 随后换手再做一次 错尾驴 一手扶住小腹 另一手握尾驴 位于尾骨间与肛门之间 终点上 三十至五十次 然后换手 再做三十至五十次 揉会音 单手或双手重叠 伏在阴部 手指点按在会音学上 顺逆时针方向 各揉按三十至五十次 揉小腹 双手重叠 按在小腹部位 进行正反方向的揉按 各进行三十至五十圈 此功法 能够温蕴认督 疏通认督 陪补补元气 协理阴阳 长期练习 能够疏通经络 滋阴补肾 调节认督冲 带猪脉的功能 对前列腺炎 密尿结石 子宫疾病 有着不错的防治功效 以上五种功法 可以单向进行 也可以综合操作 只要认真坚持 以上这些保健功法 就能够使肾气旺盛 阴阳调和 精力充裕 达到防治疾病 延缓衰老的目的 名人的养生之道 皇帝据传中华民族的 始祖皇帝 活了一百二十多岁 是花甲重开的寿星 在他的影响下 其子孙也都因 善养生之道 而寿高百岁 那么皇帝的长寿 有什么秘诀呢 皇帝统一华夏后 开始遍访高人名士 以七长生 他曾去空铜山 向得到先人广成子 请教养生之道 广成子告诉他 无视无听 报神以静 行将自正 必清必静 勿劳而行 勿摇而经 乃可长生 皇帝听后大受启发 奉行一生 在素问 上古天真论篇中 皇帝明确地提出了 其养生大纲 上古之人 至其道者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食饮有节 起居有长 不忘坐牢 故能行与神居 而尽忠其天年 度百岁乃去 从中可以看出 养生的最基本条件 首先是要顺应自然变化的规章 根据四世的寒暑变化 而更换衣着 安排作息时间 对气候变化要敏感 在春夏季节 要注意保养阳气 秋冬季节 则要多多陪补阴 其次 要把调摄精神情质 作为养生的重要措施 做到精神内守 甜胆虚无 保养正气 在养生中 占据着主导作用 所谓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人体自身的抵抗力的强大 是最根本的 各种各样的锻炼方式 营养食品 都只是养生的辅助手段 皇帝还根据医学家 齐博的养生之道 进行修养 齐博的理论 是懂得对于四世不正之气 要及时避让 使思想闲静 没有杂念 调和自身的正气 皇帝平时注意 约束自己的思想 不产生过多的欲望 心情安定 而不受外界的骚扰 因为精神专一 所以他虽然劳动强度大 但并不感觉疲倦 因为他在物质上 没有什么过度的追求 所以生活得非常舒心 在饮食方面 他也不是很挑剔 不论是山珍海味 还是粗茶淡饭 他都吃得津津有味 在穿着方面 他也很随便 不讲究衣着的华丽与否 他作为国家的治理者 力所能及地为百姓造福 绝不自以为尊 因为他长期坚持这样的修养 才得以保全了天真之气 而活到一百二十多岁的高龄 彭祖根据古代典籍记载 及后人考证 彭祖是我国最长寿的老人 相传他历经唐鱼下商等待 活了八百多岁 彭祖的延年易寿 养生之法 有如下几方面 一 重视运动锻炼 彭祖每天凌晨都要练功 他先是正经端坐 视柔双目 按摩肢体 视唇烟液 避起那膝 浮起数十遍 然后起身 雄精鸟身 导引行步 偶尔身疲倦或不适 便导引运气 攻其换处 真气贯通酒窍 脏 四肢 以致毛发 疲倦 病痛 也随即一扫而去 这套健身法 被后人概括为导引法 直到今天 仍被人们运用于强身屈病 二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生活中 彭祖一直坚持顺乎自然的信条 他认为 长寿的秘方在于不伤身体 寒冷的冬天要注意保暖 炎炎的夏季时要尝那凉 顺应四季节气的变化 要劳逸结合 保持心情舒畅 用脑不要过度 一行朴素 不追求华丽时髦 保持心地的平和 车马衣物 男女饮食本都是有益于人们健康的 但如果放纵自己 追求享乐 不知节制 就会给人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三 和谦的夫妻生活 彭祖主张 夫妻生活要和谐有节 反对夫妻生活损身减受的禁欲观点 他认为禁欲是违反自然规律和人性的 对人的健康长寿是有害的 和谐的夫妻生活能够增加人们的精神活力 当然 性生活应该要有节制 另外 情欲也应有所必 还要注意相关的卫生常识 当人们酒醉 饭饱 忧悲恐惧 喜怒无常时则不该同房 只要懂得了这些道理 就能避重伤之事 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老子老子 约前五七一约前四百七十一 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 道家创始人 还是一位伟大的养生家 根据史料记载 老子比孔子年长近三十岁 又比孔子死得晚 孔子活了七十三岁 所以可以推测出老子 是一位超过百岁的兽星 老子这么长寿 得益于其养生之道 其核心就是 无欲独益于人 而贵实母 实母指的就是石器 石器是古人养生的主要方法 老子不但是个 以气养生的实践者 而且还根据自己实践 总结出了气功养生的理论和方法 成为历代气功家练功的药职 为人类的健康 做出了巨大贡献 老子总结出了惊奇之说 他在《博书》第六章中说 欲神不死 视为玄聘 玄聘之门 视为天地之根 绵绵啊 其若存 用之不谨 要理解这张经文 关键是搞通玄聘两字的含义 这里所说的巡视指天 指阳 所说的聘是指地 指阴 与万物复阴而抱阳 中气以为和的阴阳两气 是相同的意思 人的口鼻是天地之根 口径引识为阴气 鼻入空气为阳气 所以人与自然最直接的 也是最根本的门户 就是口鼻 由此可以看出这玉神 就是阴阳两气构成的 精气的代名词 要想活着 就得依靠口鼻的作用 同时也说明了 精气是有结构的 这就为炼气功能养生 中医药能疗病 提供了理论依据 老子还总结出了 经络之说 他在博书第十六章中说 至虚 即也 守静 督也 万物旁作 无以观其腹也 这都指的就是督脉 这副就是说 精气炎全身左右 二十四条经脉 往复运行的情况 而且是以万物旁作的形式进行的 即精气走完左半身 再走右半身 反复往返的运行 他不仅发现了经脉 还发现了经学 他在博书第一章中阐述到 横有欲也 以观其所翘 无论从形象 意义 还是读音来看 这个翘字可以说是翘学的代用字 从首都和观翘联系起来分析 这个翘学就是伟昌学 实践证实 却有众庙之门的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 经络系统的发现 其意义非常伟大 也非常深远 老子的以气养生之道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他的思想光芒 可与日月同辉 孔子孔子 前五五一前四百七十九 文明世界的大思想家 教育家 他不但是一个谈经论道的圣人 创立了儒家学派 而且也是一个注重修身养性的典范 他活了七十三岁 在当时来说可谓身见寿长 孔子提倡的是自强有为 众所周知 孔子有一句名言 故志诚无息 不息则久 孔子认为 只要诚心诚意 积极进取 不断奋斗 不仅事业上会有所成就 而且寿命也会长久 这个观点 即使是在今天 也是应该提倡的 孔子非常重视德性的修养 他认为大德必得其受 他提出 忍者 爱人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等观点 以此修德 做到心无私欲 胸怀坦荡 宽松太和 使人心情舒畅 从而延年易受 孔子还非常注重运动健身 喜欢射箭 弹琴 舞拜 驾车等运动 据有关资料记载 孔子还利用大自然来锻炼身体 经常和他的弟子们一起郊游和登山 泰山和鲁南的景山都留有他的足迹 至今泰山天门的石碑上 还有孔子登临处的古迹 孔子在注重衣食住行上也很讲究养生 在衣着上 孔子在炎热夏季 穿的是胳膊单衣 既透汗又凉快 他睡觉时一定要穿睡衣 很舒适 在饮食上 孔子很注意饮食卫生 他有几个不吃 不吃梅梁馊饭 烂鱼拜肉 不吃颜色变 得食物 发臭的不吃 不吃不喝食令的食物 胡乱坎戈的不吃 不吃在闹市上买的酒或熟肉 从现在的保健 饮食卫生观点看 大部分也是正确的 要求高的 孔子在饮食上还注意 食无求饱 食不厌精 快不厌细 摘笔便食 也就是 吃饭不过饱 精细搭配 经常变换花样的 孔子晚年坚持了这一饮食原则 保证了营养的摄入 是他长寿的重要保证 在住的方面 孔子的住所简单 他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在行的方面 孔子善于走路锻炼 在《论语相当》中记载 他趋近亦如也 说他走起路来 像鸟长了翅膀 剑步如飞 孔子曾说 不亦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 在孔子的心中 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 他宁可受穷 也不会放弃道义 但他的安平乐道 并不能看作是 不求富贵 只求维护道 这是与历史事实 不相符合的 孔子也曾说 富与贵 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 得之不除也 贫与见 人之所悟也 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 虽执边之事 无以为之 如不可求 从无所好 孔子安平乐道的核心 不是安于贫穷 无所作为 而是有所不为 穷不改制 是为守道而安平 至于道 据于德 保持心静的安谈 这对健康有很大益处 孔子非常喜爱音乐 而且精通音律 据史书记载 孔子无一日不歌 为丧事除外 说明他每天都要 勇诗和唱歌 由于孔子一生 伴随着音乐 而音乐又具有 净化心灵 使人达到良好 精神状态的作用 这无疑对增进 孔子的身心健康 大有益处 综上所述 由于孔子一生 都自强不息 以德养寿 健身活体 以乐自愈 饮食有道 所以他一直都保持着 旺盛的精力 发奋图强 精进不止 庄子庄子是战国时期的 思想家 哲学家 早两千多年前 庄子就认识到 生老病死 就好像昼夜一样 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他主张不知月生 不知饿死的生死观 在有生之年 不寻欢作乐 空好经历 也从不因为老之将至 而畏惧死亡 庄子无疾而终 享年八十三岁 他的寿命 要比同时期的人 平均寿命长很多 这主要得益于 他的养生之数 少思多寿 是庄子总结的养生规律 他认为 思是万恶之源 百病之根 如果一个人 私心满腹 遇事便会患得患失 斤斤计较 思想上终日不得安宁 长寺以往 会导致 刑劳金亏 几率成疾 疲困不堪 必以待而已 只有使精神宽慰 可以保身 可以养身 可以尽年 胸怀伯大好远的人 才能够知足常乐 心地坦荡 不计较功名利禄 必活大寿 寡欲多寿 是庄子推崇的养生要诀 他认为 人欲不可绝 义不可纵 纵欲必招或染病 一个人如果一情欲 就不会欺男霸女 损身伤尊 劫欲 就不会贪吃伤身 寡全欲 就不会投机取巧 逢迎伤身 只有做到知其容 守其辱 安其身 图其志 创其业 洁身自好的人 才能称作大丈夫 伪男人 清静多寿 是庄子倡导的养生法则 他认为 静默屈病 一个人如果整日躁动不安 思想浮躁 必会心力交瘁 百病丛生 他提倡 凡有之于养生者 都应当磨练 自我控制的能力 要善于在 纷乱的环境中 保持放松的心情 自我稳定 做到悠闲自如 为此 他首创了 以头空 心静 身踪为要领的静坐功 获达多寿 是庄子养生 和处世的切身经验 他认为 安时而处顺 哀悦不能入 庄子主张达官的处世原则 他曾形象的比喻说 水则里的野鹤 食不易拙 百步易饮 逍遥自得 悠闲自如 因而得以饱生 而龙中之鸟 虽然饮食充足 但有翅难飞 蹦跳不能 成天低头不明 无净打采 因之难以全生 一个人长期禁锢 在自己设置的精神枷锁之中 必然会忧愁苦恼 导致病游心情 华佗华佗 约145-208 三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 同时也是位伟大的养生专家 据史料记载 他被曹操所杀时 已是64岁的老人 但仍是耳聪慕名 满头黑发呢 他的弟子吴普 樊阿等人都活到一百岁 那么华伦有哪些养生之道呢 首先 华佗淡薄名利 品德高尚 当时 连年征战 水旱成灾 瘟疫流行 使得民不聊生 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 很赏识华佗的品行 学识 推荐他当官 但他却婉言谢绝了 而是一心行医济事 这充分表明了 华佗以医为业志向的坚定和品德的高尚 其次 华佗非常重视体育运动与劳动锻炼 他说 人体欲得劳动 但不当使吉尔 动摇则骨气的血 血脉流通 并不得生 辟游户书不朽事也 人们需要经常参加体育运动或劳动 但应避免过于劳累 经常活动 便可加快食物消化 使血流循环畅通无阻 从而生不了病 他认为 每个人都应该进行体育锻炼 以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 从而达到易受延年的效果 华佗用互输不度 流水不服的道理说明 运动对身心的健康有着重要意义 华佗模仿虎 鹿 熊 圆 鹤的姿态去运动 自创了五琴戏 这就是画轮的养生秘工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五琴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锻炼方式 由于华佗坚持练习五琴戏 脸色骨瞳 黑发满头 牙齿坚固 步履稳健 身体十分健康 葛洪葛洪 二百八十四至三百六十四 东晋道教学者 著名炼丹家 医药学家 他自幼好学 通晓百家术 由好神仙养生之道 兼同医术 诸有方书 肘后背疾方 又诸有 报仆子内外篇 其说以道教为主 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养生思想 和养生方法 对后世影响很大 葛洪曾当过资役 参军等官职 但他一生不注重名利 后来隐居在山清水秀的罗浮山 炼丹修身 著书里说 直至老死 享年八十岁 葛洪在其书中 记载了多种炼丹方法 虽然他炼丹的主要目的是 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这当然是不能实现的 但他所记录的养生方法 和养生观点却是合理的 他的养生思想和方法 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即宝经 行器和服药 宝经就是指防中术 秦汉时期 防中术是防中家 追求长生不老的主要手段 但历来密而不宣 诗传口寿 少有传世之书 葛洪是通过诗寿而知晓的 他通晓诗于家防中之法 总结其共同要诀在于 海经不老而已 他对防尸的看法是 应当避免两个极端 既不能禁欲 又不能纵欲 应做到有节制 实现和谐美满的性生活 这无疑是对健康有益的 行器就是现在的气功 葛洪在《爆谱子》那篇中 总结出历代气功加练功的基本方法 并身体力行 付诸实践 他指出 行器或可以治百病 或可以驱瘟疫 或可以进蛇虎 或可以止疮穴 或可以居水中 或可以行水上 或可以辟饥渴 或可以延年命 其大要约胎息而已 行器的精妙之处在于胎息 所谓胎息 就是不用鼻口呼吸 如在胎包之中 这可以说是气功的最高境界 在气功锻炼中 只要经过长期不懈的练习 就能渐渐达到胎息状态 葛洪是一位神仙论者 并沉迷于神仙之道 坚信世间有可以令人长生不死的丹药 他曾说 呼吸导引极腐草木之药 可得延年 仍不免死也 福神丹令人受无穷矣 与天地相避 我们知道 某些微量元素 是人体健康所必须的 而世界上长寿人群的分布 有着明显的地域性 但丹沙合金石类 大多是有毒的 选择不慎就会致命 所以葛洪电丹服食的思想 是不可取的 但草木之品确实有延年益寿的效果 葛洪在其著作中记载了很多中药 如松柏枝 帝皇 福灵 枸杞子 麦门冬 黄金 巨圣子 天门冬 远至 昌浦等 这些药物却有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的功效 此外 葛洪还很重视饮食起居的综合保健 他强调 不积饿时不要强食 不可食不要强饮 不积强食则会使疲劳 不可强饮则会导致胃胀 要少吃 劳动不要过度 冬日的早晨不空腹 夏天早晨不要吃饱 不在鸡鸣前早起 不在日出后晚起 冬天不要过分取暖 夏日不要过分贪凉 不露宿在星月之下 睡卧时不要露出尖头 陶洪景 陶洪景 452-536 南朝期 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 医药家 炼丹家 文学家 陶洪景曾在朝围观 后因热爱养生道术 不注重名利 故辞去高官后路 隐居深山 皇上每遇到要解决的国家大事 都以书信问他 故识人称之为山中宰相 陶洪景在少年时 就蒙生养生之志 专研养生服食诸道 成年后出行归隐修行 并根据其自身体会 著有养性严命录一书 得到后世历代养生家的重视 陶洪景活到了84岁 他之所以长寿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陶洪景博学多识 便揽群书 读书于万卷 且兴趣广泛 他自幼聪明非常 八九岁时以读书千卷 六经以烂书于心 十岁时读葛红 神仙传 爱不释手 昼夜研读 成年后与六经读此史传 无所不通 其学识渊博 尤其擅长阴阳五行 太一顿甲 风角气候 心力算术 方圆物产 山川地理 医方药剂 考教名类 虫鸟草木种种术术 无不精通 一个人能够如此博学多识 是保持脑筋至老不衰的 最好的见证 他还擅长书法 琴 琪 琪射 无不通 小 桃红锦一生喜爱松风 所居之处 必亲手 知松树 美闻其声 便会非常愉悦 自称 神娇 松友 桃红锦还酷爱山水 曾云游四方 当时的明山大川 都遍布了他的足迹 他身体轻见敏捷 善攀缘登射 每当遇到悬崖断壁 必会攀缘跳跃 或逢身见幽谷 便会吟笑灌敌 或坐卧其间 或采摘花药 还常独自夜宿于迷路群之中 这种热爱大自然 回归大自然 亲近大自然的生活 使得他自得其乐 是他养生长寿的特点之一 桃红锦善于调和七情 为人少忧郁 无嫉妒 但哀悦 皆喜怒 保持七情平和 世俗戏谑等事 一概不为 他为人圆通千锦 出辱名晦 心如明镜 欲物变了 言无反喘 人亦随教 因其和颜悦色 不显严肃 所以大人小孩 见了他都很喜欢 桃红锦的一生 以养生为乐事 对壁谷 导引之术研究很深 善行此术 他入山隐居后 其五帝斥令 每月供给白富林五金 白米二金 以作福尔之用 可见桃红锦对福尸养生 也非常精通 他虽器官隐居 但并非是一个 只管自己养生 不管世事 不管他人的世外人 他精通医药 而且是一位 治病救人的医学家 他心怀敏絮 福危济贫 经常救济 衣食无浊的贫穷之家 救疗极样困魄的危急之人 所以深受人们的爱戴 孙思淼 孙思淼 五百八十一至六百八十二 我国唐代伟大的医药学家 养生专家 长寿学者 他身体力行 享年一百零一岁 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 将养生理论和实践 完美结合的长寿老人 孙思淼 博览群书 洗读经史 尤其酷爱医学与养生学 他一生不为利路所获 毕生研究从事医药和养生事业 他在七世纪中末 编撰成 北极千金药方和千金义方 各三十卷 这两本书系统地总结了 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 技术了本草 治药和内外富儿等多科病种 书中还涉及古代养生 导引 体疗 按摩等多方面知识 孙思淼对养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主张动静结合 认为运动比营养 休息更为重要 在他的养生理论中 积极提倡按摩 摇动肢体等局部和全身运动 但同时强调 一定要掌握运动的度 长虚小牢 但莫大皮极强所不能堪耳 他在强调节育的同时 又反对局域 他认为过度的情欲 是离极早衰的重要原因 并提倡十二上 极少思 少念 少欲 少事 少语 少笑 少愁 少乐 少喜 少怒 少好 少悟 主张 主张 房市 要有度 但是在千金药方的房中补一篇中 又辩证地指出房市要根据年龄而适度进行 特别指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意志性欲 对人体是不利的 这种男女房中补一的观点 从现代男女生理心理角度来看 也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他既提倡食疗 又主张药制 安身之本 必自于食 就即之道 为在于药 不知食仪者 不足以全生 不明药性者 不能以除病 他认为 饲养可以强身防病 易受延年 他说 人体的生理功能是随季节而异的 所以将饮食与季节变化联系起来 春药略甜 移养脾气 下药增心 移养肺气 秋药增肝 移养肝气 冬药胃苦 移养心气 孙思苗主张 饮食清淡 注意节制 细嚼慢咽 食不过饱 认为少食多餐有益健康 这与现在老人养生的理论完全一致 他还强调 顺其自然 人体有自然的发展规律 不可逆自然而动 否则便有损健康 特别是年纪增大以后 在心理 生理 性格 体质 脾气 兴趣等方面都会有变化 养生时也要注意适应这种变化 孙思苗指出 后辈对年老的父母生理上出现的变化 要给予重视 因根据其年龄特点顺其自然 孙思苗在生活方式上主张朴素 反对起米华丽 这是因为起米华丽可以使人贪婪无厌 心理扭曲而诱发疾病 他对具体的衣食住行也有具体描述 比如大汗后不要急于脱衣 否则容易半身不随 春天不可薄衣 否则会导致祸乱 伤寒 食不消 头痛等 他还指出在冬天 不要用被子盖住脑袋 否则会造成缺氧 有害健康 对于这些生活的保养经验 从现在科学的养生角度看来 也是十分正确的 孟参孟参 621-713 唐代的著名医药学家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养生家中 有一个提倡食疗的流派 这一派人中 有南唐的陈世良 唐代的孟参 元代的忽思慧 以及明代的卢河等 其中属孟参最负圣名 孟参从年轻时就喜好医药 后来专门经验食疗与养生术 并根据自己几十年的实践经验 他搜集了241种 兼具医疗作用与营养价值的食品 编成了我国第一部食疗学的专注 食疗本草 对后世很有影响 孟参享年92岁 他的长寿之道 虽有多种因素 但与他善于利用饮食防治疾病 有着密切关系 他的饮食养生 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为以善为补 二为药师同源 孟参主张 以善为补 古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 饮食不仅可以补充营养物质 使人的身体保持正常生理功能 而且还可以补养虚损 调节阴阳平衡 防止罹患疾病 保证身体健康 根据这些原理 孟参主张 以善为补 注重用饮食自补强身 特别对那些体质虚弱的人 便正选用肉食类 例如 气虚乏力的人 可用防鱼或绿头鸭 以调脾胃 阳虚怕冷者 可食用狗肉来补血脉 撞阳气 体虚瘦弱者 可用鹿肉来补五脏 强壮身体等 此外 他根据取类比相的理论 善于用以脏补脏的方法 调养身体 例如 丹雄鸡肝 补肝气 羊髓配酒补血 羊乃补肺肾之气 猪蛇和五味 竹取之瘾 健脾益气 狗血益阳氏 增强性功能等 中医学认为 药师同源 即药物和食物 并没有截然的界限 孟参提倡 以饮食防病治病 恰当的饮食 确实可以起到防治疾病 易受防老的作用 他指出 生姜 却痰下气 多食指腻 散烦闷 绿豆 补义 和五脏 安精神 行十二经脉 哦 补脾胃 养神器 以气力 出百集 九福延年 养奶 致足心痛 大蒜 炙蛇咬炮 除风杀虫 但长期服用 则会损眼伤肝 等等 上述 仅是举例说明 梦深的饮食养生的特点 在日常生活中 只有做到阴人 阴时 阴地调配饮食 用之合理 就能起到强身健体 预防疾病 减少疾病的痛苦 以及抗衰易受的作用 刘丸肃 刘丸肃 约120至1200 金代医学家 河北东路河坚 金河北河坚 人 故人称刘和坚 他曾拒绝了金庭的聘请 而于民间行医 因为医德高尚 又养生有方 享八十高寿 刘和坚心地善良 医术高超 他身在动乱时期 为救治病人 经常昼夜辛劳 长途不行 以救治病人的病痛 在治疗方法上 创造了以降心火 一渗水 清热解毒的心疗法 治愈了许多危重病人 后世他故乡的人民 为了崇敬他 为他历词的不止一处 刘丸肃把毕生经历 用于行医救人 其医德高尚 所以得以高寿 在养生方面 刘和坚认为 一个人只要重视 保养真气 则外邪不能侵入 所以他提出 起居要有规律 外出要协尽令 控制怒气以全阴 抑制欢喜以全阳 天谷要长明 今夜要长宴 饮食以长赏 这些都是他总结的 保生要旨 他不仅教会 别人这样做 自己也身体力行 顾得以延年益寿 刘和坚所说的天谷长明 是古代导引述中 保真实功成套功法之一 明天古法 即锻炼实先静坐 左右两手按住耳翘 手指放在脑后 然后用食指和中指弹风辅穴 顶后发迹正中 视耳内有如听到击鼓的声音 连坐九次 然后再做扣齿 烟筋和按摩功 刘和坚常做这些按摩导引功法 所以身体健康 得以长寿 朱丹西朱丹西 1281至1358 倡导资音学说 创立丹西学派 被誉为金元四大一家 享年87岁 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 而且还是一位养生家 他医术高明 医德高尚 每次一病 必会告知病后 调理和养生的方法 听从其教会者 每能得尽天年 他以儒家之理 参悟医家养生之道 朴实无华 简单易行 丹西的医学观点的核心是 阴长不足 而阳长有余 就是说 人的一生当中 总是处于阴精不足 阳气有余的状态 所以他倡导 无论治病还是养生 都以养阴为中心 其中最主要方法是 解饮食和节性欲 朱丹西在 饮食真中用对比的手法 描绘了 众口多时会伤身致病 而安于清淡的饮食 则会身康体贱 这两种不同的结果 使人领悟到 节制饮食能养生的道理 所谓节饮食的真正含义 并非只在于少食 也在于不追求美食后味 干于淡薄的口味 即孤单 人的饮食不出五味 然而五味又分为天父 和人为二类 如谷蔬果菜 是处于天父 具有自然充和之味 有养阴之功 而烹饪调和的后味 则处于人为 有治病伐命之毒 人在养生上 不宜追求后味 而宜多食自然充和之味 朱丹西认为 小儿的饮食 不宜多食发热辛辣之物 多食会助火伤阴 不宜饮食不节 否则会导致肝肌 肌久 就会生热伤阴 产生疾病 所以小儿保健 需紧接饮食 至于老人养生 他提出节养二字 作为药诀 他指出 老人饮食条理 凡物性之热的食物 炭火制作的食物 气质香辣的 味之干腻的 都不宜食用 丹西本人 七十以后 很少吃盐和酱之类的食物 他的母亲 七十后行解养之法 甘于清淡饮食 以往多谈的病症也好了 便秘的症状也渐愈 只中老无病 可谓尽享天年 其养生之妙 只是重在节养而已 朱丹西认为 一个人要保养身体 就必须爱护阴经 保护好阴经 使肾经充实 才能阴平阳密 他在色欲真中 提出收心寡欲的主张 并指出逢三须的时候 不可同房 三须就是指一年之须 一月之须 一日之须 一年之须 指的是一年当中的 下至和冬至 一月之须 指的是上贤前下贤后 月阔月空之时 一日之须 指的是凡大风大雾 红泥飞电 暴寒暴热 日月饱食 忧愁愤怒 惊恐悲哀 醉饱劳卷等情况的时候 凡三须之时 应该赞远防围 各自珍重 保全天和 朱丹西深之 宝因是养生之药 宝因之难在于香火一动 针对这种情况 他主张 以儒家教义正心 收心养心为先 这正是为了七情平调 修身养性 以防止香火妄动 体现了一个 以静为核心修炼过程 冷谦冷谦 原莫名出著名的长寿老人 养生家 他善于气功导引养生 年过百岁 身体仍很强健 瘦至一百五十多岁 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撰写了一本养生专著 修灵药纸 书中介绍了很多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 使后人受益匪浅 冷谦创编了 十六段锦这套功法 冷谦认为 倒气令和 引体令柔的强身方法 自古以来就对人有着 易受延年的作用 他说以往 各家所谈无律数百种 进取其切当者十六条 大概都可以包括了 定其总名为十六段锦 冷谦创编了这套功法 经常进行练习 有着强身健体的功效 对此功的练习时间 冷谦认为常以夜半及平淡 将其之时为之 因为此事弃轻覆虚 行之一人 冷谦创编的这套功法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即开始练习时 先从闭目握固明目扣齿做起 闭目握固即两手握紧 病逐两肋 百汉两肩 以去腰间风险 最后仍以闭目握固明目扣齿 结束收工 冷谦又创遍了一套 以自我按摩为主的 却并八则 整套功法的难度虽然不大 但效果很好 适合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练习 有意屈并强身 这套自我按摩法 主要包括握脚趾 搓脚心 蕴目 扣齿 按摩肾余穴 端坐伸腰 燕金 做鼓鼓声燕支 所谓鼓鼓声燕支 就是比喻燕金时发出的声音 像不鼓鸟鸣的声音 欧阳修提鸟一诗中说 悲田绕鼓白水满 待胜鼓鼓催春羹 冷千载却并八则中 富有趣味地介绍了 欲经下十股 树烟筋捏笔按摩 以驱病的方法 他解释说 凡经过危险的道路 或走到庙宇神像处 心里遗迹 而感到惊吓胆寒时 可蛇事上恶 使今夜满口 鼓树咽下 共作十二次 再用右手拇指和中指 按捏两鼻孔之间的隔肉 扣齿七次 这样做能防止百携 不因受惊吓而治病 杨继时 杨继时 1522-1620 明代著名针灸学家 他以银针济史 为人治病 治好了很多百姓的疾病 他自己也经常用银针 字字学位 达到通经络 调虚实 和阴阳的作用 有趋病延年的功效 或九十八岁高寿 杨继时是明万历年间的医官 他根据历代针灸文献 和家传的针灸绝学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从对症失智的实际出发 博取众家之常 编著成针灸大成 传世 因为他的针灸学著作 切合实用 而且记录详辈 所以传播的非常广泛 杨继时认为 针灸有致病强体的功效 一根银针 可去除百病 而且不用分纹 是黎民百姓 去病健身的好方法 有一次 一位五官的夫人 患上很危重的疾病 眼睛都睁不开了 不能饮食 危在胆息 他的家人便请明医 都毫无办法 不得已请杨继时针灸 杨继时用银针刺 他的内观学 木开而能饮米汤 后来以乳汁进行调理而痊愈 杨继时用针灸治病 审而用之 故而治之 常有奇效 他自己用银针刺学位 疏通经络 而易受延年 曹思山曹思山 1699至1785 不仅是清代一位 颇富盛名的文院俊秀 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养生学家 他曾举校联方证 后来词官撰写住宿 并以住宿为乐事 他幼年时体弱多病 曾患童子牢 但他注重养生健身之道 条理有数 最终使得健康得以恢复 他在75岁时 总结了自己的养生经验 对前人养生之法进行了总结 撰写了《牢牢横言》一书 从老年人的心理 生理特点出发 广泛而深刻地讲述了 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的抗衰防老的养生方法 并身体力行 固寿至八十多岁乃中 说明晚年赡养 亦可亦受延年 曹思山的的养生智慧 主要有 一同心长存兴趣广泛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 虽然发生一些变化 但要保持一种人老心不老的心态 焕发年轻人的朝气 对生活充满乐趣 他防止老年人不良心理的秘诀是 兴趣广播情涉猎 悦有所 学心不老 他75岁以后 对经时子集的书无所不读 学而不厌 而且自己常常吟诗作父 以书情怀 写字画画以宝聪明 奏乐古琴以乐心智 养于观赏医养情趣 栽花植木劳行遗情 著书里说以缓解脑衰 他兴趣非常广泛 使得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顺其生老之自然 能保持一颗童心 自然身心健康 二敬仰忌怒条七情 慈善从自己的切身体验 总结出老年人要偏重于养静 切记发怒 所谓养静并非不动 而是专心而不杂 他提倡制定神仪 用心专一不散 既能把事情办好 又有利于身心健康 老年人干血渐衰 一生急躁 罪即会发怒 怒心一发 罪易伤身 他本人提出两种平怒之法 一是以理智怒 凡欲发怒的事 当先想想 区区小事与身体健康 孰轻孰重 一转念间 即可焕然兵事 一是以一耐自处之 欲是不及 忍耐一下 则气血稳定 神色和平 这不仅是平怒之法 也是调节气情的有效方法 老年人从各方面保持气情调和 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 三要周 调养脾胃 老年人五脏气衰 脾胃为后天之本 调养脾胃 尤为重要 脾胃功能弱 就易患多种慢性消耗性疾病 因此 曹慈山主张 老年人防老保健 要注重调养脾胃 他提倡弥州自养 正如他所说 州能异人 老年游异 为此 他收集制定了要州方有一百手 以供老年保健应用 例如 菊花粥 莲米粥 山药粥 枸杞子粥 竹叶粥等 对老年人的保健都很有益处 还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周辽歌 若要不失眠 主粥加白脸 若要皮肤好 大米加红枣 气短体虚弱 粥里加山药 心虚气不足 桂圆微米粥 药治口臭症 荔枝粥除根 清退高热症 主粥加颅根 血压高头昏 胡萝卜粥零 防治脚气病 米糖主粥饮 肠胃缓泻症 胡桃米粥顿 头昏多汗症 主粥加一人 便密不中气 欧粥很相宜 下令防中暑 荷叶同粥主 若要双目明 粥中加汗勤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 曹慈山丰富的养生实践经验 使他战胜顽疾 健康长寿 颇具实用价值 为老年人的保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顾维军顾维军 1888至1985 我国非常杰出的外交家 有民国第一外交家的美誉 享年98岁 顾氏的养生经 主要是对花果蔬菜的利用 在这里主要介绍枇杷 桑刃 女真子 菊花 顾维军在枇杷上市时 每天都要吃几枚 枇杷不仅味道甜美 而且具有丰富的营养 枇杷富含蛋白质 脂肪 糖 纤维素 苹果酸 柠檬酸 以及钙 磷 铁 钾 等微量元素 非常适合缺钙和抵抗力低的人使用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枇杷味干酸 性贫 入肺 皮精 具有润燥 清肺 只可 何谓降腻之功 顾维军喜欢吃的另一种水果 是桑刃 桑刃味甜 当其颜色变为紫色或黑色时 味道最佳 红色次质 而青红 则表明还未成熟 不可食用 随西居饮食谱 介绍了桑刃的吃法 可生蛋 以微炎半食 可饮之 或熬以成高 或日落肝为末 射逢欠岁 可冲凉桑刃 以不律取之 此起熬成高收之 每日白汤 或纯酒吊服一尺 老年服之掌精神 剑步履 吸须风 静须火 煎至水肿胀满 裸力结合 桑刃有滋养肝肾 不易气血之功效 对于须发早白 病后血须 胃老先衰等病症 有很好的疗效 顾为君因用脑过度 常出现心悸 眩蕴健忘 失眠多梦 神皮乏力等症状 因而选用女真子 来补肝一身 女真子为肝苦 性良 药性平和 是补肝肾之因的良品 女真子 补肝肾之因的功效 虽然不及熟地黄和枸杞 但因其药性平和 补而不腻 所以常被选为 轻补之品 值得注意的是 女真子性良 所以脾胃虚寒 及阴虚者 应当慎用 顾为君最爱喝菊花茶 现代医学证明 菊花含有菊带 水素碱 胆碱 献票令 挥发油 维生素微 维生素B等 具有抗菌 解热 消炎 明目的功效 尤其是在防治老年病方面 有着广泛的用途 常见的菊花的治疗病症有 风热感冒 头痛目眩 目翅肿痛 眼目昏花 以及高血压 高血脂 关心病 头脉硬化 等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常用菊花泡茶 根据不同的病症 可采用不同的泡制方法 最常见的 就是用菊花五至十克 少量的茶叶 可不加 用废水冲泡即可 菊花还可用来做枕头 可以治疗内热偏头痛 头昏 血压偏高等病症 张群张群 1889至1990 国民党元老 一生经历坎坷 但始终乐观大度 善于养生 享年101岁 肾主骨 牙齿是骨的一部分 所以肾脏的肾衰 对骨和骨髓的强弱 有着决定作用 还影响到牙齿 因此牙齿的健康程度 同样能显示出肾脏的肾衰和肾气的窥影 而且牙齿还起着帮助消化的作用 此外 口腔不仅是营养物质的通道 也为各种细菌 病毒 寄生虫卵的进入 开了方便之门 所以对牙齿和口腔的保健 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口腔 牙齿的病变 能够影响到整个免疫系统 从而产生全身性疾病 如风湿热 关节炎 肾炎等 张群的养生经 主要就是针对口腔 牙齿的保健 他认为 口腔的保健 主要是清洁和保养 主要措施 主要有以下几种 轻术 术口是口腔保健最基本 最常见的措施 这主要体现在 对术口水上 常见的术口水 有温水 茶水 盐水 石醋 三黄水 黄莲九克 黄芹 黄薄个十克 加水五百毫升 煮沸粮用 麦冬水 麦冬 玄冬个十五克 加水五百毫升 煎汤粮用 术口时要做到 将齿缝中的残渣清洁出来 早晚刷牙 刷牙具有清除口腔污垢 按摩牙引 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口腔抗病力的作用 人体在睡眠时 唾液分泌量减少 使口腔的自节能力减弱 所以早晚刷牙非常重要 正确的刷牙方法是 顺着牙缝上下清洁牙齿 且要里外刷净 刷牙的力度要适宜 用力过大会导致牙引萎缩 牙齿外露等疾病 张群特制的药物牙膏的配方 是生大黄 熟大黄 肚重 骨碎补 生石膏 清眼 食眼隔三十克 鸣凡 哭凡 当归个十五克 严惩细末 扣齿 扣齿具有增强口腔的自节 发挥咀嚼运动所形成的生理性刺激 增强牙体本身的抵抗力的功能 扣齿非常简单 只需上牙与下牙空咬五十次 正确咀嚼 咀嚼食物食应两侧都要食用或交替食用 这样能防止因不食用而引起的组织费用性萎缩 以及过度食用而产生的牙本质过敏或牙髓炎 树筋咽拓 拓液 俗称口水 是养生专家极其重视的一种补药 唾液还具有杀死细菌 清洗口腔 保护牙齿 抗衰老 促进眼睛 牙齿 肌肉和关节等组织发育的作用 所以 经常保持唾液分泌旺盛 就能延缓人体机能衰退 宋美龄宋美龄 1897-2003 近现代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而且他一生跨越三个世纪 享年106岁 他的个人养生经 对养生学也有不小的贡献 尤其是其养生菜谱 备受人们推崇 以下是节选的两个十分常见和易操作的菜谱 燕菜鸽蛋清汤真料 燕窝一个约50克 鸽子蛋6个 生白菜汁50克 上等牛肉清汤400克 烹调方法 将燕窝洗净后 放入牛肉清汤中 微火炖40分钟 将鸽子蛋煮至蛋清定型后包壳 放入白菜汁煮至汤 开即可 功效 燕菜鸽蛋清汤 原是一道清廷高级宴会菜 经过宋美龄的改造 将原菜谱中的上汤 改为牛肉清汤 在汤中添加用盐绿法取得的白菜汁 只用白菜新绿汁 此菜颜色洁白绚丽 能够一审资因 对中年妇女十分有好处 宋式养盐菠菜汤配料 撇去浮游杂质的 上好牛肉清汤一盆 菠菜400克 新鲜带皮花生仁50克 盐适量 烹调方法 将牛肉汤煮沸 倒入花生煮至酥软 约十分钟 投入菠菜煮至断生即可 功效 排便泄毒 对于保持年轻貌美的重要功用 是宋美龄十分重视的 此菜谱是根据她在浙江时 从当地老百姓手中获得的猪血菠菜汤配方 进行改良的 猪血菠菜汤是这西山区农村 用于通便去火的药用食物 具有十分明显的功效 宋美龄因不吃任何动物血液 内脏 所以用花生代替猪血 此菜具有养血沥水 浮血通便的功效 可改善因内需湿热而引起的眼碱浮肿 便秘等症 张学良 张学良 1901-2001 他一生极其坎坷 大半生都在软禁状态下生存 但他却以其优秀的养生方式 得享高寿 中年101岁 他的娱乐养生的方法有很多 主要有钓鱼养生 写作养生和花卉养生 钓鱼养生 钓鱼是张学良在湖南凤凰山被软禁期间的一项消遣活动 钓鱼的功效是可以让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 因为钓鱼时 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水面上 大脑皮层只有一小部分处于兴奋和活动之中 其他的部分都处于休息状态 特别是当钓上鱼的时候 心情愉悦 能改善不良心境和消除疲劳 所以钓鱼能够起到解乏 清肺 养性 顺气 增加食欲的作用 这一点得到了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认可 他认为钓鱼其实是一种静弓的修炼方式 因为钓鱼饰眼 手 脑合径 一动的结合 所以钓鱼能起到缓解神经衰弱 降低血压的功效 虽然张学良处于软禁之中 但他通过锤吊使自己心无挂碍 摆脱了很多烦恼 写作养生 张学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疑情山水 以慈父自浅的状态之中 抗战期间 张学良虽不能报效祖国 但经常与赵四小姐谈论岳飞的满江红 文天祥的过灵丁阳 秋锦的宝刀哥 并有这样的感慨 读起来多么激动人心呀 我常常这样想 如果有一点压力 就卑躬屈膝 别说气节 就连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 也都丧失殆尽 这是最没有出息的 即使活着 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看 还是文天祥说的好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去担心赵汉清 花会养生 晚年的张学良 在不能承受剧烈运动后 开始养花 特别钟情于君子兰 君子兰不仅具有观赏价值 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能够治疗多种疾病 所以在人体保健方面 很有功效 第五卷 《皇帝内经》 与食疗药膳 康复美容 故饮食保肾 汗出于胃 经而夺经 汗出于心 《皇帝内经》 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 它第一次系统地 阐述了人的生理 病理 疾病 治疗的原则和方法 在治疗上 其主要围绕经络 以及针灸等理疗方法 进行论述 对于食疗药膳 康复美容等方面 内容的介绍却很少 但是 它却对后世在食疗药膳 康复美容等诸多方面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与影响 后人在对食疗药膳 康复美容等方面 进行研究与创新时 都是以内经理论作为根基的 内经中关于食疗 药方虽少 只有13个 祖方也很简单 但是已经涉及了药酒与食疗 汤药 以及相关的养生准则 素问 汤业劳理论篇 就提出汤业与药酒疗病的理论 指出 自古圣人之作汤业劳理者 以为贝尔 扶上古作汤业 故为而扶扶也 中古之事 道德稍衰 邪气实质 扶之万全 当今之事 必其毒药供其中 禅食 真爱治其外野 其实是开药酒 汤药养生 治病理论之先河 此外 在内经 十三药方中 就包含了食疗法 奠定了食疗的基础 美容虽然在内经中 没有进行专门论述 但是内经提及了 脏腹健康 与人体气色之间的关系 讲到可以通过 调理脏腑 来达到精神焕发 脸色红润 有光彩的目的 那么 自然也就起到了 一定的美容效果 由内而外的美容 才是最有效果 也是最健康的 这部分内容 可以看作 是以皇帝内经 为基础 经过后人的精心钻研 最终逐步发展 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 它是皇帝内经的外野 不要因为它的篇幅短小 来否定内经 在这些领域 所起到的作用 皇帝内经 与食疗药膳食疗 与药膳的常用知识 药膳简史 中国药膳 有着悠久的历史 神农长百草的传说 即反映了在远古时期 我们的祖先 就已经开始探索 食物和药物的功用 故在医学领域 有着医师同源的说法 周朝将宫廷医生 分成四科 其一即有食医 通过调配膳食 为帝王的养生 保健服务 皇帝内经中 有数则记载了药膳方 神农本草经中 记载了很多 既为药物 又为食物的品种 如大枣 芝麻 山药 葡萄 生姜 蚁人等 东汉医生张仲景 在《伤寒杂病论》中 意在有一些药膳名方 如当归生姜羊肉汤 百合鸡子黄汤 猪腹汤等 至今仍有食用价值 唐代明医 孙思廟的千金药方 和千金义方中 专列有食制 养老食疗等门 包含的药膳方 十分丰富 唐代梦深所著 食疗本草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食疗专注 据食疗记载 至隋唐时期 我国已有食疗专注六十多种 西多三亿 宋代王怀寅等编撰的 《太平盛会方》 论述了多种疾病的药膳疗法 陈直的养老受亲书 是一部老年医学专注 所载的《方济中药膳》 约展十分之七 该书提出 凡老人之患 宜先以食制 食制未遇 然后命药 元代御医忽思慧所著的 《饮善正药》 是一部药膳专书 包含了丰富的药膳方 和食疗药方 另有认身食剂 如母食剂 饮酒碧剂等内容 明代李诗珍的《本草纲目》中 收录了许多药膳方 其中药粥 药酒 就各有数十则 明代高连的养生学专注 《尊生八间》 中也有很多养生保健药膳 清代的药膳专注 从不同角度介绍了相关知识 如王世雄的《隋西菊饮食谱》 介绍了药用食物七门三百余种 张牧的调集饮食便 论述的药用食物数量相当多 原媒的随缘食蛋 介绍了多种药膳的烹调原理及方法 曹廷栋的《老老横盐》 又名《养生随笔》 中则列出百种老年保健药粥 药膳到了现代 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增加 出现了很多新的品种 如药膳罐头 药膳糖果等 许多传统药膳结合了现代科研成果 从而制成具有治疗作用的食品 饮料 其中既有适合糖尿病 肥胖者和心血管疾病患者 服食的药膳食品 也有适合运动员 演员和矿工等服食的保健饮料 还有促进儿童健康发育 或用于老人延年益寿的 保健食品或药膳 现在中国的药膳开始走向世界 并且将为世界人民的健康 做出贡献 很多药膳罐头 以及中药保健饮料 药酒等已销往国际市场 个别国家还开设了药膳餐厅 国际上一些学术界和工商界人士 对中国药膳这一特殊食品十分关注 希望能与我国的相关部门和企业 开展这方面的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 食疗的概念与特点食疗 又称食质 即利用食物来影响人的 机体各方面的功能 使人获得健康或预及防病的一种方法 一般认为 食物是为人体提供生长发育 和健康生存所需的各种营养素的可食性物质 我国古代的中医 很早就意识到食物不仅能营养 而且还具有疗疾驱病的功用 正如近代医家张希纯在 医学中中参息录中提出食物 病人扶之 不但疗病 病可冲击 不但冲击 更可适口 用之对症 病自建狱 疾不对症 亦无他患 可见食物本身就具有养和疗两方面的作用 中医历来重视这方面的特性 中医历来强调以食物为药物 即药疗不如食疗 食疗具有这样几个突出的优点 一食物本身就是用来食用的 因此 食疗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而药物则不然 是要三分毒 长期服用 往往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或依赖性 还可能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伤害 二食疗中的食物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方便购买 有些甚至不需花钱即可得到 在日常用餐中便可达能治病的目的 这是昂贵的医药费所无法比拟的 三以食物为药 最大的优点是没有痛苦 人们能够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驱除病痛 从而避免了打针 吃药 甚至手术之苦 食疗确实对防病 治病有很好的功效 还有不同于药物治疗的优点 可谓最好的偏方 但是 这并不等于食疗能包治百病 食疗也不能完全代替药物治疗 如果病情急重 或者采用食疗方法 并不能缓解病情 就应该寻求医生的指导 药膳的概念与特点 药膳是在中医学 烹饪学 以及营养学理论的指导下 按照严格的药膳配方 将中药与某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物 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 和现代科学方法制作而成的具有一定色 香味 形的美味食品 简言之 药膳及药材与食材相配物而做成的美食 药膳是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 与烹调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可谓淤衣于食 既将药物作为食物 又将食物赋以药用 药界实力 食住药威 二者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因此 药膳既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又可防病治病 保健强身 延年益手 中国药膳具有以下特点 一 注重整体 辩证失实 在运用药膳前 首先要全面分析患者的体质 健康状况 患病性质 以及季节时令 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判断出基本症性 然后再确定相应的食疗原则 进行相应的药膳治疗 一种病症 往往由不同的病因引起 如慢性胃炎患者 若正属胃因虚者 则服欲试眉扎眼 正属胃寒者 以服良腹周等 二 防治坚移 效果显著 药膳既可治病 又可强身健体 预防疾病 并且效果显著 这是有别于药物治疗的一大特点 例如 根据古代食疗和清工保健经验研制而成的八针食品 含有山药 莲子 山楂等八种食用中药 幼儿食用一个月后 食欲增加者 占九成多 生长发育情况也得到改善 三良药可口 服食方便 由于中药汤剂多有苦味 故民间有良药苦口之说 很多人 尤其是儿童多难咽中药的苦味而拒绝服药 而药膳中多使用药 食两用之品 具有食品的色 香 味等特性 即便加入部分药材 由于注意了药物性味的选择 并通过与食物的调配 及精细的烹调 使得药物的味道被掩盖 仍可制成美味可口的药膳 食疗的选择配物 及与药膳的联系区别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同 或洗热食 或洗冷饮 酸甜咸辣 也是各有所爱 在疾病状态下 不仅要区分寒热虚实对症进补 更要根据食物不同的特性进行进补 首先 食疗要注重选择和配物 用食疗方法治疗某一疾病 与应用中药一样 也存在配物问题 有相须配物 有相须配物 相食配物 相制配物几种形式 相须配物 指的是以两种功效 类似的食物合用 去其相互协同 提高疗效的配物方法 如百合盾离 以提高清肺热 养肺阴之功效 相食配物 指的是针对两种 公用不同的食物 以一种为主 另一种为腐 互相配合 以提高疗效的方法 如干麦大枣汤 小麦 干草 大枣同煮 补益心皮 加强宁歇安神之功效 生姜炖羊肉 加强温中散寒的功能 相制配物 指的是利用一种食物 抑制或缓和 另一种食物的偏性或副作用 如海产品多有腥味 吃食药加醋或生姜等去除 乳扁豆中含有一种毒素 用大蒜可以减轻或消除 在食疗的选择上 除了注意配物关系外 还应遵循顺其质 问所便 问其所欲无味的原则 在应用食疗时 为了加强食疗效果 便与病人服用 可以做成不同的食品类型 按照人们的饮食习惯 和食品种类 大致可分为饮料 主食品和副食品三大类 常用的饮料有汤 饮 椒 姜 乳 茶 露 汁等 主食品有馒头 米饭 饼 包子 面条 煎饼 窝头 粥等 副食品主要有菜肴类 点心类 及瓜果类等 其次 食物的性味不同 人体体质与病情不一样 故饮食也存在一剂之分 汉代张仲景在 金贵要略 禽兽鱼虫禁忌病治 中说 所食之味 由与病相移 由与身为害 若得宜则补体 害则成疾 强调对人体不相移的食品 要禁止食用 为之食剑或食剂 俗称进口或忌口 食疗与药膳的联系与区别 人们常常将食疗和药膳的概念混淆 实际上 食疗和药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食疗是研究养身保健 防病治病 延年易受的一门学科 它不添加药物 药膳是在食物中 加入药物 但它又不仅仅是食物与中药的简单相加 而是在中医辩证配膳理论的指导下 由药物 食物和调料三者精致而成的一种特殊食品 它既有药物功效 又具有食品的美味 可用以防病治病 强身易受 温性与寒性食品 现代医学分析食物的营养成分 祖国传统医学 也非常讲究食物的性味 其实 两种说法阐明的道理 有相通之处 所谓一是同源 要是同行 两者都讲究 方能起到趋病健身的目的 总体来说 繁体质偏热者 是以吃凉寒性食物 以便热症寒质 而既吃温热性食物 以免火上浇油 繁体质需寒者 既吃凉寒性食物 可进食温热性食物 以温散寒 使寒性体质得到调理 各种食物的性味具体如下 第一类 凉豆类 温热性的 有面粉 粒麦 豆油 酒 醋等 平性的 有糯米 精米 玉米 黄豆 黑豆 豌豆 赤小豆等 凉寒性的 有小米 草麦 大麦 绿豆 豆腐 豆浆等 第二类 瓜菜类 温热性的 有生姜 大葱 大蒜 韭菜 芥子 胡椒 胡萝卜 香菜等 平性的 有包菜 菜花 藕 山药 白萝 干薯 马铃薯 胡萝 南瓜 西红柿 蘑菇等 凉寒性的 有芹菜 线菜 菠菜 油菜 白菜 冬瓜 黄瓜 甜瓜 西瓜 苦瓜 竹笋 芋桃 茄子等 第三类 果实类 温热性的 有龙眼 荔枝 莲子 核桃 花生 栗子 五莓 杨梅 樱桃 石榴 木瓜 橄榄 梨子 橘子 桃等 平性的 有大枣 苹果等 凉寒性的 有梨 山楂 菱角 甘子 香蕉 甘蔗 柿子等 第四类 肉蛋奶类 温热性的 有羊肉 狗肉 鹿肉 等 平性的 有猪肉 鹅肉 燕肉 鸽肉 牛奶 鸡蛋等 凉寒性的 有兔肉 鸭肉 鸭蛋 第五类 水产类 温热性的 有黄鳝 虾 草鱼等 平性的 有鲤鱼 银鱼 大黄鱼 泥丘等 凉寒性的 有鰻鱼等 忌口与药食禁忌忌口 也是中医理论和实践的一大内容 主要包括三类 其一 某种病剂某类食物 如 肝病剂辛辣 心病剂咸 水肿剂盐硬固 油煎 生冷等食物 骨病剂酸肝 胆病剂油腻 寒病剂瓜果 窗接剂余下 其二 某类病剂某种食物 如 凡症剑 阴虚内热 弹火内盛 今夜耗伤的病人 济食酱 胶 羊肉等温造发热饮食 凡外感味除 猴疾 木疾 疮羊 沙斗之后 当济食剂 蒜 蟹 鸡蛋等风动气之品 凡属湿热内盛之人 当济食 鱼糖 猪肉 烙酥 米酒等助湿生热之饮食 凡中含皮须 大病 产后之人 西瓜 李子 田螺 蟹 磅 等肌冷笋之饮食 当即之 凡各种湿血 痴疮 孕妇等人 即食词如 胡椒等冻血之饮食 其三 服药后应即食某些食物 如 服发汗药即食醋 和生冷食物 服补药即食用茶叶 萝卜 常见的食物与药物相继 主要包括 猪肉反乌梅 结梗 黄莲 胡黄莲 百合 苍竹 猪血即地黄 何首屋 蜜 羊肉反半夏 昌蒲 季铜 丹沙 狗肉反商路 季杏仁 季鱼反后蒲 季麦冬 蒜即地黄 何首屋 萝卜即地黄 何首屋 醋即福岭 食物与食物之间的配舞 也有一些禁忌 主要包括 猪肉即荞麦 豆酱 鲤 黄豆 羊肉即醋 狗肉即蒜 鲤鱼即借菜 猪肝 猪血即黄豆 猪肝即荞麦 豆酱 鲤鱼肠子 鱼肉 鲤鱼即狗肉 龟肉即献菜 酒 果 善于季狗肉 狗血 雀肉即猪肝 鸭蛋即丧刃子 李子 鸡肉即芥末 乳米 李子 鳖肉即猪肉 兔肉 鸭肉 咸菜 鸡蛋 食疗与药膳的具体应用 春季食疗 四季变幻 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疾病史 都决定了不同的食疗方法 与调养方向 所以就要求因地制宜 分类选取 现代营养学家认为 具有下列症状的人 适宜于在春天进步 中老年人有早衰现象者 患有各种慢性病 而导致体型消瘦者 腰酸 眩韵 脸色伪黄 精神违靡者 受春天气候变化 医患感冒者 过往在春天有哮喘发作时 而现在未发作者 夏天有夏季低热者 凡具有上述情况者 均可利用春天这个季节 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 选择适当的食补方法 以防病治病 祖国医学认为 春季养生 当需食补 但必须结合 春天人体 阳气健身之特点 采用平补 轻补 柔补的饮食原则 避免适得其反 春季 气候炸暖还寒 风高雾灶 最容易使人们染上灶邪急患 预防春灶最安全的方法是食疗 一体又能防病 春灶有温灶和粮灶之分 温灶型的春灶 表现为干咳 连声做腔 口干 弹少而粘连成丝 不易卡出 甚至戈而胸痛 痰中带血 并伴有鼻塞头痛 胃寒深热 它是造血与风热之邪相合而成 患者不妨采用下列食疗方法 白木耳杏贝百合汤 白木耳25克 杏仁10克 川贝姆10克 百合15克 白木耳用水尽头发开 洗净 杏仁 川贝姆 百合用水洗净 杏仁去衣 放入沸水中 中火煎一小时 再放白木耳 再煎半小时 加精盐调味 即可饮用 此汤有润沸止咳 养阴生筋 清热除痰的功效 杏仁珠沸炖离 珠沸200克 杏仁10克 压里两个 去和切片 冰糖适量 将珠沸洗净切片 并挤去泡沫 与杏仁 压里一同放入锅内 加冰糖 炖熟 腐食 杏仁 压里 珠沸三者 结合食用 具有润沸止咳之功效 适用于温造伤肺 发热头痛 口鼻干燥 咳嗽无痰 心烦口咳等症 此外 还有五支饮 天花粉麦东粥 琵琶叶粥 板栗冰糖粥等食疗方法 凉造行春 灶多发在初春 是造邪与风寒之邪 相结合 侵袭人体的结果 病人症状有 肝咳 少痰或无痰 鼻咽干燥 猴痒 渐有恶寒发热 头痛无汗等症 患者可试用 姜糖酥叶茶 结梗百步萝卜汤 芝麻红糖粥等 食疗方法 夏季食疗 夏季易上火 所谓上火 实际上是中医所讲的 一种治病因素 有外感 内生之分 对于虚火 食火 临床需四诊 合餐 辩证失智 同时 如果采取食疗方法 辅助治疗 会起到促进疗效的作用 先介绍几种 夏季去火的食疗 绿豆味干性寒凉 能解暑热 除烦热 还有解毒的功效 可以熬汤 煮粥 或做成绿豆糕食用 但注意 不宜与中药同服 兔肉味干性凉 有解热毒 凉血 通便作用 可以红烧或炖汤 丧刃 胃肝胃干性寒 有滋阴补血 易干肾的作用 对于阴虚内热 引起的耳鸣 失眠 心悸 有辅助治疗作用 生食 或用50克水间浮 比其胃干性为寒 可以清热解渴化痰 适用于热病的心烦口渴 咽喉肿痛 口舌生疮 大便干 尿黄者 可以生吃 也可以炒菜 还可以导致冷服 治疗咽喉肿痛 效果有佳 百合胃干 微苦性微寒 能清热 又能润燥 对肺因不足引起的干咳 少痰 或低热 咽喉肿痛 均有效 用鲜百合导致 加水引之 一颗煮食 也可用冰糖 一起煮食 秋季食疗 秋季食节 灶气盛行 与风相合 形成风噪之邪 人体会出现一系列干燥迹象 如鼻干 腌干 口干 舌干 皮肤干燥皱裂 大便干燥 尖色的 孤婴遵循古代秋季养阴的原则 选取滋阴润造 滋补润肺 清热降火的食物 如乌骨鸡 猪肺 龟肉 燕窝 银耳 蜂蜜 芝麻 豆浆 藕 核桃 花生 鸭蛋 菠菜 萝卜 橄榄 梨 甘蔗 鱼糖等 根据秋季的气候特点和医患疾病 推荐以下几种方面 经济的食疗方法 以自参考 粥类以义仁粥为代表 具体做法为 区义仁三十至六十克 精米一百克 将义仁与精米铜放入锅中 水煮 熬成粥 此方健脾止泻 沥水甚湿 驱石除臂 适用于皮湿渐韵 水湿内亭引起的水肿 狡气 小便不利 蟹蟹 湿足经络 或引起的四肢狙击 风湿壁痛 湿热雍质之费雍 长雍等症 此外 核桃粥 麦门东粥也有较好的去造质功效 羹类的鸭蛋银耳羹 也是不错的选择 具体做法为 取鸭蛋一个银耳食客 冰糖适量 先将银耳泡软 用水熬煮至软熟 鸭蛋打至碗内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银耳羹内 加入适量冰糖 将鸭蛋煮熟即可 此方滋阴润肺 适用于肺热咳嗽 酒壳 咽炎 咽肝痛 口渴 大便干结等 炖品中介绍百叶南瓜 具体做法为 取嫩南瓜一个五花肉 二百五十克 粉丝少许 鸡蛋一至两个 姜 葱 味精 盐等调味品适量 高汤一碗 先将南瓜洗净 从有瓜地的部位 切去一个盖 挖去中间的瓜嚷带用 五花肉剁碎 将粉丝用温水泡软后 切成小段 然后将五花肉 粉丝 姜末 葱花 盐 味精等搅在一起 加入适量高汤 并打入鸡蛋 搅匀成肉馅 将肉馅放入南瓜内 将盖盖上 放入一大盘内 隔水用大火炖三至四小时即可 此方补中 液气止咳 清热解毒 适用于治疗脾胃 气虚引起的那呆 消化不良 腹脏 体虚咳传等症 冬季食疗 冬季对人体有 极大影响 天气转寒或气温骤降 使人亦感受寒邪 亦损伤阳气 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欲寒能力差 表现为胃寒 手足冰凉 腰背部或胸部怕冷 亦感冒等症状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容易出现复发 反复咳嗽 可谈 甚至气喘 风湿性疾病患者 愈冷或寒性刺激 久关节 腰腿痛 还有一些体弱多病者 有胃肠炎 胃溃疡患者 因消化功能弱 亦出现大便唐息 溃疡病复发的症状 从中医角度来讲 慢性病有肾阴虚 肾阳虚 气血两虚 肺阴虚 脾胃虚弱等症 而西医认为 慢性胃肠炎 胃肠功能紊乱 神经衰弱 老慢肢 骨质疏松 风湿性关节 及营养不良 免疫功能低下等疾病 均可采用食疗的方法 进行调理或辅助治疗 来达到健身的目的 如能在冬季开始的时候 就进行适当调理 就完全可以保证 自己的身体健康 中国有句俗话叫 冬季进补 开春打虎 可见冬季食疗的重要性 根据食物与脏腑的关系 冬季可选用有咸味 瘦敛 潜藏的作用的食物 冬季五脏属肾 以温补 在根据中医理论中的五色入五脏理论 冬季应以黑色食物为主 但是需要强调一点 无论那种进补方式 何种补品 只能是针对整体而言 对于个别人来说 冬季是不宜进补的 食疗方法 在冬季多一顿和蒸两种 顿品有起边撞羊汤 路边撞羊汤 此二方均适用于肝肾虚损 精血不足 而见腰膝酸软 头昏 耳鸣 阳尾 胰经等病症 食泉大补汤 此方适用于气血不足 久病体虚 面色伪黄等 偏于虚寒之症 蒸品有虫草全鸭 本品有补肺肾和直喘受的功效 对于肺气虚或肺肾两虚直喘受 自汗 阳尾 已经疾病后虚弱 神皮少食的病人 有增加营养和辅助治疗的作用 天麻鱼头 此方能滋养镇静安神 瓶肝西风止痛等作用 对神经性偏头痛 肢体麻木 神经衰弱的头昏 头痛 失眠等 均有辅助之效 黄气征肌 适宜于皮须食少 乏力 气虚自汗 医感冒 血虚眩韵 麻木及中气下腺之酒屑 脱缸 子宫下垂等 有较好的疗效 关心病药膳 玉竹朱心 配料味 玉竹50克 朱心500克 生姜 葱 花椒 食盐 白糖 味精 香油适量 烹调方法是将 玉竹洗净切成段 用水煎熬两次 收取药液1000克 将朱心剖开 洗净血水 与药液 生姜 葱 花椒 同制锅内 在火上煮至朱心六成熟时 将它捞出晾凉 将朱心放在卤汁锅内 用文火煮熟捞起 开净浮沫 在锅内加卤汁适量 放入食盐 白糖 味精和香油 加热成浓汁 将其均匀地涂在朱心里外集成 功效为 安神宁心 养阴生金 适宜于 关心病 心律不齐 以及热病伤阴的 干咳反咳 蟹白粥 配料为 蟹白50克 精米160克 烹调方法是将 蟹白清洗干净 切成碎米粒状 精米淘洗干净 放入锅内 加蟹白 清水 上火烧开 换小火 慢慢熬煮成粥 功效为 理气宽凶 通阳散接 止痛 适宜于 关心病 胸闷不舒 或心脚痛 单身酒 配料为 上等单身30克 白酒500克 烹调方法为 将单身洗净 泡入白酒中 约7天后 即可服用 每次10克左右 饭前服 功效为 补气活血 适宜于 关心病患者 经常饮用 糖尿病药膳中医认为 糖尿病的病基 是本须标识 表现为阴须 气须 气阴两须 阴阳两须 四组正后 历代一家 非常重视 糖尿病的 饮食治疗 根据不同的病因 创立了大量 行之有效的 药膳处方 阴虚者表现为 口渴欲饮 口肝繁热 便肝尿黄 舌红胎少 卖细数 制法 以养阴为主 常用药食如生地 山鱼肉 枸杞子 织母 悬参 隔根 生山药 苦瓜等 药膳处方 如奇果 隔粉粥 枸杞子 隔根等 苦瓜炒肉 苦瓜 手猪肉等 气虚者表现为 疲乏无力 四肢倦带 腹杖便糖 舌蛋抬白 脉细弱 制法 以补气为主 常用药食如 人参 黄旗 白竹 山药 南瓜 隔根 莲子等 药膳处方 如山药莲子粥 黄旗 炖母鸡 黄旗 母鸡肉等 气阴两虚者 表现为阴虚 气虚症状 兼而有之 制法当 意气养阴 常用药食如人参 黄旗 生地 山药 枸杞子 云陵 隔根 白竹 黄金等 药膳处方如 参起针 人参 朱胰藏等 阴阳两虚者 表现为 疲乏无力 腰细酸软 手足心热 手足背寒 舌蛋 脉沉 制法当 自阴祝阳 常用药食如肉桂 鹿角片 枸杞子 山鱼肉 鲜灵皮 人参 黄旗等 药膳处方如 鹿头汤 鹿头 五味子等 参起灵皮 人参 枸杞子 鲜灵皮等 以上为辩证用膳 具体症候不同 食疗处方也各以 临床中的糖尿病常伴随多种并发症 因此 在选用药膳处方时 也应该给予足够重视 糖尿病合并雀目者 为肝肾阴虚 目翘施养 致当滋养肝肾 常用药食如枸杞子 菊花 羊肝 猪肝等 药膳处方如 羊肝羹 羊肝等 洋葱炒肝尖 洋葱 猪肝等 合并视网膜病变者 表现为头目昏花 视力下降 为阴虚肝旺 血落不宁 致当滋阴凉肝 凉血和血 常用药食如三七粉 桑叶 菊花 枸杞子 鲜鹤草等 药膳处方如 桑菊茶 桑叶 菊花等 起菊饮 枸杞子 菊花等 合并高血压者 表现为头晕目眩 头痛心烦 为阴虚阳炕 肝火上冲 致当滋阴前阳 凉肝平冲 常用药食如瓷石 海蛇皮 牡蛎 天麻 菊名子 枸杞子 桑叶 菊花 槐角 八角 胡麻等 药膳处方如 苦丁茶饮 天麻炖猪一子 天麻 猪一子等 以上为便并用膳 仅举几例 糖尿病具体 并发症不同 药膳处方 也别 脂肪肝食疗 脂肪肝病患者 在饮食中 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控制热量摄入 以便把肝细胞内的脂肪氧化消耗 肥胖者应慢慢控制体重 使其降至标准体重范围内 以标准体重计算 每千克体重 可给热能84-105千焦 20-25千卡 标准体重 千克 身高 厘米 105或100 男性165厘米以上 减105 女性和男性165厘米以下 减100 二 限制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按标准体重计算 每千克体重 每天可给脂肪0.5-0.8克 以选用植物油或含肠炼不饱和 脂肪酸的食物 如鱼类等 碳水化合物 每天每千克体重 可给2-4克 食用糖的摄入不宜过多 三高蛋白饮食 每天每千克体重 可给1.2-1.5克 高蛋白可保护肝细胞 并能促进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 蛋白质供给 优质蛋白质应占适当比例 例如豆腐 辅助等豆制品 以及瘦肉 鱼 下 脱脂奶等 四保证新鲜蔬菜 特别是绿叶蔬菜的供应 以满足机体对维生素的需要 但含糖多的蔬菜及水果 不宜进食过多 五限制食盐 每天以6克左右为以 60辆饮水 以促进机体代谢 及代谢废物的排泄 七夺食用含有 甲硫氨基酸丰富的食物 如小米 油麦面 芝麻 油菜 菠菜 菜花 甜菜头 海米 干贝 蛋菜等食品 可促进体内磷脂合成 协助干细胞内脂肪的转变 八基辛辣和刺激性食物 如洋葱 蒜 姜 辣椒 胡椒 咖喱和酒类等 少用肉汤 鸡汤 鱼汤等 寒淡进出物高的食物 高血压食疗 高血压病食物选择 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 控制热能 需控制主食及脂肪摄入量 尽量少用或不用糖果点心 甜饮料 油炸食品等高热能食品 二 减少烹调用盐量 尽量少吃酱菜等类盐腌食品 三 少吃肥肉及各种动物性油脂 控制动物脑子 鱼籽等高胆固醇食物 食用油尽量选用豆油 花生油 葵花子油等植物油 四 多吃一些蔬菜 水果 尤其是深色蔬菜 五适当增加海产品的摄入量 如海带 紫菜 海产鱼类等 高血压病 一日食谱举例 早餐 小米粥 小米50克 馒头 面粉25克 午餐 清蒸鱼 鸡鱼100克 素炒油菜 油菜200克 米饭 大米100克 水果 苹果200克 晚餐 肉胃豆腐 瘦猪肉胃50克 北豆腐100克 拌黄瓜 黄瓜100克 拌西红柿 西红柿100克 白糖10克 米饭 大米100克 水果 压力100克 加餐 牛奶 维生素 AD鲜牛奶 250毫升 全日烹调 用油25克 妇女痛经 药膳痛经 表现为月经期 及月经前后 小腹及腰部疼痛 长半有面色苍白 头面冷汗淋漓 手足觉冷 恶心呕吐等症状 中医称 经形腹痛 根据临床症状的不同 可分为气质血瘀 寒湿凝滞 气血虚弱 肝肾亏损四种类型 下面分别介绍各种类型 即相应药膳 各两例 可酌情选用 一般在经前三四天开始服用 一气质血瘀形 可见经前或经期小腹疼痛拘暗 下坠或刺痛 月经色紫黑有快 快下痛解 月经量少而淋漓不畅 胸斜胀满 即乳房胀痛 蛇至子暗 或有鱼斑点 麦陈墙或陈色等 一亩草三十至六十克 圆壶二十克 鸡蛋两个 加水同煮 蛋熟后去壳 再煮片刻 去要扎 十蛋饮汤 月经前每日一次 连浮五至七天 川胸十克 鸡蛋两个 黄酒适量 前两位水间煮至蛋熟 去蛋壳再煮五分钟左右 加黄酒调匀即可 每日一计 分两次服用 吃蛋喝汤 二寒失宁置行 可见 经期或经后 小腹冷痛或脚痛 疼痛俱暗 且得热痛减 精水量少 精色淡而加白快 或精色如黑豆汁 精型不爽 胃寒变糖 舌鞭子 或牙银子暗 卖沉浸等 桂皮六克 山楂肉十克 红糖五十克 水间温饮 每日一计 三气血虚弱形 腰细酸软 面色苍白 神皮无粒 月经色淡而亮少 雄乌骨鸡五百克 切块 鱼三克陈皮 三克凉浆 六克胡椒 两枚草果 适量葱 醋铜煮炖烂 吃肉 喝汤 每日两次 韭菜二百五十克 红糖一百克 韭菜洗净 捣烂取脂 红糖加水适量煮沸 对入韭菜之饮用 痛经时每日一次 连浮二至三日 饮后俯卧片剂 四肝肾亏损型 精后小腹作痛 腰酸吸软 头昏耳鸣 舌蛋台宝等 肉桂末两克 女真子十克 精米一百克 女真子水煎取脂 入精米煮成粥 入肉桂末调云服用 每日一季 分两次服用 月季花三十克 山药六十克 女真子三十克 公鸡已至 顿吃 每月一季 行经十七幅 连幅三个月 消化性溃疡 食疗 消化性溃疡的治疗 和病后调养等 都与饮食密切相关 因此 在生活中 注意通过饮食条理 可以缓解或治愈此类疾病 下面列举几粒有效的食疗方法 大枣生姜汤 配料为大枣五百克 生姜一百二十克 烹调方法是将生姜洗净 切片 与大枣同煮制熟 用法是 每日服三次 每次用圆汤炖热 吃大枣十余每 将一至二片 饭前 饭后吃均可 数次后 煮枣汤 每次服此汤更好 功效是 健脾温味 适用于慢性胃炎鼠 脾胃虚寒型病人 包心菜粥 配料为 包心菜五百克 大米五十克 烹调方法是 先将包心菜 用水煮半小时 捞出菜后 入米煮粥 用法是 每日服两次 温热服 功效是 缓急止痛 适用于胃疼 对胃及十二指肠 溃疡 有止痛和促进 溃疡愈合作用 土豆粥 配料为 新鲜土豆 二百五十克 不去皮 蜂蜜适量 烹调方法是 将土豆窃碎 用水煮 将土豆 煮成粥状即可 用法是 服用施加蜂蜜 每日清晨空腹食用 连浮半月 功效是 缓急止痛 适用于胃隐痛不适者 莲子猪肚 配料为水发莲子四十粒 猪肚一个 蒜 生姜 葱 香油 食盐 各适量 烹调方法是 将猪肚洗净 内装去新水发莲子 用线缝合 放入锅内 加清水 炖制熟透 捞出猪肚 晾凉 将猪肚切成细丝 同莲子一起放入盘中 拌入香油 食盐 生姜 葱 蒜等调料即可 用法是单服或左餐食 功效是 补虚益气 健脾异味 适用于食少 销瘦 谢谢 水肿等证 甜辣丁 配料为嫩藕 250克 鲜蘑菇100克 干辣椒一个甜面酱 调料个适量 烹调方法 是将鲜藕洗净去皮 切丁 浸冷水中 蘑菇切丁 辣椒切末 菜油烧至五成热时 抱入干辣椒 倒入甜面酱 再加藕丁蘑菇 及少许水 加入姜 盐 糖等调料 煮沸 焖两分钟即可 用法是单食或左餐食 功效是 健脾开胃 抗疲劳药膳 现代人工作 生活压力大 经常感觉到疲劳 因此 常吃些抗疲劳的药膳 可以缓解这些症状 恢复充沛的精力和体力 虫草红枣炖甲鱼 配料为冬虫下草食克 活甲鱼一只 红枣二食克 料酒 盐 葱 姜 蒜 鸡清汤各适量 烹调方法是将甲鱼宰沙 去内脏 洗净 剁成四大块 放锅中煮沸捞出 割开四肢 包去腿油洗净 冬虫下草洗净 红枣用开水浸泡 甲鱼放汤碗中 上放冬虫下草 红枣 加料酒 盐 葱段 姜片 蒜拌 和鸡清汤 上龙隔水蒸两小时 取出 碱去葱 将集成 用法为左餐食用 功效为滋阳益气 补肾固精 抗疲劳 适用于腰细酸软 月经不调 乙经 阳尾 早泻 乏力等症 健康人常食 可增强体力 防病延年 消除疲劳 双三肉 配料为 鲜人参15克 海参150克 猪瘦肉250克 香菇30克 青豌豆60克 竹笋60克 味精 精盐 香油 各适量 烹调方法 是将海参发好 切块 香菇洗净 切丝 瘦猪肉洗净 切小块 竹笋切片 将以上四味 与人参 青豌豆 一起放沙锅内 加清水适量炖煮 以受猪肉熟烂纸 加入味精 精盐 香油 各少许即可 用法为 每日一至二次 每次适量 每周二戒 功效为 大补气血 强壮身体 消除疲劳 适用于 久病体虚不复 或年老体衰 精神违米 身体疲倦者 乌发药膳 祖国医学 对于白发 脱发等病症 采用食疗和药膳 保养治疗手段 效果独到 实践证明 一些食物 中药 对乌发 生发 具有很好的效果 如中药 和手乌 对乌发的疗效 就非常显著 白子人 侧百叶 对生发 有一定作用 乌发汤 就是一种常用的 有效的乌发药膳 配料为 熟地黄三克 环药三克 单发一点五克 枣皮两克 择蟹一点五克 当归一克 红花一克 天麻一点五克 炙手五五克 兔丝子三克 侧百叶一克 黑豆五克 黑芝麻五克 核桃仁三克 羊肉五百克 羊头一个 羊骨五百克 烹调方法 是将羊骨 羊头打破 羊肉洗净 入废水锅内 吞去血水 铜羊骨 羊头快放入锅内 羊骨垫底 将以上药物 用纱布袋装好扎口 放入锅内 并放入葱 生姜和白胡椒 加适量清水 将锅至炉上 先用无火 将汤烧开 打去浮沫 捞出羊肉切片后 再放入锅中 用纹火炖一个半小时 待羊肉炖至熟透集成 将药包捞出不用 服用时 可加入味精 食盐 调料 吃肉和汤 功效为 滋干补肾 补血氧气 乌絮黑发 适用于脱发 头发 枣白等症 哮喘食疗 与药膳哮喘 在饮食方面 既是螃蟹 虾 生奶等容易引发 哮喘的食物 平时注意清淡饮食 吃容易消化吸收的 蛋白质类物质 少吃油腻 煎炸 生冷 或雪糕 冷饮等寒食 成人要少接触 辛辣和烟酒 治疗哮喘的几种食谱 核桃粥 核桃仁50克 精米100克 冰糖100克 先将核桃仁用废水 抄一下去皮 切成米粒大小 待米煮开花后加入 同时放入冰糖 熬煮成粥食用 南瓜粥 南瓜500克 精米100克 把南瓜去皮 切成小片 跟米一起煮 先用大火煮开后 转用小火煮成粥 即可食用 茶叶蛋 绿茶15克 鸡蛋2粒 加水一碗半同煮 蛋煮熟后 去壳再煮至水干 取蛋吃 治疗哮喘的三种单方 单方一 食尾20至60克 冰糖15克 将食尾加入水三碗先煎 煎成一碗半后 取渣流汁 趁热加入冰糖 溶解温服 每日一季 分三次服完 每五天为一疗程 单方二 党身15克 骨桃仁5克 生姜5片 用水二碗半 煎成一碗半 每天一季 虚性哮喘 尤其适合经常服用 单方三 干地龙盐粉 每次三克 每日三次 冲水服用 安神食疗药上桂园枸杞粥 配料为桂园肉15克 枸杞子10克 红枣5枚 精米100克 烹调方法是 先把上述原料分别洗干净 至砂锅于中火上加清水 把精米煮开15分钟 再加桂园肉 枸杞子 大枣 去盒 煮成粥 晨起空腹 及晚上睡前各服一次 此粥的功效 是由补血养心 安神之功效 可治疗老年人血须炫韵 耳鸣 失眠等症 芝麻核桃粥 配料为黑芝麻 核桃仁各50克 大米100克 烹调方法是将大米洗净 入砂锅加水 适量致旺火上煮沸 然后放入捣碎的芝麻 和核桃仁煮成粥 加少许糖角云分 早晚两次服用 此粥的功效 是有健脑补肾之功效 可治疗老年人肾虚 多梦失眠 腰痛等病 核桃福林粥 配料为核桃仁50克 福林25克 精米100克 烹调方法是 先将核桃仁 用热水浸泡 与福林分别盐碎 精米洗净 加福林雨水适量 至砂锅中煮沸后 小火焖煮30分钟 放入核桃仁 再煮20分钟 加少许精盐 及麻油调味后分 早晚两次食用 此粥的功效 是健脑增制 健脾安神制功效 可治疗老年人 心脾两须所致的失眠 健忘 多梦等症 远至早仁粥 配料为远至炒酸枣人个10克 精米50克 烹调方法是 先把精米煮成粥 然后放入洗净的远至 早人再煮20分钟 晚间睡前或作夜餐吃 此粥的功效 是宁心安神 健脑抑制之功效 可治疗老年人血须所致的经济 健忘 失眠等症 桂圆嵌食粥 配料为桂圆肉 嵌食个20克 酸枣仁5克 蜂蜜30克 糯米100克 烹调方法是将糯米 嵌食洗净 去杂质混合 加入桂圆肉 及适量水 至砂锅内 忘火煮沸 改小火焖煮30分钟 再将酸枣仁清水浸发后 调入粥内 再焖煮30分钟 食前调入蜂蜜分 早晚两次服用 此粥的功效 有健脑抑制 一身固精 安神养心之功效 可治疗老年人神经衰弱 治理衰退 肝肾虚亏等症 牛奶煮鸡蛋 配料为牛奶50克 鸡蛋黄5个 将二者一起煮熟食用 治疗心烦失眠 黄花菜肉汤 配料为黄花菜30克 瘦猪肉100克切片 加入适量水烧汤 并加入食盐 味精 酱油调味 即可食用 治疗睡不踏实的症状 大早葱白汤 配料为大早20个 葱白7根 一起加水煎汤 睡前饮用 治疗头痛含热症 极其引起的失眠 百合龙眼莲子汤 配料为百合 龙眼肉 莲子各适量 共同加水煮汤 之后加白糖适量 调味及时 治睡不安宁 养血安神 补中养血 治疗夜间多梦 大早糯米粥 配料为大早20个 糯米100克 加水 共同煮成粥食用 健胃盒中 一起浮症 可以增强睡眠质量 治疗失眠 保健防病的菊花食品 菊花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同时也具有药用保健价值 本草纲目十一 说它能溢血润容 还对治疗眼睛疲劳 视力模糊 有很好的疗效 古人早就用菊花 来保护眼睛的健康 除了涂抹于眼睛上 可以消除腹肿之外 日常生活中 可以泡一杯菊花茶 或喝一碗菊花粥 能缓解眼睛疲劳 如果每天喝三至四杯的菊花茶 长期坚持喝菊花粥 对恢复视力 活患肤色也有帮助 菊花有很多种类 一般的人们 在选择菊花的时候 通常会选择花瓣白皙且大朵的 其实又小又丑 且颜色泛黄的菊花 反而是上选 菊花粥 富含皮肤所需的营养物质 经常服用 却有美容效果 菊花粥的前期准备工作 是在农历九月 采集盛开的菊花 去地 烘干或蒸后 晒干备用 具体做法 菊花五十克 精米一百克 先将菊花煎汤 再将菊花汤同米一起煮成粥 早 晚随量服用 根据个人喜好 还可加入百合等 带到粥煮至浓稠时 放入适量红糖调味食用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菊花中含有挥发性精油 故聚芳香 也含胆碱 维生素A 维生素B 氨基酸 还可增强毛细血管的抵抗力 并降低血压 因此 菊花粥具有贱皮补血 清干明目之功效 长期食用 可使面部肤色红润 起到保健防病的作用 中老年人 如能在春季食用些菊花粥 不仅可防治风热头痛 肝火木赤 眩晕耳鸣 而且酒服还能使人肢体轻松 而葱木鸣 提神醒导 菊花糕 是把菊花拌在米浆里 蒸制成膏 或用绿豆粉与菊花制膏 具有清凉去火的食疗效果 菊花窑 是用菊花与猪肉 蛇肉炒 或与鱼肉 肌肉煮食的菊花肉片 昏中有素 不蚊不腻 清新爽口 可用于头晕目眩 风热上扰脂症的治疗 菊花羹 是将菊花与银耳或莲子煮 或蒸成羹食 加入少许冰糖 可取繁热 利五脏 炙头晕目眩等症 延年易寿的山药粥山药 栽种的称加山药 野生的称野山药 中药才称淮山 淮山药 淮山药等 山药的营养丰富 胃肝 性贫 入肺 脾 肾经 不躁不腻 具有健脾异味 滋肾义精 润肺止咳 降低血糖 抗肝昏迷等功效 长期食用 可延年易寿 因此 山药自古以来 就被视为物美价廉的 补虚佳品 山药 适用人群很广泛 一般人均可食用 尤其是以糖尿病 腹胀 病后虚弱 慢性肾炎 长期腹血患者 但是山药有收色的作用 故大便造结者不宜食用 有食血者即食 山药与干碎 不要一同食用 也不可与碱性药物同服 将山药做成红枣山药粥 是一种很好的食疗方式 具体做法 是选用红枣15个 鲜山药100克 糯米100克 即适量白糖 将红枣洗净 用清水浸泡两小时 捞出粒干 山药去皮洗净 切成小块 糯米淘洗干净 用清水浸泡一小时 处理完毕后 把红枣 糯米放入锅内 倒入适量清水 用大火煮沸后 加入山药块 再改用小火煮成西粥 加入白糖调好口味 即可食用 红枣山药粥 具有甘甜软糯的特点 可以起到养血安神 补虚健身的功效 是贫血 体虚乏力 腰酸腿软 小儿软骨病等 患者的康复食品 还有一种 普通山药粥的做法 以干山药片 45-80克 或鲜山药 100-200克 洗净切片 与精米100克 同煮粥 做早 晚餐食用 山药是一种 性味平和的 滋补皮 肺 肾的食物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 山药含有 淀粉酶 胆碱 粘液质 糖蛋白 极次有氨基酸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C核点 钙 磷等 山药中所含的 淀粉酶 能分解蛋白质 和碳水化合物 具有狠药的滋补效果 人们称之为消化素 中老年人在春季里 经常食用些山药粥 补一颇多 处理山药时的注意事项 一 山药切片后 容易氧化发黑 需立即浸泡在盐水中 二 新鲜的山药切开时会有粘液 特别容易划刀伤手 可以先用清水加少许醋息 以减少粘液 三 山药皮容易导致皮肤过敏 所以 最好削皮后再食用 并且削完山药之后 手不要乱碰 立刻多洗几遍手 否则接触到皮肤上 会使皮肤造痒 四 质量的辨别 质量好的山药 外皮无伤 有粘液 断层雪白 粘液多 水分少 皮可先炒 或晒干煎汤 煮粥 去皮食用 以免产生麻 刺等异常口感 山药先品多用于虚劳咳嗽 及消可病 炒熟食用至皮肥 甚其亏虚 药酒的保健作用 久久作为一种饮品 早已超出原来的作用范围 从古至今 无论是喜庆 祝贺 鉴别 待客 酬宾 壮行 积虑 还是祈福 免灾 解忧 求教 祭奠 交友 甚至写诗 作画等 都离不开酒 酒已经渗透到 人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有语云 悲中有乾坤 酒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 已经是不可替代了 几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 发明了酿酒方法 最初的酒 没有用来饮用 而是用来治病 人们用药放在酒中浸制 制成药酒 能起到通血脉 散湿器 行药室 沙百邪 理肠胃 预风寒 止药息痛等作用 因此 古人尊称酒为百药之常 同时 根据须则不知 损责抑制的中医理论 古人还制成了 可以长期饮用的 有养生保健作用的补酒 现代称之为保健酒 药酒可用来治病 补酒可用来强身 这是在医药学领域 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大贡献 酒具有保健作用 是有科学依据的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少量饮酒能提高高密度脂蛋白 HDL的水平 能够预防和减少动脉硬化 及关心病的发病率 其中 葡萄酒的保健作用历来受到重视 葡萄酒中含有较多的抗氧化剂 如茶素 黄酮类物质 及某些维生素 微量元素等 能清除养自由基 有抗衰老的作用 并含有白梨卤醇 能够辅助抗癌 人们的炼酒情节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饮酒之风既不好戒 又不能进 因此 如果引导喝保健酒 适度饮酒 能够有利于调整机体某些功能 既能满足练酒的情节 又能促进健康 是具有一定的好处的 但是 过量饮酒 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能导致脂肪肝 酒精肝 肝硬化 肝癌等疾病 其实 人间万事皆有度 适可而止 过犹不及 饮酒 亦是如此 医生劝诫人们 每日饮酒 白酒不超过一百毫升 酒精浓度百分之十二的葡萄酒 不超过二百五十毫升 不善饮者应在减量 啤酒不能与烈性酒同饮 因为这样会导致消化功能紊乱 而且异醉 也不能与汽水同饮 二者的二氧化碳相加 导致加大未粘膜对酒精的吸收量 此外 老人与孕妇饮酒 均需甚重 博大精深的酒文化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 酒和酒文化 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酒文化 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因为酒作为一种特殊的饮品 还寄予了人们的精神追求 中国是酒的国度 中国的酒 形态万千 色泽分成 其品种之多 产量之风 堪称世界之冠 中国的饮酒之风 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男女老幼 足无分汉满猛回葬 历经数千年而不衰 中国更是酒文化的集圣地 饮酒的意义 远不止身体层次的消费 远不止口腹之乐 在很多情境下 酒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一种文化象征 它能烘托气氛 更畅快地表达出一种情趣和心境 因此 酒与诗 书画 文学创作 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酒醉而成传世诗作 这样的例子 在中国诗史中 俯诗皆是 杜甫 引中八仙歌 描述李白斗九诗百篇 长安市上九家棉 天子忽来不上传 自称臣是酒中仙 苏氏和陶渊明饮酒 有抚养各有志 得酒诗自称之语 杨万里 重酒后二月登万花川 古月下船商中可见一杯未尽诗已成 永诗像天天一惊的豪放 不仅为诗如此 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 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 书圣王羲之最诗挥毫而作 蓝亭旭 求魅敬见 绝待所无 而至酒醒时 更书数十本 终不能及之 无代当风 得画圣无道子 作画前必酣饮大醉 方可动笔 最后为画 挥毫历旧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 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 解脱束缚 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众多的鸣酒 不仅仅给人身体的愉悦 还能给人以美的启示 与力的鼓舞 每一种鸣酒的发展 都包容劳动者 一代代的探索奋斗 甚至英勇献身 因此鸣酒精神体现了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 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九神精神 追溯中国九神精神的源头 视为道家哲学 庄周主张 物我合一 天人合一 其一生死 还倡导成物而游 游乎四海之外 无和有之乡的精神境界 他宁愿做自由的 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 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首阔步的千里马 追求绝对自由 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 是中国酒文化的精髓所在 药酒的独特功效 我国古代医学家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 认识到酒既有兴奋作用 又可作为较高级的药物 因为酒 是用古物合区所酿成的流制 其气汗 致轻 胃苦甘心 性热 具有散寒治 开淤解 消饮食 通经络 行血脉 温脾胃 养肌肤的功用 酒可以直接荡药 治疗关节酸痛 腿脚软弱 行动不便 致寒体冷 肚腹冷痛等症 亦可在开处方中 把某些药物用酒禁字 或以酒为食来引导猪药迅速发挥疗效 酒与药有机的结合起来 形成了完整的药酒方 药酒对治疗外科疾病独具效力 王涛外台密药中记载 治下不治疮方 方法是掘地做小坑 烧赤 以酒卧治 那无助于在内 坐之 不过三度凉 石流球路中也有用药酒治海水伤裂的记载 凡人为海水咸雾所伤 疾风吹裂 痛不可忍 用密半斤 水酒三十斤 防风 当归 枪火 经戒个二两 帷墨 煎汤玉汁 一息急欲 药酒对一些疾病有预防作用 长时间服用能够延年益寿 在古代的民间季节性疾病的预防中应用广泛 如图苏酒 是用酒浸泡大黄 白竹 桂枝 节梗 防风 山椒 乌头 父子等要制成 此酒相传是三国时期化托所创 每到除夕之夜 男女老少均饮图苏酒 以预防瘟疫流行病 唐代扬州名僧建真大师东渡的时候 将此方传至日本 为日本人民所推崇 此外 元旦出席饮浇白酒 端午节饮熊黄酒 爱夜酒 重阳节饮朱鱼酒 辣酒 焦酒等 都是古代饮酒防病的有效方法 千金方曰 一人饮 一家无益 一家饮 一礼无益 可见其重要性 至今 我国南方一些地区 和台湾人民 还沿袭这一习俗 不过药酒成分和饮用时间 发生了变化 原料 是用薄荷 紫苏等药物 进糯米酒 酿制而成 一般都在正月初七夜 以避瘴气 历代用药酒治病的案例 有很多 实际 《扁确仓公列传》中 就记载了两例 一个是吉北王患病 照请苍公诊治 苍公诊了麦后认为 他患的是风绝胸满病 于是配置了三弹药酒给他服 果然病就痊愈了 另一个是栽川有个王美人 怀子而不辱 苍公诊后 开了一副用浪荡配的酒给他喝 玄机乳生 孙思苗亲近方中记载了 其为唐相国四僧允惠 治疗颠急失心病的案例 他先让允惠 吃了很多咸的食物 半夜时允惠口渴难耐 孙思苗便调了一杯 油猪沙 酸枣人 乳香等药混合的药酒给他喝 过一会 又喝了半杯 这位四僧服药后 睡了两天两夜 醒来后 病症全消 不易气血药酒牛吸毒活酒 配方为桑寄生三十克 牛吸四十五克 毒活二十五克 秦椒二十五克 肚重四十克 人参十克 当归三十五克 白酒一千毫升 治法为 先将所有药材洗净后切碎 放入纱布袋中 缝口 放入酒中 浸泡三十天后 将药渣取出 过滤备用 用法为 每次十至三十毫升 每日一次 上午九至十一点服用为佳 功效为 补养气血 易干强肾 除去风湿 止腰腿痛 药材功效解析 肚重 牛吸 桑寄生 具有补义干肾 强筋撞骨之功效 当归 人参具有养血 益气之功效 秦交 具有法师 宣臂止痛之功效 此酒主治 腰膝发凉 麻木 酸软疼痛 腿足屈身不利 臂着不仁 肝肾两窥 风寒失臂 人参顾本九 配方为 核手屋六十克 枸杞子六十克 生帝皇六十克 淑帝皇六十克 麦冬六十克 天门冬六十克 人参六十克 当归六十克 茯苓三十克 白酒六千毫升 制法为将所有药材 倒成碎末 装入纱布袋 放进干净的坛子里 然后倒入白酒浸泡 加盖放在纹火上煮沸 约一小时后 离火 冷却后将毯子密封 一周后开启 将药扎除去 装瓶备用 用法为 每次十至二十毫升 每日早晚两次 将酒温热空腹服用 功效为补肝肾 甜精髓 易气血 药材功效解析 何手屋 熟地皇 枸杞子 滋肾养肝 补血 生地皇 麦冬 天门冬 滋阴 人身 补元气 当归 补血 养血 浮灵 健脾 立湿 此酒主治中老年 因肝肾虚弱 气血不足 而引起的腰酸吸软 体发无力 失眠健脏 失眠健忘 精神违靡 食欲不振 等症 健脾和味药酒 拌下人参酒 配方为拌下三十克 黄芹三十克 甘酱二十克 人参二十克 炙甘草二十克 黄莲六克 大枣十克 百酒七百毫升 制法 是将上述七味药材 一桶捣碎 用不包裹 禁于酒中 二十五天后 加入凉开水 五百毫升调匀 去扎中瓶备用 用法为 每次二十毫升 每日早晚两次 将酒温热服用 功效 是和味酱腻 开结散脾 药材功效解析 办下性味新温 能够消脾散接 和味酱腻 去除脾满藕腻之症 甘酱 新温散寒 黄禽 黄莲 均苦寒泄热 将半下 甘酱 黄禽 黄莲苦心并用 能通能讲 足以开结散脾 降腻上呕 人参 大枣 甘温益气 以补其须 治甘草 补胃气 而调猪药 此酒主治 胃气不合 寒热护结 心下脾硬 偶饿 偶饿上腻 长鸣下利 不思饮食 倦怠乏力 灵皮肉桂酒 配方为 鲜灵皮100克 陈菊皮15克 黑豆皮30克 莲皮大腹 冰榔三枚 尺30克 肉桂30克 生姜三片 葱白三根 切 黄酒1000毫升 制法 是将上述药材 捣碎 装入纱布袋内 悬挂于酒坛内 不处坛底 糖灰火 热灰火 外微一日后 取出厚冷备用 用法为 每次10毫升 每日早晚两次 将酒温热服用 功效是温补肾阳 健皮立施 药材功效解析 鲜灵皮 肉桂 温补肾阳 虚冷纳叉朱正可除 为方中主药 陈菊皮 尺 冰榔 黑豆皮 生姜 葱白 李檀气 健胃书丰 推陈以致心 补肾温皮 疏力肠胃 标本相顾 则虚冷朱正自退 黄酒有 助温补疏力之功 此酒主治 皮肾两须 晚复冷痛 食欲不佳 腰酸体弱 食壶山药酒 配方为 山猪鱼六十克 怀牛膝三十克 食壶一百二十克 山药六十克 熟地六十克 白竹三十克 白酒三千毫升 制法是将上述药材 倒成碎末 装入纱布袋内 放入干净的器皿中 倒入白酒浸泡 加盖密封 十四日后开启 去掉药袋 过滤后即可服用 用法是每次十至二十毫升 每日三次将酒温热空腹服用 功效为补肾 养阴 健脾 药材功效解析 山猪鱼 怀牛膝 石虎 山药 熟地 具有资因补肾 补肾之功效 山药 白竹 可健脾 异气 此酒补肾 养阴 健脾 主之因阴虚体弱 而质的腰西酸软 体卷乏力 食欲不振 头晕目眩等症 强壮金骨药酒 大升地酒 配方为沙木节五十克 牛磅根一百二十克 地骨皮三十克 大麻人六十克 生地一百二十克 单身三十克 牛膝五十克 防风二十克 毒活三十克 白酒一千五百毫升 制法是将上述药材 一桶倒成粗末 装入纱布袋内 放入干净的器皿中 倒入白酒浸泡 密封 七日后开启 去掉药袋 过滤去渣 装瓶注存 用法是 每顿饭前 将酒温热随粮服用 功效为清虚热 驱风 活血 消肿 药材功效解析 沙木 能活血止痛 煮至矫气 皮块 骨节疼痛 带下 跌扑血瘀 牛磅根 可驱风热 消肿毒 防风 毒火 可驱风除湿 行臂止痛 单身 可活血 地骨皮 可清热 生地 可滋阴补血 牛膝 可强筋状骨 大麻人 可润肠通便 此酒有 清虚热 驱风 活血 消肿的功效 主治足径虚肿 凡热疼痛 行不困难 提到强壮筋骨 自然要想到钙 钙 钙调节着人体的各项生命活动 在人的各个生长阶段都肩负着重要的生理功能 是保证人体健康长寿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钙是构成牙齿和骨骼的主要成分 此外 身体内钙的充足 可以起到避免骨质疏松症 预防肾结石 缓解痛经 降低血压 预防心脏病等重要作用 奶 豆 骨头 以及蔬菜 海带 虾米等食品中都含有钙 但是 由于它不易被肠胃吸收 通常约吸收20%至30% 所以容易发生钙缺乏现象 在婴幼儿中更易发生 钙的缺乏 会影响骨骼的发育 儿童易患钩楼病 成人易得骨质软化症 温慎壮阳药酒 八戟熟地酒 配方为八戟添60克 熟地黄45克 枸杞子30克 致腹子20克 柑橘花60克 薯胶30克 纯酒1500毫升 制法 是将上述六味药材 一起倒为粗末 放入干净的器皿中 倒入纯酒浸泡 密封 五日后开取 过滤去扎备用 用法是 每次10至20毫升 每日早晚两次 将酒温热空腹服用 功效是补肾壮阳 长肌肉 月容颜 药材功效解析 八几天 胃肝性温 能补助原羊 而肩散邪 强筋骨 安五脏 为肾经血分之药 熟地黄 填骨髓 长肌肉 生经血 补五脏内伤不足 通血脉 立耳目 黑须发 为滋经补血之药药 枸杞子 未干性凭 未重而纯 补阴补气 滋阴而不至阴衰 助阳而能使阳望 甘菊花 滋养肝肾 兼力血气 致腹子 薯胶 辅助八几天 温肾壮阳 此酒主治 肾阳酒须 阳尾枣蟹 腰细酸软 鲜毛酒 配方式鲜毛120克 酒500毫升 制法师将鲜毛 酒蒸酒晒后 放入干净的器皿中 倒入酒浸泡 密封 七日后开启 过滤去渣 装瓶备用 用法师 每次15至20毫升 每日早晚两次 空腹服用 阴需火望者祭福 功效为 温慎壮阳 驱寒除湿 药材功效解析 鲜毛 性味心热有毒 温慎壮阳 驱寒除湿 用于阳尾精冷 小便不禁 心腹冷痛 腰细冷闭等症 此酒主治 阳尾滑精 腰细冷痛 男子精寒 女子功冷不孕 老年遗尿 小便于力等症 纸科话坛 药酒白前酒 配方式白前100克 白酒500毫升 制法式将白前倒成粗末 装入纱布袋中 放入干净的器皿中 倒入白酒浸泡 封口 七日后开启 去掉药袋 澄清备用 用法式 每次10至15毫升 每日三次 将酒温热空腹服用 功效是泄肺降气 下痰止嗦 药材功效解析 白前 胃肝性维温 功效泄肺降气 只可屈痰 此酒主治 肺时传满 咳嗽 多痰 胃碗疼痛 天冬子晚酒 配方式天门冬200克 子晚10克 宜堂10克 白酒1000毫升 制法式将药洗净捣碎 装入纱布袋内 与仪堂一起放入净器中 倒入白酒浸泡 密封 7至10天后开启 去掉药袋 过滤装瓶备用 用法式 每次10至30毫升 每日两次 功效是润肺止咳 药材功效解析 天门冬 性味肝 苦 大寒 清肺降火 滋阴润灶 用于灶壳 劳壳等症 子晚 性味苦 肝 微温 功能化痰止咳 用于咳嗽气腻 卡痰不爽 以及肺虚酒咳 痰中代血等症 为致受之良药 移糖 性味肝温 补虚冷 补皮抑气 缓急止痛 消痰润肺止咳 此酒主治肺为咳嗽 吐咸末 心中温温 烟灶而不咳者 屈风散是药酒 五加啤酒 配方是五加啤50克 当归45克 牛膝75克 高粱米酒1000毫升 制法是 先将五加啤洗净 刮去骨 与当归 牛膝一起放入砂锅内 同间40分钟 然后去扎取枝 对入高粱米酒中 用法是 每次食至30毫升 每日早晚两次 将酒温热服用 功效是 屈风散湿 强筋撞骨 药材功效解析 五加啤 性温而未辛苦 可屈风圣湿 强筋骨 当归 甘性而微温 可补血 活血 止痛 润肠 牛膝 胃苦 酸 性贫 可强肝肾 撞筋骨 利尿通灵 活血散鱼 此酒主治 风湿麻痹 四肢居卵 腰腿软而无力 或息痛不可屈身 保健茶疗 茶疗的魅力 茶疗及茶剂 是指以含有茶 或不含茶的药物 经加工而成的制剂 在应用十多采取 废水浸泡取之符 或加水煎之符 可随时代茶饮而起到 治疗作用 茶疗是祖国传统 医学宝库中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应用历史非常悠久 历代医书中均有记载 最早记载药茶方记的 是三国时期的张一所著的 广雅 京八间彩茶作饼成米糕出之 若饮 先至令赤 其饮行酒 此方具有配武 伏法与功效 当属于药茶方记无疑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茶疗的魅力 古人早就发现茶叶的保健作用 他们用茶作为单方或配武 其他中要组成富方 内服或外用 来达到养生保健 防病了解的目的 神农本草经中 就已经确认了茶叶的药用价值 唐代 关于茶的强身保健和延年益寿作用 得到人们的广泛认知 饮茶之风盛行 宋代史 茶疗的方法趋于多样 应用也更为广泛 据《太平盛会方圣记总录》记载 出现了药茶盐墨外敷 盐墨调服和醋敷饮等形式 从单方向副方发展 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在论述茶姓的同时 附入了十余则茶疗方 同时期的《本草原始》 《食物本草》 《茶谱》 《茶书》等 都有关于茶姓 茶疗的记载 清代茶疗更为盛行 相关书籍甚多 如《沈氏尊生书》 《茶史》 《本经逢原》 《续茶经》等 有的方济直至现在 还为临床所应用 到了近代 尤其是现代 茶疗方法得到了 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养生意识的增强 古代流传下来的 许多茶疗方计 因其取材意 制法解 应用方便 疗效好的特点 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茶可以入药 同样 茶也可以食用 将茶掺入 其他食物作为食品 可以说是古代吃茶法的延伸 据古代资料表明 这种茶是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现代的吃茶方法 有茶叶菜肴和寒茶食品两种 茶叶入菜的好处是 既可以用茶叶特有的清香调味除腻 又可通过茶中丰富的营养物质 增强菜肴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功能 自元代以来 我国就已有了寒茶的食品 元代的玉磨茶 用紫笋茶和炒米混合后磨成粉 调拌食用 和枸杞茶 用枸杞和雀舌茶碾成细磨后 拌以苏油 用温酒掉时 就属寒茶食品 明代的雷茶 至今在少数民族中还广为实用 现代的寒茶食品更是种类繁多 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中国传统的茶文化博大精深 所谓茶文化 即是以茶为载体 来传播中国传统的各种文化 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 其中包含和体现了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茶文化是茶艺与文化的结合 是通过茶艺表现一种精神境界 中国的茶文化 兴于唐代 圣于颂 明代 帅于清代 茶文化 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内容十分丰富 其主要内容 讲究五境之美 即茶叶 茶水 火候 茶具 环境的美 还要遵循一定的法则 唐代为克服九难 即 灶 别 气 火 水 智 墨 煮 饮 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 三点 一为新茶 甘泉 节气 二为天气好 三为有风流儒雅 亦去相投的家客 反之为三不点 明代为十三仪与七禁忌 十三仪 一无事 二家客 三独座 四永诗 五灰汉 六长阳 七睡起 八素醒 九清贡 十经社 十一会心 十二剑赏 十三文童 七禁忌 一不如法 二恶句 三主客不孕 四观长颗礼 五婚窑杂味 六芒容 七臂皆暗头 多恶趣 茶道精神 是茶文化的核心 是茶文化的灵魂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 即煎茶 豆茶 功夫茶 煎茶 是把茶末投入湖中和水一起煎煮 唐代的煎茶 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豆茶 古代文人雅士 各自携带茶与水 通过笔茶面汤花 和品尝 鉴赏茶汤 一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 豆茶又称为名湛 兴于唐末 胜于宋代 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 豆茶是古代茶道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 功夫茶 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一种茶道形式 是唐 送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鱼韵 清代功夫茶流行于福建的厅州 漳州 泉州 和广东的潮州 讲究品饮功夫 感冒 头痛茶疗至感冒方济 一 生姜茶 配方是绿茶五克 生姜八片 葱白五至八根 制法 是混合后用废水冲泡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至二剂 功效是驱风发汗 适用于风寒感冒 二 核桃生姜茶 配方是核桃仁二十克 葱白二十克 生姜二十克 茶叶十五克 制法 是 共用水煎肺五分钟后浮 每日一剂 煎两次浮饮 功效是截表散寒 适用于感冒发烧 头痛无汗 三芝麻生姜茶 配方是生姜芝麻三十克 生姜五克 绿茶五克 制法 是 混合后用废水冲泡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功效是发汗截表 适用于外桿初起 四桑菊拨竹茶 配方是桑叶五克 菊花五克 薄荷三克 竹叶三十克 绿茶十克 制法是 共用废水冲泡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功效是 清热 散风 结表 适用于风热感冒 发热头痛 制头痛方剂 一 姜糖茶 配方是生姜六至八片 茶叶三克 红糖二十五克 制法 适用废水冲泡五分钟集成 每日二剂 多次浮饮 功效是 驱风 结表 止痛 适用于风寒头痛 二辣子茶 配方是辣椒五百克 茶叶十克 胡椒适量 食盐少许 制法是 共捣碎混云 入瓶半个月后食用 功效是 驱寒解表 适用于伤风头痛 三菊花茶 配方是菊花十克 绿茶三克 蜂蜜 二十五克 制法是 菊花加水煎沸三分钟 趁沸加入绿茶 蜂蜜 半云集成 每日一剂 功效为 疏风 清热 止痛 适用于风热 头痛 四核桃 葱茶 配方是 核桃肉六克 细嫩绿茶六克 葱白六克 制法是 核桃炒熟 用水煎沸 五分钟后 趁沸 加入绿茶 葱白 半云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温服 功效为 解表 发汗 止痛 适用于 风寒头痛 由于引发的原因不同 感冒分为 风寒感冒 和风热感冒 两种类型 因此 患者一定要 区分清楚 二者之后 再服药 切勿不分 病症 胡乱瞎吃 而遗误了病情 引发 风寒感冒的原因是 身体外部 受到了风寒邪气的侵袭 导致的废弃失宣 症状多为 恶寒重 发热清 无汗 头痛 身痛 鼻塞流清涕 咳嗽 吐吸白痰 口不渴 或可洗热饮 抬薄白 制法应以 新闻解表为主 常选用麻黄 经界 防风 酥液等 解表散寒药 引发风热感冒的原因是 风热枝邪犯表 而导致的废弃失和 症状表现为 发热重 微恶风 头胀痛 有汗 咽喉 红肿 疼痛 咳嗽 痰沾 祸黄 鼻塞黄涕 口可洗瘾 舌尖边红 台薄白 微黄 制法应以 新凉解表为主 常选用菊花 薄荷 桑叶等 哮喘与支气管 盐茶 聊至哮喘方计 一 乔麦蜂蜜茶 配方是 乔麦面120克 茶叶6克 蜂蜜6克 制法是 茶叶盐墨 与乔麦面 蜂蜜合云 每计为20克 用沸水冲泡 5分钟集成 每日一计 功效是 清热 平喘 适用于一般性哮喘 二 猪油芝麻茶 配方是 猪油120克 芝麻油120克 茶叶120克 蜂蜜120克 黄酒120毫升 制法是 共加水少许 煎沸十分钟后冷凝 每浮一池 每日二至三次 功效是 补须 润燥 止咳 适用于寒痰咳嗽 三姜三茶 配方是 姜三十克 茶叶三十克 制法是 共盐成细末 用沸水冲泡 5分钟集成 每日一计 冲服两次 功效是 驱痰 止咳 平喘 适用于 痰喘咳嗽 四款冬花茶 配方是 款冬花六克 茶叶六克 制法 适用沸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计 多次服 功效是 驱痰 平喘 适用于 一般性哮喘 制汁器 管炎方计 一萝卜茶 配方是 白萝卜 一百克 茶叶五克 食盐适量 制法是 将萝卜切丝 加盐煮熟 茶叶用沸水冲泡 将汁倒入 熟萝卜中 加盐集成 每日二计 功效是 清火 止咳 平喘 适用于 支气管炎 咳嗽多痰 二菊茶 配方是 柑橘皮两克 茶叶两克 制法 适用沸水冲 泡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计 功效是 正咳化痰 适用于 支气管炎 三芦根 甘草茶 配方是 芦根 五十克 甘草 五克 绿茶 两克 制法是 芦根 甘草 加水煎 沸十分钟 去扎取汁 趁热加入 绿茶集成 每日一计 多次浮饮 功效是 平喘 止咳 清火 消炎 适用于 急性 支气管炎 便秘与 腹泻茶 疗治便秘方 剂 一蜂蜜茶 配方是 蜂蜜五毫升 茶叶三克 制法是 混合后用 沸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三剂 饭后服 功效是 润肺 意味 通便 适用于便秘 胃寒 二红糖茶 配方是 红糖五克 茶叶三克 制法是 混合后用 沸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三剂 饭后服 功效是 合胃 通便 适用于 病后大便不畅 胃部不适 致腹泻方剂 一 姜茶散 配方是 茶叶六十克 干姜三十克 制法是 供颜呈细末 用开水送服 每日服二至三次 每次三克 功效是 温中 纸屑 适用于胃桶腹泻 二十六山楂茶 配方是 茶叶三克 胶山楂五克 十六皮五克 制法是 混合后 加水煎沸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功效是 消食 色长 纸屑 适用于 腹泻 三三花 陈皮茶 配方是 玫瑰花六克 茉莉花三克 金银花九克 陈皮六克 甘草三克 绿茶九克 制法是 混合后 用废水冲泡 十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三至四次服饮 功效是 消炎 收敛 散瘀 止痛 适用于 急性或慢性 常炎 均力等 中暑 茶疗中暑的 先兆症状 表现为 在高温环境下 出现头痛 头晕 口渴 多汗 四肢无力发酸 注意力不集中 动作不协调等症状 体温正常 或略有身高 如果及时 被转移到 阴凉通风处 补充水和盐分 短时间内 即可恢复 下面介绍几种 预防中暑 以及轻度中暑 的茶疗方法 一 湿液茶 配方是 干湿液10克 茶叶2克 制法是 混合后 用肺水冲泡 5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三次服饮 功效是 清热 止渴 润肺 适用于 轻度中暑 二 茶汤 配方是 茶叶3至5克 制法是 按茶 废水的一张 50的比例 冲泡5分钟后 取之热饮 每日多次 功效是 清热 解渴 安神 适用于 轻度中暑 三盐茶 配方是 茶叶10克 十盐5克 制法是 共用废水 1000毫升 冲泡5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服饮 功效是 生津 止渴 清热 解毒 适用于 预防中暑 缓解中暑后 口渴 四苦瓜茶 配方是 苦瓜一个 绿茶适量 制法 是将苦瓜上端 切开 去嚷 装入绿茶 阴干后 切碎 每剂10克 用废水冲泡 10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服饮 功效是 清热 解暑 除烦 适用于 中暑发热 口渴 烦躁 五冰红茶 配方是 红茶三克 冰块适量 制法 是 红茶用 废水冲泡 五分钟 冷却后 放入冰块 饮服 功效是 降温 解渴 适用于 轻度中暑 日常饮用 可预防中暑 高血压 高血之茶 疗至高血压 方济 一 菊槐茶 配方是 菊花三克 槐花三克 绿茶三克 制法是 混合后 用废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敷衍 功效是 清热 散风 降压 适用于 高血压 眩晕 二绿茶 番茄汤 配方是 绿茶 1至1.5克 番茄 50至100克 制法是 番茄 洗净 切片 加水煮沸 三分钟后 趁沸 加入绿茶 搅匀 浮汁 每日一剂 分两次浮饮 功效是 凉血 止血 生筋 适用于 高血压 眼底出血 三度重茶 配方是 度重液 6克 高级 绿茶 6克 制法 是 混合后 用废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功效是 降压 强筋骨 适用于 高血压 四玉米须茶 配方是 玉米须 30克 茶叶 5克 制法 是 混合后 用废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浮饮 功效是 降血压 利尿 适用于 高血压 五莲心茶 配方是 莲心三克 绿茶一克 制法 是 混合后 用废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浮饮 功效是 清心 去热 降压 适用于 高血压 制高血脂 方济 一 绿茶 山楂汤 配方是 山楂片 25克 绿茶 1-2克 制法是 混合后 用水煎 沸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三次浮饮 功效是 腰汁 散瘀 止痛 适用于 高血脂 二 荷叶茶 配方是 荷花 十克 茶 叶十克 制法是 混合后 用废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浮饮 功效是 清热 力湿 补羊 响汁 适用于 高血脂 三绝冰茶 配方是 草绝冰 二十克 绿茶 六克 制法是 混合后 用废水冲 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浮饮 功效是 清干 酱汁 适用于 高血脂 丝葫芦茶 配方是 陈葫芦十五克 茶叶三克 制法是 共盐成细末 用废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浮饮 功效是 祥汁 散瘀 适用于 高血脂 藕吐 厄逆茶 疗制藕吐方剂 一 甘草姜茶 配方为 甘姜三至五克 制甘草三克 红茶 一至二克 制法是 生姜切片炒干 与甘草 红茶 共用废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三次浮饮 功效为 温中驱寒 健脾合胃 适用于 未寒呕吐 大便糖薄 二 葱枣茶 配方为 葱须二十五克 大枣二十五克 甘草五克 绿茶零点五至一克 制法是 大枣 甘草 用水煎沸 十五分钟 趁热加入 葱须 绿茶 集成 每日一剂 温服 功效为 清热 暖极 适用于 呕吐腹泻 制恶逆 打嗝 方济 一 丁香糖茶 配方为 丁香九克 冰糖二十五克 绿茶一克 制法是 丁香捣碎 和冰糖 绿茶 用废水冲泡 十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两次浮饮 功效为 温中 酱逆 止饿 适用于 饿腻 二刀豆浆茶 配方为 刀豆子十克 生姜三片 绿茶三克 红糖适量 制法是 混合后 用废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热饮 功效为 温味 散寒 下气 酱逆 适用于 胃寒恶腻 复科疾病 茶疗一 红花糖茶 配方为 红花一克 紫砂糖 二十五克 绿茶 一至 一点五克 制法是 红花用醋 喷洒后 用文火烘干 速酮 紫砂糖 绿茶 滤茶用 滤水冲泡 十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四次浮饮 功效为 活血 调精 礼器 适用于 碧精 二川胸茶 配方为 川胸三克 茶叶六克 制法是 混合后 加水煎沸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至二剂 饭前热服 功效为 活血 止痛 行气 开育 适用于 碧精 痛精 月精不调 产后腹痛 三月季花茶 配方为 月季花三至五克 红糖二十五克 红茶一至 一点五克 制法是 混合后 用水煎沸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三次饭后服 最好 月精 前五天起伏 至月精盛期 连伏三至四个月 功效为 活血 调精 消肿 止痛 适用于痛精 月精不调 精气食欲不振 血于肿痛 四 芝麻盐茶 配方是 芝麻两克 食盐一克 茶也三克 制法为 混合后 用水煎沸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五至六次服饮 精前二至三天服用 功效是通血脉 养脾气 后肠胃 以肝肾 适用于 精气下肤痛 腰痛 五莲花茶 配方为莲花六克 绿茶三克 制法是莲花 阴干 莲铜绿茶 用沸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功效是 凉血 清新 活血 止血 适用于月经过多 淤血腹痛 吐血 六 机关花茶 配方为 干机关花 五至十克 白糖 二十五克 高级绿茶 一至 一点五克 制法是 机关花 加水煎沸 五分钟后 趁沸 加入绿茶 白糖 调匀 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三次浮饮 功效为 凉血 止血 适用于月经过多 赤白带下 吐血 尿血 七 玲瑰花茶 配方为 玲瑰花五克 蜂蜜 二十五克 绿茶 一克 制法 是 混合后 加水煎沸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三次饭后 温服 功效为 健卫 河蟹 散瘀 适用于月经不调 赤白带下 乳庸 胆囊盐 八莲子茶 配方为莲子三十克 绿茶一克 制法是 莲子加水煎沸 三十分钟后 趁沸加入绿茶 半匀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三次温服 功效为 健卫 止血 滋养 强壮 强壮 适用于产后 呕托 九一一亩草茶 配方是一亩草花五克 蜂蜜 二十五克 绿茶一克 制法为 混合后 加水煎沸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三次奶 饥饿 后温服 孕服 季服 功效为 趋浴 调精 和泻 适用于 月经不调 赤白带下 乳庸 胆囊 盐 轻微烫伤 皮炎茶 疗制 轻微烫伤方计 一 浓茶 配方为 茶叶五克 制法是 茶叶加水 兼沸 五分钟 用浓汁 喷洒 于换处 每日一至二次 功效为 清热 消炎 止痛 收敛 适用于烧伤 烫伤 二 茶散 配方为 茶叶适量 制法是 茶叶烤制微焦 盐成细末 和茶油调成护状 土于换处 功效为 消肿 止痛 适用于 轻度烧伤 制皮炎方计 一 明凡茶水 配方为 明凡六十克 茶叶六十克 制法是 先将明凡 茶叶用水浸泡三十分钟 再煎沸三十分钟 下水填前后 将手脚在明凡茶水中浸泡十分钟后 令其自然干燥 功效为 清热 造湿 解毒 适用于 稻田皮炎 皮肤造痒 红斑水泡 二盐茶水 配方为 茶叶适量 食盐少许 制法是 茶叶加水 煎沸五分钟后 趁热加食盐 半云集成 每日一计 浸泡换处 功效是 收敛 消炎 去养 抗菌 适用于 倒甜性皮炎 三艾叶老姜茶水 配方为 艾叶六克 老姜五十克 紫皮大蒜头两个 食盐少许 沉茶六克 制法为 除食盐外 加水煎沸五分钟 趁热加食盐 半云集成 每日一至二剂 外洗换处 功效为 解毒 杀菌 消瘀 行气 适用于 神经性皮炎 眼病茶疗医 菊花龙井茶 配方为 菊花十克 龙井茶三克 制法是 混合后 用沸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记 不居十浮饮 功效是 抗炎 杀菌 清热 明目 适用于 肝火上升 所致的 红眼病 结膜炎 二绝明茶条酸 配方为 绝明子 不居量 茶叶六克 制法是 绝明子 盐成细末 用茶叶 煎成浓汁 调和成护状 涂于两侧太阳穴 要干再敷 每日数次 功效是 疏风 清热 明目 消炎 抗菌 适用于 目吃肿痛 风热 头痛 三银耳冰糖茶 配方为 银耳三十克 冰糖六十克 茶叶六克 制法是 茶叶冲泡成汁 银耳 冰糖 用温火煎沸 三十分钟后 加入 茶汁集成 每日一季 连吃代喝 连服数日 功效是 清肺热 易脾胃 适用于 红眼初起 四桑叶茶 配方为 桑叶五至十五克 菊花十五克 甘草五克 绿茶一克 制法是 混合后 加水煎沸 十分钟集成 每日一季 分三次饭后 浮饮 功效是 清肝鸣目 消炎解毒 驱痰震咳 适用于 急性结末炎 慢性清光炎 急性肋囊炎 风热咳嗽 五起子茶 配方为 枸杞子十克 红茶 一点五克 制法是 枸杞子兼沸 五分钟后 趁沸 加入红茶 拌云集成 每日一季 分三次浮饮 功效为 一干明目 润肺补肾 阳血 适用于 干盐 势力减退 潮热到汗 六起子 菊花茶 配方为 枸杞子十克 白菊花十克 红茶一克 制法是 枸杞子 用盐炒至发炸 与白菊花 红茶混合后 用沸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季 分三次浮饮 功效为 养肝明目 疏风散热 适用于 势力衰退 目眩 夜盲症 咽喉盐 茶寥医 拓茶 配方为 拓茶三克 制法是 拓茶禽 含着 口过夜 每晚睡觉 时勤 功效为 消炎 止痛 适用于 咽喉肿痛 二 蝉退 茶 配方为 蝉退 五克 绿茶 十克 制法 是 混合后 用沸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季 多次浮饮 功效为 舒风 清热 礼烟 开阴 适用于 烟雅 诗音 三菊花 茶 配方为 鲜茶叶 鲜菊花 个等份 制法 是 茶叶 菊花 碱碎 用凉开水浸泡 十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季 不拘 食浮饮 功效是 清热泄火 化痰散接 沥烟消肿 适用于 急性咽喉盐 四百里茶 配方为 百里二百 至三百克 绿茶 一至 一点五克 制法 是 百里连皮切片 加水煎沸 五分钟后 趁热 加入 绿茶 拌匀 每日一至二剂 分三至六次浮饮 功效为 清热生筋 润肺曲痰 适用于 咽喉盐 气管炎 糖尿病 五荷欢 胖大海 配方为 荷欢花 三克 胖大海 三克 绿茶 三克 冰糖 适量 制法 是 混合后 用沸水冲泡 十分钟 调匀 集成 每日一剂 分多次浮饮 功效为 润喉 清热 利盐 适用于喉眼 美容养生 茶辽医 红枣茶 配方为 红枣十美 白糖十克 茶叶五克 制法是 红枣加水和白糖 煎煮至红枣熟 茶叶用 沸水冲泡 五分钟后 去扎取汁 将茶汁 倒入 红枣汤内 煮沸 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温服 功效为 补精 养蟹 健脾 合胃 适用于贫血 酒病体虚 维生素 缺乏症 二莲子茶 配方为莲子 带芯 三十克 冰糖 二十克 茶叶 五克 制法是 莲子用温水浸泡 数小时后 加冰糖和水炖烂 茶叶用 沸水冲泡 五分钟后 将茶汁 拌入莲子汤内 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浮饮 功效为 养心益肾 清心凝神 适用于 心气不足 心计征冲 三角古兰茶 配方为 角古兰十克 绿茶两克 制法是 将角古兰 烘焙去腥 研磨 与茶叶一起 加沸水冲泡 十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浮饮 功效为 补五脏 强身体 除病 抗癌 适用于 虚症 失眠 高血压 乙肝 癌症 四蜂蜜茶 配方为 蜂蜜二十五克 绿茶零点五至 一点五克 制法是 混合后加 肺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温服 功效为 健脾润肺 生筋止渴 利尿解毒 适用于 精神困倦 四肢乏力 鼠热口渴 汗多尿少 五雷茶 配方为 生米 生姜 生茶叶各适量 制法 是混合后 用雷波 多严惩护壮 再用肺水冲泡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二至三次浮饮 功效为 通经理肺 清热解毒 长期服用 可延年抗衰 防病保健 六件 深酱汁茶 配方为 盒手乌十克 择泻十克 单身十克 绿茶十克 制法是 混合后 用水煎沸 十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分两次浮饮 功效为 活血 沥湿 祥脂 减肥 适用于 肥胖症 七普尔茶 配方为 普尔茶六克 制法 适用 沸水冲泡 十分钟 或加水 兼沸 五分钟集成 每日一剂 多次浮饮 功效为 去腻屈脂 健脾 消食 适用于 肥胖症 咳嗽 痰痰 偶饿 八荷叶茶 配方为 荷叶十克 绿茶十克 制法 适用 沸水冲泡 五分钟后饮用 功效为 清热 凉血 健脾 减肥 适用于 肥胖症 高血脂症 九牛奶 红茶 配方为 鲜牛奶 一百克 红茶适量 食盐适量 制法是 红茶 加水 煎沸 五分钟 去扎取 浓汁 再将牛奶 煮沸 颤入 茶汁 食盐 半云 集成 每日一剂 清晨 空腹 浮饮 功效为 滋养 气血 补干 强身 适用于 皮肤干燥 气血 不足 特色茶疗 菜肴一 龙井虾仁 配料为 新鲜活虾 一千克 约二十五只左右 大小均匀 龙井新茶 特辑 一克 火鲜茶叶 一牙二叶 约五克 鸡蛋一个 味精二点五克 少酒十五克 盐三克 湿淀粉四十克 熟煮油一千克 约好七十五克 烹调方法是 将虾去壳 挤出虾肉 将虾肉 洗至雪白 盛入碗内 放入盐和鸡蛋清 用筷子 轻轻搅拌至 有粘性时 加入湿淀粉 味精拌匀 静置一小时 待用 将龙井茶 用五十毫升 沸水冲泡 一分钟后 汽茶汤 三十毫升 茶叶 极剩之待用 鲜叶用法 大致如此 将炒锅 火上烧热 划锅后下 猪油 至四成熟时 倒入虾仁 迅速用筷子化散 待虾仁 成玉白色 倒入漏勺 沥去猪油 按葱呛锅 即用葱炒油锅 用石去葱 留其葱香而不见葱 再将虾仁 倒入油锅 迅速把茶叶 集之一同倒入 烹入绍酒 抖动几下 出锅装盘 集成一盘色泽雅丽 风味独特的龙颈虾仁 功效为软化血管 降低胆固醇 二清蒸茶 鲫鱼 配料为活鲫鱼500克一条 绿茶10克 烹调方法是活鲫鱼去磷 长 塞后洗净 将绿茶塞入鱼腹内 至盘中上锅清蒸 约40分钟即可 食用时不加食盐 功效为补虚损 止消渴 能致糖尿病防渴 饮水不止 也适宜热病 三绿茶番茄汤 配料为绿茶1.0至1.5克 番茄50至150克 烹调方法是将番茄洗净 用开水烫后去皮 捣碎和绿茶混合至于杯中 加开水400毫升集成 功效为凉血止血 生经止渴 适用于眼底出血 高血压 牙龈出血 阴虚口渴 食欲不振等症 皇帝内经 与康复美容康复的方法 内外结合法与要食结合法 内外结合法 是将内治法和外治法 结合使用的一种康复方法 所谓内治法就是服用药物 合理饮食等内服的方法 外治法就是指运用针灸 按摩 气功 传统体育 药物外用等方法 人体通过经络系统的联系 气血的运行贯通 使上下内外之间都保持着相互协调的关系 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种有机整体的关系 运用在康复医疗的过程中 就是要将内治和外治灵活的结合运用 内治法的作用是调整脏腑血气阴阳 从而恢复和改善脏腑组织的功能 外治法的作用是调节经络 从而疏通体内阴阳血气的运行 所以通过内外结合并用 进行综合的调治 能够更加快速有效的促进康复 内外结合治疗的一般原则是 病在脏腑者以内治为主配合外治 病在经络者以外治为主配合内治 若脏腑经络同时发病 则内治和外治同时病重 药室结合法是只将药物治疗和饮食调养 相互结合进行康复的方法 由于药物治疗的见效快 康复作用强 所以是康复治疗的主要措施 可根据病人不同的病症 分别采取补气阳血 滋阴痒阳 调整脏腑 疏通经络等方法 加快康复的进度 需要进行康复治疗的病症 一般病情比较复杂 需要较长的恢复时间 而在这段时期服药不仅难以坚持 而且还有可能损伤脾胃功能 或带来一些副作用 这就需要适当地结合饮食治疗 饮食虽不能直接去除病邪 但能够起到协调脏腑功能 补偏旧臂的作用 从而调整阴阳 促进疾病的早日康复 此外 饮食与日常生活相融合 制作简单 味道鲜美 易于病人接受和长期服用 在治疗过程中 以辩证论治为基础 合理选择适用食物 将要实结合 不仅能够增强治疗效果 发挥出药室的协同作用 而且可以减少药物的服用量 预防药物副作用的发生 缩短康复所需的时间 饮食康复法 饮食康复疗法 是一种通过有针对性的选择 有利于康复的饮食的品种 改善饮食的质量 来达到促进人体身心康复的方法 进行饮食疗法 应注意的原则有 饮食适量 软硬 冷热相移 辩证失 辩病失 饮食清洁 不宜偏视 定时进餐 不宜过饥过饱 进行饮食疗法 应清楚食物的属性 及其与疾病之间 是否存在矛盾关系 食物在属性上有寒 热 温 粮之别 在味道上有心 甘 酸 苦 咸之分 而疾病也存在着 寒热虚实之变 和阴阳表里之别 所以 在食物的选择上 应做到性味与疾病的属性相适应 否则不但不利于恢复 反而会有反作用 影响食物选择的因素 有病人体质和疾病的不同 选择的原则是 虚则补之 实则卸止 寒者热止 例如 寒症应即良性食物 如生冷瓜果等 适合温性暖性食物 热症应避免热性食物 适合良性食物 阳虚者即寒凉 适合温补类食物 阴虚者即温热 适合淡泽润类食物 常见疾病的饮食遗迹 脾胃虚弱者 适合以消化 营养丰富的食物 且要定食 定量 不偏食 不同种类的胃病 对饮食也有不同的要求 急性胃炎 发作七应 进食或吃流食 慢性胃炎 一吃以消化 维生素 丰富的食物 胃酸缺乏者 可适量地吃一些 酸性食品 但不能过量 肠道病 适合少油脂 少纤维 少渣 易消化食物 以少吃多餐 逐步加量为原则 慢性肠炎 菌粒及肠结合 应多吃洋葱 马齿腺等 具有杀菌作用的食物 即是生冷 浑腥 辛辣植物 和具有刺激性的食物 外科手术前后 比较适合营养丰富 高蛋白 高维生素的食物 不一时发性食物 胃肠手术者 应先进食 后进行流食 半流 再逐渐地少量多餐 少吃糖类 牛奶 豆浆等 亦产生胀气的食物 急需增加肠蠕冻的食物 肝病适合吃乳类 蛋类 鱼肉 豆制品 蔬菜 适当增加糖 葡萄糖 蜂蜜等高热量食物 肝性脑病应控制 蛋白质和盐的摄入量 避免食用辣椒 酒类刺激性食物 即黄豆 土豆 白薯等 抑胀气食物 药物康复法 药物康复法 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运用药物进行调理 以达到减轻或消除 病残患者的 形神功能障碍的目的 包括内治法 和外治法两类 一 内治法 内治法 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 选择有效的药方和药材 制成汤 丹 丸 三等进行内服 药效发挥之后 能够起到协调阴阳 补养气血 恢复脏腹经络功能的作用 内治法的运用原则 包括辩证求因 随因失智 虚则补之 实则卸之 虚症有四种类型 即阴虚 阳虚 气虚 血虚 所以补虚就有滋阴 温阳 补气 养血的分别 因这四类虚症所在脏腑不同 在进行治疗时要明了 哪些脏腑患有虚症 这样就可以有地放逝 如心和皮都患有虚症 可选用硅皮汤 人参养容汤等补虚 肝肾不足 可选用六味地黄丸 大补阴丸 并根据情况加入或删减部分药材 肾阳亏虚 则选用幼龟丸 金柜肾气丸等比较适合 因为皮为后天之本 具有生化气血的作用 肾为先天之本 能够调节脏腑阴阳 且很多疾病都会牵连到肾脏 所以在补虚的过程中 应以调养皮肾为主要原则 食症有气质 血瘀 痰足等不同发病原因 在治疗时应根据其成因区别对待 主要的治疗方法有 调畅气肌 化痰捐饮 活血化瘀等 如肝气郁结 可选用逍遥散 痰灼中足 可选用拌下白竹添麻汤 择血汤等 阴气形是血型的前提 治痰先治气 所以调畅气肌是驱邪的主要方法 在化痰 区域的同时要兼顾离气 由于康复患者病痛 多数都持续了很长时间 使得病肌变化相对稳定 所以在准确辨证 正确用药之后 应耐心等待康复 而不能心浮急躁 招令膝盖 随便更改处方 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驱除体内斜气的方法 根据斜气的性质 和斜气产生的部位 选用不同的驱邪方法 根据斜气产生的部位 分为三种情形 斜在表者 通过发汗 就可以驱除斜气 斜在胸腕上部 会引发弹弦拥塞 素食停滞 或食物中毒等 可采用涌吐法驱邪 斜在胃肠下部 移用卸下法 除去热邪和肠中糟粕 根据邪气的性质 分为六种情况 理热症 已采用清热法 理寒症 则选用驱寒法 施症 移用化施 立施法 食肌障满 采用消导化肌法 有痰吟者 移用驱痰法 有淤血者 移用活血化淤法 在选择具体的方法 驱邪时 要注意留下 可以使泄气排出体外的途径 二 外治法 外治法 是针对患者的全身 或局部 或有关穴位 使用经过处理的中草药 使病体康复的方法 外治法的方式 有勋征 禁洗 附贴 孕敷等 勋征法 即利用在肩主中药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蒸气 对患者的身体进行勋征 在温热与药气的共同作用下 疏通患者毛鞘 毛鞘疏通之后 就能使凑理开泻 气血调畅 郁郁治的行 所以 勋征具有温精散寒 活血通落 化于消肿 熏水立湿的功效 勋征主要用于治疗 风湿臂痛 筋肉老损 伪症 贪症等 勋征疗法 一般每日使用二至二次 每次时间为三十至四十分钟 以微微出汗为原则 切记大汗 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以下情况 不宜采用勋征疗法 患有心脏病 高血压病 肺结核 肝炎 肿瘤 或有出血倾向 臃肿化浓 皮肤溃烂 孕妇 女子 月经期间 禁锡法 又称 药育疗法 是用中草药 煎水后 趁热浸泡 洗于全身 或局部 禁锡法 是使药效 在温热的作用下 更好地发挥出来 具有清洁皮肤 消炎杀虫 温精通落 行气活血的功效 用于治疗多种皮肤病 筋骨牢伤 贪症 臂症 伪症 极致疮 妇女阴阳 子宫脱锤等 运用禁锡法治疗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要避风寒 其次要保证水温不宜过高 最后污过度疲劳 肤贴法 就是将处理好的中草药 直接肤贴在患部或穴部 中草药的处理方法 通常是将先要捣烂成泥状 干药则盐碎成粉末后 加以适量的水 也可是醋 蜜 麻油 鸡染青 凡士林等 然后调和成高糊状 肤贴法 一般每隔一至三天使用一次 可用于治疗慢性可喘 眩孕 头痛 失眠 腹泻 伪症 臂症等 使用肤贴法时应注意 一是不可在皮肤破损处使用 二是要防止感染 孕肤法 是将加热后的中草药 孕肤于患处或特定的穴位 外加包扎 且要防止变冷 防止变冷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变冷后重新加热 一是准备两个药袋 交替使用 孕肤一般 每日使用一至二次 每次时间为三十分钟左右 孕肤法的原理 是借助热力和药力的综合作用 能够温精散寒 行气导致 活血通落 常用于治疗 风寒式臂痛 晚腹冷痛 阳尾 公寒不孕 小便不畅等病症 使用孕肤法应注意 皮肤破损者禁用 温度适中 以免烫伤 针灸按摩康复法 针灸按摩康复法 是指通过针灸 爱灸 按摩等方法 来对某些穴位或部位 产生刺激作用 从而激发 疏通经络气血的运行 恢复脏腹经络 生理功能的一种康复方法 针灸按摩康复法 主要有针刺法 爱灸法和按摩法 针刺法 是利用不同的针具 通过刺激人体的经络数学 或相应部位 达到通经活血 行气导致 镇静止痛的目的 针刺法 可用于食症 抑郁症的治疗 常用的针法有 体针 耳针 头针 电针 水针等 爱酒法 是利用爱溶 或将其他药物点燃后 所产生的热力和药力 来刺激人体的一定部位或穴位 爱酒法 具有温阳浮原 温通经络 行气活血 散寒除湿 以及效肿散接的作用 常用的酒法 有爱注酒和爱调酒 在选用针法和酒法进行治疗的时候 都要根据病症的寒热虚时 选择适合的穴位组合 并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进行补虚泄食 针法和酒法的侧重点各不相同 酒法偏重于补虚 而针法则以泄食为主 按摩具有疏通经络 活血趋瘀 调整阴阳的作用 常用于伤残、病残等损伤性疾病的康复 按摩康复法 在陈年性损伤病症的康复中 具有显著的疗效 自我按摩 还有助于消除疲劳 增强体质 有助于延缓衰老 非常适合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使用 常见的按摩手法有 揉、膜、推、按、搓、拍等多种 按摩有强刺激和弱刺激两种 应根据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病症合理选用 对老弱虚损、小儿疾病等 应选择轻刺激的短时间的按摩 对痛症、旧伤、食症等 应选择重刺激的长时间的按摩 按摩有助于失眠康复的学位有 头部选印堂、精明、神庭、存竹、脚孙、太阳、风池等学 腹部选中晚、气海、观园、天书等学 腰背部选心鱼、肝鱼、肥鱼、胃鱼、小肠鱼、肾鱼等学 四肢选内观、大灵、神门、足三里、风龙、三阴焦等学 按摩方法 头部一般采用一指禅推法、磨法、揉法、按法、扫散法、拿法 腹部常采用磨法、按法、揉法 背部可言挤住两侧滚、揉 或直擦、横擦、重点揉按背于学 四肢穴位以按、揉手法为主 气功康复法气功在养生保健方面具备独特的疗效 气功康复法是以整体生命观理论为基础 通过主动的内向性运用意识活动的锻炼 来达到改造、完善、增强人体的生命功能的一种康复方法 气功是一种把自然的本能转变为自觉智能的实践活动 与中医、武术被认为是三大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 其中气功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气功也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气功康复法》的记载 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 《皇帝内经》中既有记载 《皇帝内经》对《气功康复法》的理论 方法及治疗效果等内容进行了介绍 在素问的81篇中 介绍有关气功方面的知识就有十几篇之多 可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前 气功就已经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医疗保健方法 中国古代气功最初是用于治病和健身的 气功能够治病的原因是它能够对大脑皮层和皮层下 植物神经中枢及心血管系统 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并且可以纠正机体的异常反应 除此之外还能够对腹腔器官起到按摩作用 所以气功能对身体的生理机能 起到有力的调节和控制作用 修炼气功对人体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首先 它可以使情绪不受到干扰 排除负面的情绪 使人体的生理 生化都能够保持在最佳工作状态 其次 气功中的放松 入镜和呼吸 可以使大脑皮层 对整体的应急性反应准备 进入缓冲状态 这为机体的休息 修复 以及调整 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条件 不仅可以防止 气情太过对机体的影响和损伤 还可以降低机体对外部环境中的 不利刺激因素的敏感度 使机体受到六欲的危害的几率 大大的降低 总之 经过这种缓解和调整过程 可以减少机体的整体耗能 达到增强机体抗病能力的功效 移情康复法 移情康复法 是通过以某种言行 影响病人的感受 认识 情绪和行为等 从而改善和消除病人的不良情质反应 以促进病人身心康复的方法 人的情质变化 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病人在患病期间 经常有不同程度的情质变化 这些变化的表现方式 也各不相同 如在患病之初 因不了解病情 或病情发生了变化 会使病人产生紧张 忧愁 悲伤 消沉 恐惧 忧虑等心理负担 若这些不良情绪不及时消除 就容易导致疾病的加重 直接影响到治疗与康复效果 此时 就需要医生善于洞察病人的心理变化 运用语言 以及一些其他有效方式 对病人进行耐心的说理开导 消除病人的疑虑 减轻其心理负担 将情质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减小到最低 移情康复法 尤其适合素有顾及的病人 以及重病缠身的老人 因为这两种人的心理负担 会比一般人都要重一些 其情绪波动会更加明显 当受到不良情质刺激时 往往会加快病情的恶化 甚至引起并发症 所以 对这类患者进行治疗时 要给予其生活上的体贴照顾 和精神上的安抚劝慰 使其在康复的过程中 都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并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主动的配合治疗 总之 适宜的移情法 能够使治疗受到更好的效果 促使机体早日康复 音乐能够调节人的心理状态 具有康复情质 娱乐养生的意义 是一种常见的移情康复法 音乐首先是来源于自然 后来发展 形成了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 如夏礼 巴仁 就是典型的民间音乐 阳春 白雪 是典型的宫廷音乐 这些年来 中医学非常重视 音乐治疗的康复养生作用 强调了人体型 与神的相互统一 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 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乐曲 进行康复治疗 即移情养生 自然康复与自疗康复结合法 自然康复是一种通过自然因素的影响 来实现人体身心逐步恢复健康的康复疗法 这里的自然因素 包括自然之物和自然环境 如阳光 空气 水 花草 青山 岩洞 森林等 因为人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 对所处的环境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不同的自然因素 对人体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 所以可以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 利用其中有利的自然因素 来实现恢复人体健康的目的 这就是 轮横 谈天 所谓阴天之声 也可以养生的道理 也是目前日光疗法 空气疗法 海水疗法 泥土疗法 花香疗法 岩洞疗法 森林疗法 高山疗法等诸多自然康复方法的理论基础 自疗康复法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康复途径 其康复对象 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医生的康复服务 更应该主动在医生的指导下 积极地进行自我保健调射 更好地发挥出身体的自调功能 使自己能够更加迅速地恢复健康 常见的自疗康复活动有 外壁虚邪贼风 内重甜淡虚无 注意饮食起居 加强身体锻炼等 这些活动都可由患者自己来实施 在实际康复过程中 通常是将自然康复与自疗康复紧密地结合 在充分利用良好的自然因素的同时 还要积极调动患者的主动康复意识 使医生与患者之间的配合趋近完美 这样才能保证康复计划的顺利实施 鉴于进行康复医治的对象 大多数是慢性疾病患者 有些疾病甚至是一些疑难杂症 病情复杂 所以康复并不是用单一疗法 在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必须根据不同的病因 不同的严重程度 以及疾病的不同阶段等情况 合理使用全面疗法 有步骤地进行综合治理 让康复治疗发挥出综合效应 才能达到康复的目的 下面介绍一种 利用自然环境治疗疾病的方法 温泉治疗皮肤病 利用温泉治疗皮肤病的方法 自古就有 能够治疗皮肤病的温泉有 酸性硫磺权 碳酸权 弱碱性权 高肾溶液食盐权等 这些泉水中 都含有治疗皮肤病的有效物质 此外 泉水的温度也是治疗的重要因素 能够抑制臊痒的高温育 要求其水温在45摄氏度以上 普通的温度育也可以减轻臊痒 其水温一般在39摄氏度 至42摄氏度 无感觉温泉育因人而异 并且有季节的差异 冬夏不同 可以长时间浸泡 用于治疗烫伤和添花 低温育则适用于刚被烫伤不久 和炎症严重时临时使用 有氧运动康复法 有氧运动康复法 是通过特定的体育锻炼 提高有氧代谢 增强体力 改善心血管和呼吸功能的 一种康复疗法 有氧运动康复法 广泛应用在心 肺 代谢等系统疾病 有氧运动 具有以下好处 首先 能够提高代谢 增强体力 在进行有氧运动时 全身的大肌群 处于中等强度的 持续的周期性运动中 人体吸氧量 只相当于正常状况下 最大吸氧量的40%至60% 所以 有氧代谢成为 机体的能量代谢的主体 这样就提高了 机体的有氧代谢能力 其次 机体的有氧代谢能力提高 以后就能够改善体力 增强心血管和呼吸功能 改善糖核之类代谢 所以 有氧运动具有良好的 康复和保健效果 有氧运动的基本类型包括 散步 慢跑 自行车 散步适宜在环境优美的条件下进行 这样更利于全身放松 散步的速度一缓 持续时间为10-30分钟 散步的运动强度较小 主要目的是为了放松精神和躯体 因为散步的有氧运动强度小 所以是一种对心脏和代谢功能起到温和的锻炼作用的运动方式 比较适合高血压 神经衰弱 体力虚弱 溃疡病 肺结核和其他慢性病患者 另一种常见的有氧运动是慢跑 人体在慢跑时要保持肌肉的放松 整个脚掌都要着地 要掌握好跑步的速度 当心率逐步增快到适当程度的时候 保持这一速度并坚持一定时间 这种速度的控制完全是主观决定的 感觉上已有轻度气急 但仍能交谈为好 慢跑坚持的时间从五分钟开始 然后酌情逐步延长 慢跑的运动强度较大 适合年龄不太大 具有较好的心血管功能 且有一定锻炼基础的患者 其中包括对心电图运动试验检查 无不良反应者 在慢跑的过程中 可以走跑交替进行 此外 还有一种受欢迎的有氧运动方式 是骑自行车 在骑自行车时 因根据自身需要 来调节自行车的阻力 和逐步延长登车时间 这种方法在很多医疗单位都被广泛采用 如能同时使用划船器等器械 让全身肌群都能得到锻炼 则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鲜花康复法 在种类繁多的自然康复法中 非常别致的一种方法 就是鲜花疗法 顾名思义 鲜花疗法就是利用鲜花自身艳丽的色彩 多姿的形态 芬芳的新香 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净化和美化作用 从而有效促进人体身心康复的一种康复方法 在进行鲜花疗法时 根据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病情 选择不同种类的鲜花 鲜花的康复作用 主要是通过如下的方式显示出来的 鲜花的色彩 不同的色彩代表着不同的情感 所以鲜花的颜色能激发某种情感 色彩绚丽的鲜花 如牡丹 勺药等 能激起人们的热情 使人心旷神怡 颜色肃静的鲜花 如兰花 水仙 茉莉花等 则能让人感到朴实沉静 高洁典雅 使人感到心平气和 这些感情 都是经过颜色的激发表现出来的 鲜花的香味 不同的香味 也能产生不同的感觉 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 鲜花的香味 在某种程度上 会让人产生与之相应的感觉 如水仙和莲花的幽香 会让人联想到默默温情 而紫罗兰和玫瑰的香味 则人心情爽朗 愉快 鲜花的形态 鲜花优美的姿态 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荷花除乌尼而不染的高姿 引发人们联想到 刚之不阿的品德 兵机玉骨 亭亭玉立的水仙花 让人有清高优雅的感叹 鲜花的不同开放季节 不同季节开放的鲜花 给人以不同的感觉和象征 如在严冬开放的梅花 因其能傲双斗雪 让人联想到不畏艰险 严寒的精神和坚强的品质 寒秋绽放的菊花 则象征着不屈不挠 永不服输的品格 鲜花能够美化环境 净化空气 鲜花具备了美丽妖娆 富裕芬芳的特点 将其摆在室内 阳台 庭院等处 能让人赏心悦目 心情开朗 情绪稳定 非常适合一些 久病出狱 体力不佳 心情抑郁的患者 并且 根据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金银花 美人胶 山枝 菊花等 都有吸收有毒气体的功能 而梅花对受污染的环境 特别敏感 百里香 丁香等分泌处的挥发油 能有效杀灭细菌 净化环境的功能 是大多数的鲜花都具备的 所以 鲜花是促进身体康复的理想植物 鲜花疗法对很多病症都有康复作用 尤其是对功能性疾病的疗效更为显著 选择鲜花的品种应根据个人的感觉 但值得注意是对花粉过敏的患者不宜使用 中医美容皮肤的基础知识 皮肤的基础知识 主要包括皮肤的结构 皮肤的生理功能 皮肤的基本类型 皮肤是人体的一部分 是人体最大和最重要的器官 覆盖着整个人体的表面 总重量约占人体的疤 皮肤是一种柔韧而富于弹性 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推动和伸张的软组织 容纳了人体约三分之一的循环血液 和约四分之一的水分 皮肤是由表皮 真皮 皮下组织三部分组成的 其厚度根据年龄 性别 部位的不同而各异 表皮是皮上组织 是与外界接触最多的一部分 也是与化妆品关系最密切的部位 表皮的厚度相当于一张普通纸的厚度 而最厚的地方也只有0.2毫米 表皮是由表皮下面的基底层发育而成的 而基底层是由基底细胞和黑色素细胞 这两部分组成 其中黑色素就是由黑色素细胞产生的 基底细胞处于不断的分裂 产生新细胞的过程之中 表皮的肤色因人而异 即使同一个人的不同部位上的肤色 也是不同的 皮肤的颜色 是由皮肤中黑色素的多少和血流的快满决定的 皮肤被太阳晒黑后就会有很多的黑色素沉淀 使皮肤逐渐变黑 而运动后由于毛细血管扩张 血流加快会使皮肤发红 真皮位于表皮下层 与表皮紧密接触 且有着明显的分界 分界线就是表皮底部成脱凹状的部分 真皮主要由植物纤维结地组织 由胶原纤维 弹性纤维和网状纤维等构成 所以真皮内部的细胞很少 皮肤的弹性 光泽 张力等与真皮内的植物纤维结地组织 有很重要的关系 皮肤的松弛 起皱等老化现象都是在真皮之中发生的 皮下组织位于真皮之下 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皮下组织是由大量散布在疏松的 结地组织中的脂肪组织构成的 皮肤的生理功能包括保护作用和调节体温的作用 皮肤的保护作用分以下几种 机械性保护作用 这是因为表皮的角质层具有一定的韧性 且暴露在外 能够经受轻度的骚抓和摩擦 物理性保护作用 这是由于角质层的导热和导电能力较差 化学性保护作用 角质层和皮质与一般的化学物质不能起反应 防止细菌侵入 完整的皮肤是能够抵挡微生物入侵的 皮肤还具有调节温度的作用 这是因为皮肤能够散热和保温 所以对人体维持正常的体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皮肤的基本类型包括 正常皮肤 敏感性皮肤 干性皮肤 脱水性皮肤 成熟的皮肤 又称老化性皮肤 樱桃红皮肤 油性皮肤 搓床皮肤 健康的皮肤的特征 具备肤色红润 富有光泽 光滑细嫩 肤质柔软 而富有弹性的表面特征 健康的皮肤 还应具备微含水分 成若酸性 没有瑕疵和皮肤病的生理特点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检测皮肤是否健康 一是颜色 皮肤颜色主要由皮肤中黑色素的含量 血液色泽和皮肤表面光线反射等因素决定 二是光泽 皮肤的光泽是生命活力的象征 三是质地 皮肤的质地能显示出血液循环 营养和新陈代谢的好坏 四是细腻 这由真皮中纤维术的排列和牵拉情况所决定 五是滋润 是皮肤代谢及分泌排泄功能是否正常的反应 六是活力 是面部皮肤表情丰富的反应 七是耐老 皮肤的皱纹 色素斑等老化现象 因个体的差异而不同 与年龄 遗传 内分泌 营养 嗜好 情绪和环境等因素有关 中医养生美容 由内而外妇女 以血为用 因为女性的月经 胎孕 产欲 以及哺乳等生理活动 都容易耗损血液 这导致女性肌体 常处于血分不足的状态 女性养生美容 应以保养气血为主 气血足才能保证经血正常 充满活力 这样才能使面色红润 亮丽 若对气血保养不佳 则容易出现面黄无泽 唇甲苍白 眷带乏力 头晕眼花 毛发枯杂等现象 当严重贫血时 会导致皱纹早生 毛发早白 更年期提前等早衰症 中医美容 由内而外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神养 养生美容 首先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保持人的心情愉快 开朗乐观 不仅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促进身心健康 而且还能提高机体的 造血机能 造血机能旺盛之后 就能使面色红润 精血调畅 精力充沛 睡养 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 做到起居有时 劳逸结合 睡眠充足 戒烟少酒 这对于保证女性的身心健康 精血调畅 延缓衰老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动员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户外活动 保持每天的活动时间 在半小时以上 适合女性的锻炼活动有 散步 慢跑 游泳 打球 跳舞 健美操的 动养不但能够增强体质 提高抗病能力 而且能增强人的造血功能 所以动养特别适合刚生育过的妇女 这样能够更快地恢复健美的体型 而且能够调和精血 防止早衰 静养 在进行动养的同时 也要重视静养 在出现身心疲劳 心情烦闷的情况时 必须静养 常见的静养方式有 独处静坐 闭目调息 听音乐 绘画 编织等 静养能够宁心养神 能够帮助体力和脑力地尽快恢复 避免因劳伤思虑而有损气血 次养 饮食养生美容是十分重要的 在进行饮食养生美容时 应注意 一是保持健康的脾胃和良好的食欲 做到饮食有节 二是要适当多吃 含有较多造血原料的食品 这类食品的特点是蛋白质含量丰富 富含铁元素 液酸和维生素B12含量丰富 常见的有豆制品 动物血 动物肝肾脏 鱼 虾 鸡肉 蛋类 黑木耳 大枣 桑刃 胡桃仁 黑芝麻 花生 红糖等 药仁 当血需比较严重时 会导致月经不调 以及其他慢性消耗性疾病 此时应进行药补 常见的不氧气血的药物主要有 黄芪 党参 人参 单参 手屋 当归 百少 熟地 鸡血疼 枸杞子 鳄胶 大枣 龙眼肉 五肌等 中医药美容的类别 中医美容知识 在我国数千年的中医学研究中得到了积累 中医美容 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 利用中医特有的美容方法来美化人的外貌 成为现代美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归大自然 作为目前全世界所普遍倡导的全新理念 也体现在了美容方面 目前 人们对美容和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 更趋向于无伤性美容 化学化妆品 虽然具有效果明显 见效快 使用方便的优点 但由于其自身具有的部分化学物质 会使皮肤敏感的人 出现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 严重的会导致皮炎 因而与人们使用化妆品的愿望相违背 与化学化妆品不同的是 中医美容所用的药物都是纯天然的 能够安全使用 不会产生毒副作用 目前 用于美容的三大中药类别是 植物类 动物类和矿物类 中药类植物的根 精 皮 叶 花 果等 都能运用在美容之中 植物类中药不仅能够治病 而且其美容效果也十分明显 白纸是古今所公认的美容药物之一 据本草经书记载 卫心气温无毒 其香气裂 一方草野 心香散接 而入血止痛 故长肌肤 芬芳而新 故能润泽 白纸的这些特点 使其成为很多宫廷美容配方的主要 山药 红枣 胡桃 杏仁等 具有养心肺 健脾胃 一颜色 润皮毛的功用 其中就包括了美容作用 其他如人参 枸杞子 桑刃子等 都具有治病 美容 强身的功能 常见的用于美容的动物类药物有 羊肉 猪体 人乳 雄胆 白浆残 蛇腿 等 这些动物类药物 不仅美容效果好 而且有的是人们的日常食物 用于美容的矿物质类药物有 云母 白石枝 紫白石鹰 朱砂 以及一些寒重有金属的炼制品 如青粉 铅粉等 这些重金属 虽然具有毒性 但在腹方中 适量 适当 低频率外用 使用 还是具有较高的安全性的 据统计 目前运用在外用化妆品之中的中草药已达500种以上 我国是中药的故乡 在资源拥有上具备得天独厚的优良条件 可以预计 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 中医美容将具备更多的优势 整体观念指导 天然药物运用 内外病重 防治结合 无毒副作用 效果稳定 持久等一系列优秀品质 所以 其必将成为未来美容行业发展的主流 常见美容中药稿本 散型科 心温 以根精入药 入绝因 太阳精 具有曲风散寒止痛的功效 稿本含发挥油 气味十分新烈 具有很好的除臭功能 现代研究表明 稿本对常见致病性皮肤选菌有很好的抗菌作用 防风 散型科 性心温 苦未带 药用为其干燥根 防风含灰发油 分类 甘露醇 多糖类等成分 本草慧炎 防风 心温清散 润则不燥 防风是很多美容方中常见的药物 现代研究表明 防风的肩剂 禁剂的解热作用优良 且具有抗炎及抗经绝的作用 还有抗过敏和增强免疫能力的作用 心仪 木兰科 性心温 以干燥花蕾入药 入肺为精 寒灰发油及黄铜类 木枝素 生物碱等 心仪具有芳香至清 书风通窍的功效常用于美颜和美必要中 本经 心仪 竹五脏身修寒热 疯脑痛 解肌 通离 提出 白竹 菊科 性温 胃肝 苦 入皮胃精 以根精入药 含有苍竹唇 苍竹筒 及维生素胃 挥发油等 白竹具有异味 补皮 造湿 核中的功效 由于皮是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白竹常见于水湿运化的处方之中 气血生化不足表现面色无光或尾黄不滑 水湿停滞导致水气停留在面部之中 使之种黑无光泽 所以在美容方之中常用白竹来进行治疗 兔丝子 玄花科 性温 胃肝瓶 以种子入药 主要成分含β胡萝卜素 γ胡萝卜素 糖代 维生素 A类物质等 兔丝子具有补肝一肾 养肌强阴 强健筋骨 易精髓 易气力 健体强身的功效 可用于治疗下缘不足所造成的虚发枣白 腰细酸软 齿牙动摇等病症 在美容处方中非常常见 粉剂型的美容剂粉剂 是将不同种类的药物研磨成粉状的药剂 在制备粉剂时 要首先将药物中的泥土等杂质除净 然后进行干燥 研磨 过筛 最后密封 放在干燥处住存 粉剂一般用法 是铺于面部和手部后 轻轻按摩 也可当作粉底使用 粉剂美容品 除不适合干性皮肤的人使用外 其他类型皮肤和体质的人 都能使用 因为粉剂具有保护 吸收 蒸发 干燥 止氧 减轻外界对皮肤摩擦的作用 经常用来治疗爱荣性疾病 如急性或亚急性皮炎 肺子 面窗等 常用制剂有六一散 清带散 止氧铺粉等 粉剂还可用来制造洗剂 用棉混旋剂 旋锤剂 水粉剂 震荡剂 是将粉剂用水溶解而成 其中含粉30%至50% 洗剂的作用与粉剂基本相同 常见的洗剂有清带散洗剂 颠倒散洗剂等 历代传下来的美白粉剂最著名的是金国公女人白散 制作方法是取白姜蚕 白丁香 白吉里 白千牛 白吉个90克 白纸60克 白芙苓 白芙子15克 灶脚450克 绿豆少许 其中 灶脚要去皮咸 混合均匀后 研磨成粉状 可做洁面使用 有润肤则肌 去除污垢 润肤止痒的功效 可治疗 搓疮 肺子的 经常使用能使皮肤白净 溶液剂型的美容剂溶液剂 就是将药物煎煮后所得的药液 也可用开水将药粉溶解 冷却后的溶液 用于制作溶液剂的方法 还有将新鲜的植物中草药 捣乱成枝 然后倒入酒或醋等溶剂中即可 溶液剂除酒剂 醋剂外 多为现做现用的 因为溶液剂不宜长期储存 溶液剂具有清洁 止氧 退肿 收敛 清热解毒等功效 用溶液剂治疗 爱溶性疾病的方法 有外洗和湿敷两种 外洗的主要作用 就是对病损部位的清洁作用 湿敷的作用 有消炎 退肿 收敛 可用于治疗 接触性疲炎 湿疹等病症 尤其是和渗出较多者使用 根据湿敷的方式不同 可分为开放式湿敷和封闭式湿敷 此外 溶液剂的另外一个使用方法就是用于洗浴 溶液剂美容方比较有名的有洗面光彩方和三花除皱液 洗面光彩方 制作方法是将适量冬桑液煎熬成农之后储存 进入冬季可用于洁面 可屈风润肤 使皮肤光滑如镜 也可以起到防冻的作用 三花除皱液 制作方法是取春季桃花 夏季荷花 秋季芙蓉花 收集花瓣之后阴干 无数量限制 然后在冬季的时候用血水煎汤 可用于洁面 能够活血散淤 起到润肤除皱的作用 弧剂型的美容剂弧剂 是将药物导演成粉末状后 将其溶解在某一溶剂 复形剂之中 制成迷糊状的半固体性的一种美容药剂 作为溶解药物的复形剂 不能是油脂 常作为美容湖剂腹剂剂的溶剂油水 酒、醋等液体 人乳、酥、唾液、胆脂等动物的体液 生药脂等液体 上述液体可以使用一种 也可以同时使用两种以上 除了酒、醋调制的湖剂外 其他种类湖剂不宜大量制备 且应储藏在阴凉处 在制备湖剂时 一般是先制成粉剂 尤其是用乳类作为溶剂的 在使用时 再将药粉用这些液体调制成糊剂 糊剂型美容方剂的代表 适令颜色光泽方 制作方法是取白纸、白肤子、糊粉 又称水粉、红粉 内含有毒成分 不宜长期用于面部 密陀僧个45克 然后研磨成粉 加入羊乳搅拌均匀 晚上临睡前涂抹在脸上 次日用温热的米干水洗净 不超过五次 可使肌肤光泽 那么 糊粉是什么呢 糊粉性心 肝、寒、有毒、乳肝、脾、胃、胃、大肠经 化学成分是碱氏碳酸钳 主要产于我国福建 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 糊粉的化学成分是碱氏碳酸钳 是一种原生制毒 具有破坏癌细胞生存能力的作用 能直接杀灭寄生虫 能够制止出血与粘液分泌 内服过量食欲引起胃肠炎 并诱发全身中毒 长期外用 能被皮肤吸收 从而在体内积蓄 引发腹痛、便秘、贫血等慢性中毒 软膏剂型的美容剂高剂 在适宜的载体中加入美容药物 可制成均匀 细腻的高状物的半固体状外用制剂 且易于涂抹 因其不易干燥 易于粘附在皮肤上 所以具有作用持久深入保护皮肤 防止外界不利物理 化学因素的影响等特点 可根据制备方法的不同 可将膏剂分为六种 一条膏 将药末用动物油或植物油 目前可用凡氏磷等矿物油代替 调和而成的护状物 二熬膏 用水或酒作为溶剂 将生药中的可溶性成分加热 萃取出来 去掉杂质之后 煎熬浓缩而成 也可直接将生药汁煎熬至北 三油腊膏 用植物油或动物油作为溶剂 将药物中的可溶性成分煎熬出来 再加蜂蜡或虫白蜡融化成膏 四导盐膏 由富含油脂的生药精导盐而成 五醋膏 即将熬膏中的溶剂换为醋 六蜜膏 用蜂蜜溶解药物细末制成的膏剂 油脂性软膏 由于其油性较大 不易洗除 所以不适合油性皮肤的人使用 用油脂类和蜂蜜作为溶剂制成的软膏 应少量制备 并放在阴凉处储存 以防止酸化腐坏 含有重金属的软膏 在久藏之后容易被氧化还原 从而使疗效降低 严重地甚至会增加毒性 所以应临时配置 蜜蜂储存 软膏在储存一段时间后 如发生药物与载体分离或渗水的现象 要重新搅拌均匀后再使用 软膏是一种常见的外用型中药美容剂型 既可用于保健美容 也可用于医疗美容 其保健美容功效 有滋润皮肤 增白除皱的 软膏常用于治疗爱荣性疾病 具有保护皮损 止痒 消炎 取瑕疵 蔑斑除油等作用 油脂膏类美容方剂 比较有名的是杏仁膏 制作方法是取杏仁45克 白瓜子 白纸 雄黄个30克 零零香15克 白辣90克 麻油200毫升 将杏仁用开水烫过后 除去皮 煎 将上述药物 除白辣 麻油外 一同放入乳波中 研磨成粉状 将药粉融入麻油中 用纹火 煎至油稠成膏状时 放入白辣 然后继续加热 搅拌 当混合均匀后 停止加热 冷却后装入瓷器中集成 在铺粉之前 涂抹在面部 可驱风解毒 滋润肌肤 增白肤色 也可治疗 局部黑斑 面膜剂型的美容剂 传统的中医美容 所用面膜 是在鸡蛋清或猪蹄汤等 年状液剂中 加入一些具有美容功效的 中药粉末搅拌而成 发展到现代 常用中药和成膜剂 制备成专用的面膜 也可以自制一些 果蔬类的面膜 面膜剂美容处方 比较有名的 有红玉膜和美白保湿面膜 自制防敏感洁面来等 红玉膜 制作方法是取新鲜鸡蛋一个 朱砂粉末30克 将鸡蛋取黄硫青后 加入朱砂粉末 密封后 和其他鸡蛋放在一起 让母鸡孵化 当孵出小鸡后 将这个蛋清取出 放入瓶中储藏备用 每日洁面后 涂于面部或换处 有滋润肌肤 去除皱纹 红颜美容的功效 美白保湿面膜 制作方法是取面膜粉 不含石膏成分 新鲜牛奶 玫瑰花水 玫瑰精华油 是 合干性皮肤 或薰衣草精华油 适合油性肌肤 或柑橘精华油 适合中性或敏感肌肤 沙布 将沙布用玫瑰花水 浸食备用 取25克的面膜粉 20毫升牛奶 一滴精华油 放入碗中搅拌成护状 将沙布铺平 均匀地涂上一层面膜 护后 敷在脸上25至30分钟 然后用清水截面 不含石膏成分的面膜粉 能够收缩毛孔 改善毛孔的闭塞状况 新鲜牛奶 能够起到美白极保湿的作用 能使皮肤更加晶莹剔透 自制防敏感洁面奶 制作方法是 取温和洁面奶 新鲜牛奶 薰衣草精华油 将五滴薰衣草精华油 加入到100毫升的洁面奶中 然后搅拌均匀 使用时 取硬壁大小的洁面奶 放入掌心 然后再加入鲜牛奶 挑匀后涂抹在脸上 然后轻轻按摩两分钟左右 再用纸巾把洁面奶擦去即可 在洁面奶中加入牛奶 能够起到深层清洁的效果 同时具有保湿的功效 能够有效地防止皮肤的水分 被洁面奶吸干 加进薰衣草精华油 起到了预防皮肤过敏的作用 美容药顺应四十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命的源泉 人类生存在自然界之中 学会了在自然界中如何更好的养护生命 中国几千年的医药文明总结出 养生药做到顺应四十 无论是饮食 起居 情志 练功 还是美容 都必须要喝于阴阳 调于四十 这样能使人体生理节律和自然界的节奏相互协调 四十调摄间说 人能顺此调摄 神药贫餐 助以导饮之功 甚以一剂之药 无净无盈 与时消息 则疾病可远 寿命可言 说明了养生美容因四十的重要性 四季具有鲜明的特色 春暖 夏热 秋凉 冬寒 这也是四十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 人体健康的保持和容貌的维护与改善 与四十的气候变化 有着紧密的联系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春季万物升级蓬勃 是阳气生发的开始 所以是人体新陈代谢相对旺盛的季节 在这一季节 应保养体内的阳气 避免阳气发泄太过 否则会影响人体的生发之气 阳气的生发 到了夏季达到最为强盛的时刻 到了秋季 就开始阳降阴升 到了冬季 变为阳浮阴升 总结起来就是 秋冬阳气藏浮 阴气转胜 在这种情况下 人体的新陈代谢开始相对减缓 此时应注意保养体内阴气 避免阴经耗损 根据上述特点 中医强调 养生美容要做到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来顺应四季 养生美容不仅要顺应四季的变化 而且要顺应一天之中的变化 因为自然界阴阳的变幻 在一天昼夜交替之间 也有升降盛衰的变化 昼为阳 而夜为阴 人体在白天的时候 阳气胜 脏腑功能旺盛 所以不易发病 而在夜间 阳气衰 正气相对虚弱 容易发生急患 中医说从之则科及不起 即顺应四季节变化 而变换生活方式 可以防病健身 又说逆之则灾害生 即不按四季节变化 去改变自己生活方式 则可导致疾病 损害人体健康 所以人体必须顺应自然 顺应四食 顺应阴阳的变化规律 结合自身阴阳的具体情况 采取正确的养生美容的措施 保证五脏之气 正常发挥胜利功能 达到身体健康 和体型健美的目的 四季美容注意事项 春季的美容护肤注意事项 年轻人的皮肤 在一年四季 均可能出现粉刺 但在春季的发病尤其频繁 所以 医患粉刺的青年人 在春季应尽可能地 保持精神愉悦和大便通畅 要戒烟戒酒 保持面部清洁 避免堵塞毛孔 不可用不洁的手指挤压粉刺 以免导致感染 春天护肤 要保持皮肤的清洁 每天洗脸的次数至少三次 选用刺激性小 香料含量少得洁肤用品 用温水洗脸 洗脸后 可涂抹具有杀菌作用的护肤品 除此之外 还要经常沐浴 因为沐浴也非常有利于皮肤的保养 入浴清洁的重点是 膝盖与肘部等关节 浴后还要按摩脸部和四肢 这样可使皮肤滑润 女性在就寝前应彻底清洁掉脸上的化妆品 并涂抹优质营养霜 或用油性的面霜进行按摩 并将剩下的油脂擦净 春季具有温暖多风的特点 人的皮肤纹理 在春季不再紧缩 而是慢慢开始舒展 皮肤没烧血管的血液供应会逐渐增加 皮脂腺和汗腺的分泌也会增多 所以春季是护理皮肤的好时机 但是春季也是细菌和病毒 大量繁殖和传播的季节 这就容易患有传染性疾病和皮肤疾病 并且春季是各种鲜花盛开的季节 而鲜花中的花粉容易诱发皮肤敏感的人 产生过敏性反应 如过敏性皮炎 湿疹 麻疹 粉刺等 从而给皮肤带来不好的影响 夏季的美容护肤注意事项 皮肤在夏季容易失去平衡 中性皮肤可能会变成油性皮肤或干性皮肤 此时 应根据这些变化情况调整护肤用品 使皮肤得到最好的护理 夏季的紫外线是皮肤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它会使皮肤角质化 从而失去弹性 提早衰老 此外 紫外线还是黄鹤斑和日光性皮炎的致病因素 在夏季外出时 要有良好的防晒措施 要带帽打散 在脸上及暴露部位涂抹防晒剂 秋季的美容护肤注意事项 进入秋季后 温差开始变大 天气忽冷忽热 所以皮肤的抵抗力也开始下降 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 所以在护肤上应以洁肤为重点 秋季洁肤可选用具有杀菌力强 清洁效果好的弱酸性的防晒洗面奶 秋季护肤要兼顾早晚闻差 白天使用清爽防晒的保养品 如防晒霜、润肤蜜等 晚上使用能够滋润保湿的护肤品 如晚霜、营养霜等 由于秋季气候干燥 皮脂腺的油脂分泌开始减少 水分流失较快 使皮肤出现紧绷的感觉 所以应该重视皮肤角质层的保湿护养 冬季的美容护肤注意事项 冬季气候干燥 气温低、汗险 皮肤腺分泌的减少 使皮肤失去很多水分而变干 所以冬季的美容护肤非常重要 以下是几个重点注意事项 首先 在外出前 应在脸上涂抹油性润肤膏 在嘴唇部位涂抹护唇膏 其次 洗脸的次数 一天一至二次即可 少用脱脂性强的洁肤用品 再次 做好面部按摩工作 促进血液循环 每周进行一至二次面膜保养 最后 洗脸后 要涂上油脂类护肤品 若手脚皮肤出现裂口现象 应涂抹防裂油膏 美容要动静有恒 劳逸适度 动静有恒 就是在养生美容时 要根据四时季节变化 和尘 昏 皱 夜的交替 有规律地进行起居作息 如阳春三月 应做到晚卧早起 通过散步或其他活动 使情质豁达开朗 从而使机体处于生机盎然的状态 库下三月 最好晚卧早起 在曙光之中锻炼身体 这样就能精神焕发 促进机体的阳气协调和宣打 秋三月应该早卧早起 进行强度适中的劳动和锻炼 保持心情宁静 维持机体处于动静相持的阶段 冬三月则应早卧晚起 借以回避严寒清洗 在风和气爽时应外出锻炼 当天气不适合外出时 可做一些室内锻炼 达到防止风寒入侵的目的 中医认为 没有规律的起居休息方式 是一种忘坐牢 就是在应该工作 劳作的时间里不运动 不去发挥动的作用 而在该睡眠休息时又不休息 使劲的作用无法发挥 这就造成了动静失衡 致使精神萎靡 食欲不振 最终导致了疾病 损害了健美 劳逸适度 也是养生美容的一个必备条件 每个人都有一个极限 无论是劳动还是休息 都不能太过 也不能不急 而应保持劳逸的均衡和适度 正常的脑力劳动 有利于智力发达 思维健全 正常的体力劳动 则帮助强健筋骨 所以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应相互结合 劳逸结合是强身 抑制健美的重要措施 因为必要的睡眠和安逸 是消除疲劳 恢复体力和脑力的重要途径 但贪图安逸 四体不勤 筋骨不顾 关节不灵 骨肉不食 会致使抗病能力下降 引发各种疾病 神劳 体劳 防劳太过者 会带来伤血 伤气 伤肉 伤骨 伤筋的后果 从而引发精气浩劫 真气亏损 精神疲惫的症状 不利于健康和健美 所以 中医提倡 劳逸逸度 动静相宜 为防病养生 增进健美 创造了必要条件 活动肢体养生美容方法 活动肢体 有助于养生美容 苏语说 生命在于运动 这一点得到了 古今中外的共识 中医提倡 运用灵活多样的锻炼方法 进行身体保健 如老年人 女性 适合进行气功 太极拳 散步等运动较为缓和的方式 进行锻炼 儿童应采取跳绳 体操 舞蹈等轻松活泼的方式来锻炼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要根据不同的病情 不同的体质 采取与之相应的锻炼方式 总之 进行适当方式 适量强度的锻炼 能够起到通经力脉 流通精气 合唱契机 帮助消化 同理二变的作用 从而保证 机体生化功能的旺盛 对维护和增加 心身健康和健美 是非常有利的 美容药防寒臂鼠 平和情质 饮食和一寒雨鼠 是中医学中的六气 即风 寒 鼠 湿 灶 火之中最典型的 代表阴阳鼠性的二气 寒和鼠 最能明显地显示出 阴阳盛衰的特征 故此 在养生美容 要非常注意防寒臂鼠 中医理论认为 春季的风具有乖乱之邪气 夏季有皱变之寒气和淫乳之物湿 秋季有湿 凉之灶气 冬季有非湿之温暖等 这些非湿之气 如果在人体虚弱之时侵入 就会成为邪气 而使人体致病 使人体的健美有所损害 所以 中医从美容医学角度出发 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采取顺势时 防寒避暑的种种措施 在季节转变时 做好自我保健预防工作 冬季要防止严寒入侵 若防寒不利 则会导致耳 手不动疮 夏季要避光防暑 若避暑无方 则一生沸子 导致日光性皮炎 以及黑色素过多沉积等 平和情质 是养生美容的另一主要内容 中医理论认为 情质是否稳定乐观 可以直接影响皮肤的健美 当情质活动正常时 气血调达 精力充沛 则面色明亮光泽 红润亮丽 素问 阴阳影响大论片指出 怒伤肝 喜伤心 丝伤痞 忧伤肺 恐伤肾 当情质过激时 会损伤脏腹血气 导致脏脏阴阳失调 反应在容貌上 就会出现 搓疮 黄鹤斑 扁平油 皱纹等与脏腹相关的 面部疾病 不利于皮肤的健美 中医学认为 情质合唱 保持情绪的稳定 就不会导致长期预计 而损害健康 当情质不畅 就会致使干预气质 气质血瘀 久而久之 会出现黄鹤斑 搓疮 面色轻子等病变 所以 保持乐观的 稳定的情绪 能帮助脏腹阴阳 气血调和 是维护人体皮肤 健美的基本方法 饮食合一的养生美容 是只当体内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充足时 能使脏腹功能正常发挥 会使肌肤充满光泽 面色红润无瑕 若饮食不足 就会导致气血化缘不足 使面色苍白 无光滑 若饮食过饱 则会损伤脾胃 导致面色伪黄 出现黄鹤般的 而饮食不节 则表现为面黄肌瘦 若偏是辛辣肥腻 可导致挫疮 皱纹增多 除此之外 适量进食 有助于皮肤保健的营养物质 如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 可去除皮肤皱纹 胶原蛋白含量丰富的食物 可使皮肤白嫩 维生素液可以起到 抑制衰老的作用 根据自身体质 选择美容方式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质 而体质又与我们的健康和养生 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医学根据人体内 气血阴阳金叶的多少 将体质分为九种基本类型 即平和质 气虚质 阳虚质 阴虚质 弹湿质 湿热质 血瘀质 气欲质 特丙质 其中最正常的体质 是平和质 具有平和质 体质的人的特点是 体型匀称 健壮 不胖不瘦 毛发色黑 面色红润 有光泽 双目明润 目光有神 充满活力 鼻色明润 嗅觉敏锐 嘴唇红润 肢体强健有力 睡眠良好 具有较好的耐寒耐热能力 性格平和开朗 所以 体内气血阴阳平和 是养生美容的内在依据 当气血阴阳 平衡失调时 体质就出现了偏颇 容易导致损美性的疾病 不同的体质 偏颇会出现不同的损美形式 所以要根据不同体质 针对不同的损美形式 选择正确的养生美容途径 不同的体质 有不同的特征 各自的美容方式如下 一 气虚智者 气虚智者的特征是 气虚消瘦 面色无华 神情疲惫 其美容原则为 培补元气 健脾养颜 美容药物的代表 有补中益气汤 四菌子汤 常用中药有 黄芪 党参 芙苓 白竹 甘草 陈皮 大枣等 因为肾煮气 所以可适量地使用兔丝籽 五味籽 枸杞籽等 补肾药物 气虚智者应多吃能够 意气健脾的食物 能够补气的食物 有精米 糯米 扁豆 黄豆 小麦 红薯 牛肉 大枣 莲子 桂圆 仪糖 蜂蜜等 美容药善有人参粥 黄芪粥 鼠玉粥 义人粥 大枣粥 山药粥 人参莲肉汤 黄芪炖母鸡等 二 阳虚智者 阳虚智者的特征是 阳虚体胖 腐肿变糖 怕冷倦怠 其美容原则是 温阳补肾 一火养颜 美容药物的代表有 海少丹 幼龟丸等 常用中药有 熟地黄 山猪鱼 山药 兔丝子 枸杞子 鹿角胶 杜仲 父子 肉桂等 因为阴阳双方具有辩证关系 所以可酌情增加 具有养阴助阳功效的熟地 枸杞子等 杨虚智应多吃温性食物 常见的温性食物有高粮 羊乳 带鱼 鲜鱼 虾 韭菜 蒜 葱 辣椒 栗子 核桃 牛肉 狗肉等 美容药善有 胡桃仁粥 韭菜粥 壮羊狗肉 葱容羊肉羹 当归生姜羊肉汤 枸杞酒等 三 阴虚智者 阴虚智者的特征是 皮肤干燥 失眠 消瘦 黄鹤斑 便秘等 其美容原则是 滋补肾阴 撞水养颜 美容药物的代表有 大补阴丸 六味帝皇丸等 常用中药有 熟帝皇 山珠鱼 山药 单皮 择蟹 福岭 和首屋 兔丝子 女真子 龟板 恶骄等 再进行滋阴食应 注意不要过度 阴虚智者 应多吃滋润养阴的食物 如精米 兔肉 猪肉 鸭肉 牛乳 禽蛋 海蛇 龟鳌 海参 羊梅 枇杷 菠萝 葡萄 香蕉 笔起 芝麻 百合等 可以用枸杞子或石壶泡茶长期饮用 美容药善有天门东周 山鱼肉周 雪羹汤 百合鸡子黄汤 枸杞肉丝等 四 谈湿智者 谈湿智者的特征是肥胖 浮肿 神皮 其美容原则是 贱皮化痰 泄浊养炎 美容药物的代表 有三子养亲汤 餐铃白竹三等 常用中药有白竹 党参 制甘草 茯苓 扁豆 山药 杀人 白戒子 莲子肉 荷叶 冬瓜皮等 贪湿智肥胖者 可适量加入昆布 海藻等 贪湿智者 宜清淡饮食 可多吃化痰酱汁的食物 如海带 海藻 冬瓜 丝瓜 黄瓜 芥末 萝卜 桂花等 尽量少吃猪肉 猪油等滋腻的食物 美容药善有燕麦粥 橘皮粥 燕麦粥 山楂汤 荷叶一人精米茶等 五 湿热智者 湿热智者的特征是 搓疮 口臭 腹肿 黄鹤斑 酒糟笔等 应以分消失拙 清热养颜为美容原则 美容药物的代表有 琵琶饮 甘露消毒丹等 常用中药有 桑白皮 琵琶叶 黄芹 金银花 苦参 阴沉 贝母 地骨皮 芙苓 泽蟹等 这些药物味苦寒 且易伤脾胃 所以不能过量服用 施热智者应多吃良性食物 且要现烟现酒 少吃辛辣香燥的食物 常见的良性食物有 冬瓜 苦瓜 黄瓜 丝瓜 莴苔 灵白 竹笋 绿豆 玉米 荞麦 黄花菜 泥丘等 美容药膳有 贬豆 益益粥 益人汤 绿豆 车前子汤 赤小豆 鲫鱼汤 银花露等 六 血瘀智者 血瘀智者的特征是 皮肤干燥 黄鹤斑 雀斑 黑眼眶 所以其美容原则是 活血趋瘀 通落养颜 美容药物的代表为 血腐竹鱼汤 桃红素汤等 常用中药有 红花 赤勺 生地黄 单身 当归 蒲黄 茜草 桃仁 山楂等 血瘀智者应多吃 具有活血功用的食物 如荞麦 蘑菇 木耳 黄花菜 紫菜 山楂 桂花 玫瑰花 绿茶 咖啡 红酒 醋等 美容药膳有 茜草猪蹄汤 玫瑰花汤 月季花茶 单身酒 红花酒等 七 气欲智者 气欲智者的特征是 失眠 抑郁 黄鹤斑等 应以疏肝行气 解育养颜为美容原则 美容药物的代表为 逍遥散 月居丸 柴壶 疏肝散等 常用中药有 尘皮 柴壶 香腹 穿胸 纸鞘 甘草 白勺 薄荷 当归等 气欲智者 应多吃能够行气解育的食物 如小麦 黄花菜 芹菜 柚 金菊 橙 百合 佛手 针子 绿茶 玫瑰花等 美容药膳有 小麦粥 百合粥 酸枣人粥 百合鸡子黄汤 玫瑰花茶 八 特病智者 特病智者 患有先天或遗传性疾病或是过敏性体质的人 得特征是皮肤过敏、过敏性鼻炎等 所以其美容原则应是义气固表、养血养炎 美容药物的代表为消风散、玉瓶风散、过敏肩等 常用中药有白竹、黄芪、防蜂、精介、乌美、蝉衣、当归、衣母草、黄芹、生地黄、牡丹皮等 特病智者 容易患有敏感所造成的损美疾病 应当少吃含有过敏性物质的食物 如白点豆、蚕豆、蚕麦、鹅肉、牛肉、鲤鱼、带鱼、田螺、鲍鱼、虾、蟹、乌贼骨、海参、牡蛎肉、贝类、隔蚌类、酒、辣椒等 美容药善有如义以仁山药粥、玉瓶风粥、人参黄芪粥、黄芪红枣汤 气功美容 气功美容是一种通过内炼精、气、神、外炼精、骨、皮、将调心、调膝和调身有机结合在一起 从而达到内在美和外在美相互协调统一的美容方法 中医认为,人的形体肢结、五官指甲、肌肤毛发等都与脏腑、经络、气血密切关联 只有脏腑功能旺盛、经络通畅、气血充沛 才能使皮肤润泽、毛发健康、容颜常住 五脏的魂、魄、魄、意、智、神对外界的刺激反应形成了情质 所以,情质的变化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 适度的情质变化具有调和五脏的作用 但过激的情质却能导致五脏的失调 而人体的容貌又与五脏的容华相关联 所以,当五脏为情质所伤时 就会表现在人体的健美上 气功美容的原理就是通过对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平衡的调节体内 从而达到除病、保健、美容的目的 气功美容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首先,气功美容是一种整体的美容 体型健美是人体外在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过胖或过瘦都严重影响了人体的健美 体型过胖一患有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病 且造成行动迟缓、有爱美容 体型过瘦削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增加患病几率 且同样妨碍美容 所以,保持健康适中的身材就显得非常重要 气功既适用于身材过胖者 也适用于身材过瘦者 身材肥胖者可采用特殊的调节呼吸和身体姿势 来效消除饥饿感、减少摄食量 达到减肥的效果、身材过瘦者 可通过修炼养生强壮功法 来整体调节脏腑、经络、气血 达到增强体质、健美身材的目的 此外,修炼气功时 真缘之气充沛留意于肌肤之间 从而使肌肤变得更加的细嫩光滑 达到美容的效果 其次,气功对心理气质和精神具有美化作用 气功美容不仅能够促进人体的外在美 而且能够培养和增强人体内在美 这是由于在进行气功美容锻炼时 需要意念净手来进入人与天地合一的境界 从而使人具备超凡脱俗、心胸豁达的气质 进而在日常行为举止上表现出优美气质和风度 除此之外,气功还具有美化人的精神和情质的作用 修炼气功的首要前提就是悉心宁神 排除一切杂念,达到心安气定 情绪平和的首宜入境状态 由于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 主名则下安 心境平和则各种杂念无法产生 情绪平稳则五脏气机通顺流畅 经络四肢百脉调和 所以修炼气功能够起到性命双修 心身俱健的效果 同时美化了容貌形体及情质气质 所以气功美容能使整个人的精神气质和容貌肌 焕发出更真实,更自然的美 经络美容 经络美容是根据脏腹经络学说理论 通过刺激经络学位来调整阴阳 畅通气血,增强脏腹,驱除斜食 起到保健,治疗,美容的效果 常见的刺激经络学位的方法有针刺 按摩,爱酒,刮煞,拔罐,学位肤贴等 经络美容被认为是中医美容学中最具特色中医美容方法 经络与美容有着密切的关系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神与经络是密不可分的 五脏的营养和形神都是靠经络来联系内外的 所以,刺激经络数学就能够起到调节脏气形神的作用 其次,气血的运行与经络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气血可以说是美容的物质基础 而经络是气血的运行通道 经络通畅就能够使气血充盈通畅 这也是以洞为药 洞中求美的原因 再次,头面与经络也有联系 人的头面虽小 但却是诸多经络的汇集之所 经络通畅,气血上升 就能够营养头面五官 刺激经络能够起到生青阳 降火热,安神劫富的功效 其中的原理是 阴经经别合与阳经经脉 六条阳,经都位于面部之上 五华,五官是通过经络与脏腑发生联系的 具体来说就是面与心联系 目与肝联系 唇与皮联系 皮与肺联系 发与肾联系 最后,皮肤与经络是通过如下方式联系的 皮肤,皮部,脏腑 皮部是经脉功能活动在体表部位的反应 是散布落脉之气的所在 是十二经脉在皮肤上的分属部分 所以与落脉,特别与腐落的关系尤为密切 皮部分为阳经皮部 太阳皮部,阳明皮部,少阳皮部 其中,阳经皮部对于皮肤美容和皮肤病的治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太阳皮部位于头顶正中及后向部 阳明皮部位于面部及颈下部 少阳皮部位于头面两侧及耳部上下 在经络美容中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体质背景,疾病背景,三针对症和局部美容 首三阴经美容首三阴经是寻行于人体上部的三条阳性经脉的统称 是人体十二正经的一部分 对于人体保健、美容、治疗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肺功能是主皮毛 主宣发胃器筋液 肺经经落所在 正经以中交为起点 下落通道大肠 然后还寻胃口 脂脉在食指尖端处与首阳明大肠相接 经别上出缺盆 寻喉咙 腹和阳明 落脉 裂缺 别走阳明 守太阴肺经的美容原理 首先在脏腑功能方面 由于土生筋 所以有助于毛发和皮肤的营养 在肺与大肠方面 能够速降通降 通便利尿 其次 在与经络联系方面表现为 大肠 胃经与面部皮肤有明显的联系 守太阴肺经 在美容方面的应用 主要是治疗搓疮 九糟鼻 皮肤过敏 以及皮肤常规护理 常用美容学位 有裂缺 太阳 鱼记 其中 裂缺主要用于治疗搓疮 九糟鼻 上身肥胖等症 太阳 主要用于治疗干性皮肤 和皮肤敏感症 鱼记 主要用于治疗皮肤油腻 搓疮 九糟鼻等 守绝因心包经的美容原理 首先 心包位于心的外围 因此对心血原因引起的血淤 血须 血热 和心神 引起的精神 情绪 睡眠 都具有良好的调制作用 其次 心包经与三胶精香表里 能够起到宽胸理气 调理未尝的作用 守绝因心包经的美容应用 主要表现在对热症所引起的热扰心包 烦躁不安 烦热失眠 情绪急躁 疮痒等 以及便秘 腹胀 消化不良等症状的治疗 该经常用于美容的穴位有曲泽 和血 见识 内观 大灵 劳工 中冲 用于手部保健按摩 以及治疗心悸 心痛 失眠 搓疮 皮肤臊痒 面色绘质 口疮 口臭 湿疹等症 守绍因心经 在经络美容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守绍因心经经络通畅 能神清慕名 精神焕发 面部也具有光泽 反之 则会因血脉不通或血须 导致面色苍白 面部晦暗无光 针灸调节心经 对治疗神经衰弱 失眠 情绪不稳定 有明显的疗效 同时 还可以消除疲劳 对面色无华 口唇苍白 或暗子等美容问题 有明显的改善效果 守绍因心 经常用美容穴位 有极权 神闷 其中 极权 可用于治疗液臭 淋巴结合 咽干 繁渴 神门 可用于治疗心繁 失眠 守三阳经 美容守阳明 大肠经是通过排泄废气物 来帮助皮肤代谢 起到形体美容的功效 守阳明 大肠经 在美容方面的应用为 治疗搓疮 九糟鼻 肥胖 便秘等 该经常用美容穴位 有核骨 偏利 守三里 守五里 营香 其中 核骨 用于治疗面瘫 黄鹤斑 便秘 口臭 寻麻疹 搓疮 偏利 用于治疗 搓疮 脂异性皮炎 九糟鼻 守三里 用于治疗失眠 搓疮 皮肤油腻 皮肤干燥 寻麻疹 肥胖 受五里 用于治疗 口周囊肿形搓疮 营香 用于治疗 搓疮 九糟鼻 皮之一出 守绍阳三胶经的美容原理 首先守绍阳三胶经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畅通水液 排泄废弃物 清除内热 其次 守绍阳三胶经运行在头面部 可以进行局部病变治疗和局部美容 守绍阳三胶经主要是针对肥胖庸致 便秘腹胀的治疗 以及对头面部的保健与美容 三胶经常用美容穴位有关充 中阻 阳池 外观 支钩 一封 四竹空 针灸按摩以上穴位 可治疗头痛 目翅 耳聋 咽喉肿痛 热病 消渴 减肥 面瘫 面积静卵 面肿 肢 肢意性脱发 挫疮 黄鹤斑等面部损美性疾病 守太阳 小肠经的美容原理 小肠经在神智和精神方面的 调节上作用明显 同时也能够调整筋液 而小肠经又经过面部 在面部针灸美容中占有的地位 是显而易见的 小肠在吸收营养物质方面极为重要 所以通过对小肠吸收功能的调节 可以减肥瘦身 同时 还能治疗一些消化系统疾病 守太阳小肠 经常用美容学位有哨泽 后膝 腕骨 全疗 听功 其中 少泽 可用于治疗乳腺炎 乳脂少 咽喉肿痛 后膝 可用于治疗面肌静卵 头向强痛 咽喉肿痛 腕骨 主治糖尿病 目易 耳鸣 全疗 用于口眼歪斜 眼瞼跳动 甲肿的治疗 还可起到除皱的作用 听功 可用于耳鸣 耳聋 面部色素沉着 下颌关节炎的治疗 以及面部除皱 足三阴经美容足太阴皮经的美容原理 因为皮对所有营养物质的运化传输 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所以人体肌肉的丰满与否和皮具有重要的联系 皮具有蕴化水骨精微和蕴化水湿的作用 因此 一切腹肿都可通过皮经的数学来进行治疗 嘴唇的色泽可显示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否良好 如皮虚 则表现为口唇发白 克取皮经的数学来治疗 通过足太阴皮经来使肥胖者减肥 瘦弱者肥健 还可以用于治疗皮肤粗糙 面色尾黄 面色无滑 神皮乏力 毛发稀疏脱落等症 足太阴皮经常用美容学位有 隐白 公孙 三阴胶 底肌 血海 大横 其中 隐白 常用于治疗三叉神经痛 月经过多 便血 尿血 三叉神经痛 公孙 主治肥胖症 胃痛 呕吐 腹泻 三阴胶 具有活血化瘀 美颜的功效 底肌 能够治疗腹脏 食欲不振 月经不调 血海 用于治疗面部色素沉着 神经性皮炎 皮肤燥痒 挫疮 脱发 多毛症 大横 主治便秘 腹泻 腹部脂肪沉积 肥胖症 足少阴肾经的美容原理 肾是机体所有生化功能的根本 对形体的生成起着关键作用 并且与五脏六腑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 足少阴肾经常用于治疗各种遗传性皮肤病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生殖发育及衰老等病症 肾具有调节体内水液的疏散和排泄的作用 若肾的气化功能紊乱就会引起水液侏流 使面部和肢体浮肿 皮肤刚枯等症状 此外 肾竹骨生髓 肾气通鱼耳 因此 牙齿的好坏 毛发的容枯 和一些耳部疾患都与肾有着密切的关联 足少阴肾经常用美容学位有永泉 太息 赵海 腹溜 阴骨 荒鱼 其中 永泉用于治疗失眠 口疮 足动疮 或军裂 太息 可用于治疗面黑 水肿 脚气 冻疮 事物昏花 手足心热 也可用于抗衰老 和面部除皱 赵海 竹志闲症 失眠 阴雅 脚气 目斥肿痛 腹溜 常用作倒汗 手足多汗 四肢肿胀 腰脊强痛的治疗 阴骨 竹志月经不调 阳尾 膳痛 阴中痛 小便困难 腰息酸软 膝骨内侧痛 荒鱼 用于治疗腹痛 腹脏 便秘 腰脊痛 身体浮腫 足却因干净的美容原理 若干血充盈 会表现为 面部红润有光泽 双目明亮有神 指甲坚韧 红润有光 若干血不足 则面目清黑 指甲软薄 暗淡无光 易变形脆裂 眼睛混沌不清 目斜上是 严重影响容貌的贱美 肝的输卸功能紊乱 会使甘欲气质 气欲日久 则会化热 导致气血失和 面部出现血淤 黄鹤般等 足却因干 经常用美容穴位 有行间 太冲 米沟 漆门 其中 行间 用于治疗 目斥肿痛 口苦 头晕 半身不随 前因 臊痒疼 疼痛 口眼歪斜 面黑 太冲 用于各种眼疾 面部黄鹤般 面瘫 唇肿 头痛 眩晕 慢性失诊 前因 臊痒疼痛 的调制 里沟 用于治疗 阴部 臊痒疼痛 失诊 单独 连疮 七门 能够改善 面部黄鹤般 消瘦 失诊 胸斜 胀胀 胀 恶逆 足三阳经美容足阳明胃金属环绕木系是后天之本起到了提供基础营养的作用 而且胃是六腑之手是消化功能升降的关键 足阳明胃经的经络运行为正经位于面中、面侧、面颊、额部、口周、乳房、皮、大肠 经别为皮部和面部 足阳明胃经的美容原理 首先可协调消化系统 补虚而泄湿 其次 可进行面部皮肤护理和治疗 胃经的美容应用 首先表现在皮肤的护理、治疗上 其次是乳房的护理 然后是脾胃护理 可治疗脾胃虚弱 气血不足 胃肠机智 排泄不畅等症 足阳明胃经常用美容穴位有四百 底仓 夹车 下官 天书 水道 归来 足三里 上举须 风龙 内庭 立队 其中 四百 主要用于治疗色斑 目吃肿痛 口眼歪斜 底仓 主要用于治疗搓疮 面瘫 流血 夹车 主要用于治疗搓疮 瘦脸 面瘫 牙痛 下官 主要用于治疗色斑 面瘫 耳鸣 牙痛 天书 主要用于治疗肥胖 便秘 月经不调 水道 主要用于治疗代下病 慢性盆腔炎 卵巢炎 子宫内膜炎 腹剑炎 归来 主要用于治疗代下病 子宫下垂 足三里 主要用于治疗消瘦 肥胖 早衰 尾黄 搓疮 上聚虚 主要用于治疗肥胖 便秘 口臭 搓疮 风龙 主要用于治疗肥胖 搓疮 失眠 皮肤油腻 妇女更年七宗合征 内停 主要用于治疗失眠 口臭 搓疮 力对 主要用于治疗心烦 失眠 多梦 口臭 足太阳膀胱经的美容原理 因为膀胱与肾互为表里关系 而膀胱有气化水液的功能 而膀胱经上有个脏腑的背鱼血 能够调节所有脏腑的功能 因此可以治疗很多损容的急患 如肥胖 雀斑 蝴蝶斑 皮肤过敏等 同时也可以促进消化 增强体质 调节内分泌 治疗月经不调 经前七宗合征等 足太阳膀胱经常用美容学位有精明 存竹 预诊 肺语 心语 隔语 其中 精明 用于治疗各种目击 眼瞼跳动 口眼歪斜 以及眼部除皱 存竹 主治头痛 口眼歪斜 眉冷骨痛 眼瞼下垂 恶逆 常用作眼部除皱 预诊 用于治疗目痛 鼻塞 足选 肺瑜 可用于对毛发干枯 皮肤干燥 皮肤均裂 搓疮 酒扎鼻 颜面色素沉着的改善 以及对咳嗽 气喘的治疗 心语 主治 面色脚白 面色晦暗 面部黑便病 心痛 失眠 隔语 可改善毛发枯黄 皮肤粗糙 面色不滑 黄鹤斑 神经性皮炎 搓疮 酒扎鼻 皮肤 搓痒症 足少养胆经的美容原理 因为胆经经脉分布在胸斜 寻头向两侧 经过鹅到达眼眶的周围 而胆腹于肝 所以肝与胆相表里 且都具有疏泻的作用 所以可以用于治疗 由肝胆湿热所带来的目尺肿痛 变身扫痒 带状泡疹 黄胆等症 同时也可用于眼角皱纹 脱发 耳聋 耳鸣等的治疗 足少养胆 经常用美容学位有童子疗 听慧 帅骨 顽骨 其中 童子疗 主治目赤肿痛 眼角皱纹 口眼歪斜 斜视 面积静鸾 听慧 用于拧耳 耳聋 耳鸣 齿痛 面瘫 镊合关节功能 紊乱的治疗 绿骨 能够防治脱发 斑突 头选 顽骨 主治斑突 脱发 头屑 臊痒症 齿痛 头面肿痛 口眼 歪斜 药膳美容在使用药膳进行美容时 要讲究合理搭配 只有搭配合理才能达到安全有效的目的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易操作的药膳美容的搭配米方 其美容养颜效果也非常显著 配方一 材料 桑叶 银花 药理 桑叶 桑叶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作用 银花则具有抗菌消炎的功效 可治疗由上火引起的面泡 暗窗 每周服用三到四次即可缓解面窗 暗窗等 使用方法 取桑叶 银花个十五克 加适量的水 先用大火烧开 然后改纹火煎熬片刻 即可饮用 每日服用一剂 可肩服两次 配方二 材料 白芙苓 药理 白芙苓药性平和 不易引起过敏反应 被认为是美容上品 白芙苓能够除去黑色素 如配合蜂蜜使用 去般美容效果更好 除此之外 可用白芙苓加色香 牛奶 桃花 丁香 珍珠粉 做成面膜敷面 或直接用白芙苓煎水洗脸 都具有去斑的功效 敷面用的白芙苓 最好研磨成细粉末 这样更有利于皮肤吸收 使用方法 取白芙苓加蜂蜜水 调和搅匀 在每天晚上临睡前 涂抹在脸上 次日早晨用清水洗去 配方三 材料 其子 蜜枣 绿茶 药理 其子性瓶 具有明目利便 滋养肝肾 补气养血的功效 蜜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及无基盐 能够润肺止咳 如能够与养肝清肺的绿茶 一起冲泡 能有效缓解肝脏压力 减少黄胆 达到疏肝养肝 去黄美白的目的 使用方法 取其子 蜜枣各三十克 加入绿茶冲泡 常见的具有清热去斗功效的药材有 金银花 大黄 黄芹等 金银花具有很好的抗菌消炎 清热解毒 消暑沥烟的作用 能够治疗皮肤炎 窗庸红肿 青春痘 面泡 扁平油等 用法 将金银花磨成粉状 用水调合后 敷在豆子的局部 也可将金银花煎之后 用浸泡过药汁的 浮于患部 注意事项 一般多局部使用 大黄具有很好的清热消炎作用 能够治疗青春痘 面泡的 用法 将大黄粉加水调成护状 浮于患部 注意事项 旨在局部使用 黄芹具有抗菌作用 适用于各种皮肤炎 粉刺搓疮 湿疹 面泡等的治疗 用法 用黄芹粉或肩脂肤于患处 注意事项 旨在皮损处使用 针灸美容的含义 方法与特点 针灸美容 具有操作简便 安全可靠 无副作用的优点 是一种广受欢迎的 非常重要的美容方法之一 所谓针灸美容 就是通过针刺 爱酒的方法 来补一脏腑 调理气血 消肿散接 从而起到减轻或消除那些能够影响容貌的生理性或病理性疾病的作用是一种常见的强身健体延缓衰老 助容美颜的方法 针灸美容的方法主要有针法和酒法两种 针法就是针刺法 是利用银针刺入穴位及患病处皮肤 再服以其他适当手法 具有美容及健身趋病作用的一种治疗保健方法 在进行针刺法针灸时 病人会产生酸麻 胀痛及冷热等感觉 酒法 则是利用爱助等工具将药物放在相应的穴位及部位上用火点燃 通过局部热效应及药物的渗透作用 激发机体产生一定的生理反应 起到美容 抗衰老 以及治病作用的一种方法 中国医学理论认为 外部容貌是人体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 其容衰与脏腹 经络 气血 都是密切相关的 只有在脏腹功能正常运行 气血保持旺盛的前提下 才能使青春常住 所以 补益脏腹 调理经络 顺畅气血 才是美容的根本 针灸美容 正是顺应了这一理念 从整体观念出发 强调了滋补脏腹 气血的重要性 将健康与美容相提并论 使之相辅相成 实践充分证明了 针灸美容能够很好地治疗黄鹤斑 老年斑 搓疮 扁平油 脱发等美容病症 而且 针灸美容 几乎没有任何禁忌症 可以和其他疗法相配合使用 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除此之外 针灸美容 比那些只注重局部皮肤营养的美化容颜的西方美容方法 具有更加稳定 持久的效果 这些原因使针灸美容 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关注 针灸美容法 是我国广大医药学家和劳动人民 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和日常经验 所形成的具有独到之处的美容疗法 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针灸美容法 具有整体治疗 适应症广 疗效持久的特点 针灸美容 以整体美容作为指导思想 中医学认为 颜面 皮肤 须发 五官 着甲 是人体的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 这些部分的兴衰 是人体健康状况的直接反应 皮肤白嫩 脸色红润 体格健壮 不仅是健美的标志 也充分体现了脏腑 经脉功能的正常性 与气血的充盈性 整体美容充分调动了人体自身所有的积极因素 所以 整体美容不仅对驱除挫疮 黑质 消除皮肤损害及肿胀等具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而且对慢性的形体改变和顽固的皮肤病变的疗效尤为显著 如肥胖 银泻病等 甚至对一些急性传染性的影响容貌的病症如红眼病 炸腮 单独等 亦同样有效 用针灸疗法进行美容 具有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改善神经 体液 内分泌 免疫 加速表皮细胞的新陈代谢的作用 而这些因素 与皮肤病的发生与发展都密切相关 所以 针灸美容能从根本上保证美容效果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其次 针灸美容具有操作简便 易于掌握的特点 针灸美容法所使用的医疗美容工具非常简单 只需具备不同规格的针具 火罐和爱条等 其他辅助工具有 磁贴器 电针仪 注射器和激光仪等 在进行针灸美容时只需先用酒精 点酒对穴位皮肤进行消毒后 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具备一般针灸 操作技能的人都可以学习如何使用针灸进行美容 最后 针灸美容具有经济安全 副作用少的特点 针灸美容法是在体表进行操作的物理疗法 所以 其安全性 简便性 是不言而喻的 常见的地方针灸疗法 如针刺 爱酒 拔火罐 穴位磁疗 激光照射等 一般是不会破坏皮肤结构的 所以不会产生较大的疼痛感 与一些复杂的外科整容手术和普遍的化学合成的美容品相比 针灸美容具有安全性高 成本低 副作用少的优点 按摩美容的含义 作用与注意事项 按摩美容非常具有中国传统色彩 是具有独特的射生保健作用的保健方法之一 成熟于2000多年前的《皇帝内经》 就已经有关使用按摩进行疾病治疗的记载 用按摩治疗口眼歪斜 是用按摩进行美容的最早例证 所谓按摩美容 是通过对人的躯体的一定部位使用不同手法的按摩 使其经脉通畅 气血合调 浮正躯血 补虚泻时 从而延缓皮肤衰老 增加皮肤美感的一种方法 例如 可通过按摩面部穴位 调节面部的血液供应 活血化于 起到除皱去斑的功用 可通过按摩头部穴位 改善头部血液循环和供应 加强毛发吸收营养的功能 从而起到有效的防止脱发 在中医学的按摩原理的指导下 通过对经络 束血和局部皮肤的按摩 可起到疏经活络 旋通气血 消肿止痛 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全身的新陈代谢的作用 从而发挥按摩的美容治疗效用 一般美容按摩的时间 以一次10到20分钟为以 自我保健美容按摩 可隔日一次 而治疗性按摩 可每日或隔日一次 10到15次为医疗程 按摩应在空气流通 温度适中的环境中进行 当夏天温度过高时 不宜进行按摩 当冬天进行按摩时 则要注意保暖 防止裸露部位受凉 按摩者的指甲不宜过长 以免损伤被按摩者的皮肤 也不能过短 因为指甲过短会影响穴位的受力 所以 指甲的长度保持在于指端平齐为以 按摩手法和强度 要以患者的耐受度为依据 在开始时 手法要轻一些 然后逐渐加重 在结束时也要轻柔和缓 当患者处于饥饿 保持或疲劳过度时 一般不适合按摩 否则对身体的健康会有影响 减肥的误区 减肥的误区 具有如下几点 误区一 减的越多越好 如有些减肥方法 声称一个月瘦掉5000克 这在营养学上是非常不科学的 为了保证人体正常的营养需求 在进行减肥时 每天的能量需求 是500至700千卡之间 减掉1000克 需要10至14天来完成 所以 比较科学的减肥标准是 在第一个月已减掉3至4千克 以后每个月的减肥量 维持在1至2千克 误区二 吃得越少越有利于减肥 摄入的能量 要满足人体的需要 不可任意减少 一般情况下 人体在夏季需要的能量少一些 在秋冬季节需要的能量 要相应增加 性别因素和劳动因素 也影响能量的需求量 如男性从事轻度 中等和重度体力劳动时 所需的能量分别是 1600千卡 1800千卡和2100千卡 女性暗轻中 重体力劳动量来分 需求的能量分别为 1400千卡 1600千卡和1800千卡 当能量摄入不足时 就会导致低血糖 严重时会导致大量脑细胞损害 物区三 减肥要饿肚子 人体在处于低血糖时 就应该进食 通过节食来减肥 会引起身体机能下降 大脑细胞受损 不利于身体健康 物区四 多吃纤维粗粮 有利于减肥 食用过多的粗粮 会加重胃肠负担 同时也不利于钙 铁等元素的吸收 所以每天摄入的纤维 应在30克左右 物区五 以青菜水果为主食 长期单一水果瘦身 会使身体中的蛋白质 矿物质等流失 最终导致疾病 正常的营养均衡 应同时吃优质蛋白 两股类食品 蔬菜水果 豆制品和奶类 调味剂等五大类食品 物区六 吃辛辣食物可瘦身 进食过量的辛辣食物 会影响胃肠功能 加重对胃粘膜的刺激 容易导致胃出血 过多的刺激性食物 还会使皮肤变得粗糙 亦产生暗疮 物区七 每次慢跑三十分钟能瘦身 只有运动时间超过四十分钟后 才能够消耗人体内的脂肪 物区八 运动强度越大 效果越好 超负荷的运动量 会破坏机体机能 减肥运动 应遵循因人而异 循序渐进的原则 物区九 服瘦身药 就能立竿见影 不同的瘦身药物 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副作用 含有食欲抑制剂的减肥药 可引起轻度的失眠 头晕 口干 抑郁 乏力 便秘 恶心等 有些药物 有些药物甚至会引起血压高 和心动过速 药物性肝损害 腹泻等不良影响 慎用化妆品 根据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的规定 化妆品的定义是通过涂抹 喷 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 适用在人体 皮肤 毛发 指甲 指甲 口唇齿等上 从而起到清洁 保养 美化 修饰 和改变外观 或者修正人体气味 保持良好状态作用的产品 因很多化妆品 都由化学合成产生 在使用化妆品时应谨慎 主要注意如下几点 慎用增白化妆品 除色素皮肤增白 化妆品中的除色素成分 含有无基拱炎和清洁等有毒物质 长期使用不利于身体健康 皮肤科专家指出 在一些肥皂和皮肤增白霜中的 离子形态的拱 氯化拱 或点化拱 取代了烙氨酸分子中的铜 从而使铜失去活性 无论什么形态的拱 都容易被正常皮肤吸收 发炎的皮肤吸收的更快 每天使用这类增白化妆品 二至四次 所形成的拱的慢性积聚作用 是不可忽视的 医学研究表明 拱可使皮内重金属类积聚 可能会引起色素过度沉着 和接触性皮炎 此外 拱还会引起体重下降 贫血 倦胆 口腔发炎 脱发 肾损伤 如蛋白尿 等病症 慎用美甲化妆品 美甲类化妆品 所带来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 美甲类化妆品成分产生的过敏反应 如甲基丙锡酸酯 甲本基 甲醃等 美甲类化妆品中含有的一些刺激性物质 美甲过程中可能导致外伤 存在传染性因素 特别是未经有效消毒的修指甲工具造成的接触性传染 如HIV 由乙型肝炎和饼型肝炎 慎用激素化妆品 有些人为了追求塑效 使用一些含有激素的化妆品 经常使用这类物品 不仅会影响美容 还会给健康带来危害 如常使用肤轻松或去严松之类的软膏来代替美容化妆品 会抑制肾上腺功能 引起内分泌紊乱 长期使用添加了雌激素的风乳膏 会引起月经不调 黑斑 色素沉着 皮肤变薄和萎缩等 所以应使用不含激素的美容化妆品 避免引发激素美容化妆品综合症 化妆品的副作用人们 在追求美观的过程中 对各类化妆品所引起的副作用 缺乏足够的重视 很多化妆品 如各种洗发剂 染发剂 指甲油 洗面奶 护肤霜脂等 都是通过化学反应合成而来 因此 化妆品既具有保护和美化的功能 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严重时会引起化妆品皮炎 如皮肤水肿 臊氧 斑疹等 常见的化妆品中的化学元素 有各种色素 香料 防腐剂 杀菌剂等 特殊用途的化妆品 还要加入具有护发 烫发 染发 眉乳 健美 除臭 曲斑和防晒等公用的成分 化妆品常见的副作用 有面颊红肿 臊氧 流水 皮炎等损容性皮肤病 染发剂所带来的副作用尤为严重 不仅容易导致接触性皮炎 甚至会引起血液病或其筋病 以及其他疾病 因此 要重视化妆品的副作用 做到合理选择化妆品 尽量少用 避免滥用 要选择一些质量好 副作用小 适合自己皮肤特点的化妆品 特别是皮肤易过敏的人 尤其要小心 如果发现化妆品对皮肤有不良反应 要立即停用 为了减轻化妆品的副作用 在使用和选择化妆品的过程中 要注意如下极点 不要浓妆 保持皮肤的呼吸顺畅 化妆要有间歇 不要经常使用同一品种的化妆品 卸妆要及时彻底 善于识别化妆品的优劣 可从化妆品的颜色 气味等方面辨别 要注意安全适用期 选择生产日期短的 皮肤过敏者 应选择无添加剂的化妆品 女性美容的根本在于调血 女性保健美容的重点在于调血 人体是血肉之躯 只有血足 才显得皮肤红润 面有光泽 只有肉食 才能肌肉发达 体型健美 而这对于女性尤为重要 调血美容在饮食调养 简易方药 经络疗法 生活起居 皮肤护理等方面进行 而且 注意肝脏 对于调理器血 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皇帝内经》当中有肝藏血的说法 中医界也有男子以肾为本 女子以肝为本的说法 所以养护肝脏 也是调血的重要方式 在饮食上 应多吃营养丰富 容易消化的食物 如猪血 猪肝 瘦肉 黄鳝 鲍鱼 海参 乌鸡 鸡蛋 胡萝卜 菠菜 黑木耳 黑芝麻 虾仁 红枣 莲子 龙眼肉 红糖 怡糖 等 简易方药 维江党参 何手屋 黄旗 当归 枸旗子 山药 阿胶等各取食客 水间服用 每周二或三次 经络疗法为 经常爱酒气海 官员 足三礼 三阴交 每次酒二十至三十分钟 在生活起居上 要避免过度劳累 尤其不要过度思虑 血须者主要的美容问题是皮肤尾黄毛发干枯应使用具有营养抗衰老以及保水保湿作用的护肤品 常见的活跌方法是在饮食调养上多吃山楂 黑豆 黑木耳 鲜藕 韭菜 刀豆 台菜 茄子 酒 醋 黑木耳 精神奇 有出血倾向的人禁用 精络疗法为经常做头部 面部 脚部保健按摩 消散淤血 在生活起居上 适量增加体力活动 多参加体育运动 做好保暖措施 注意保持心静 宁静 平和 在皮肤护理方面 应使用具有美白 淡化色素作用的护肤品 同时要注意防晒和使用眼霜 从而缓解面色晦暗 无光泽 色斑及黑眼圈等美容问题 常见的凉血方法 是在饮食上多吃丝瓜 马蹄 白萝卜 空心菜 鲜藕 鲜芦笋 甲鱼 螃蟹 雪梨等食物 祭酒 姜 辣椒等新热食物 简易方药 是将生地 鲜藕结 单皮 白毛根 悬身 紫草等 各取食客 用水肩服 每周两次 在生活起居上 要注意防晒 不宜进行剧烈的运动 保持情绪稳定 防止急躁 暴怒等 保证充分的睡眠 在皮肤护理上 使用清爽 清洁皮肤的护肤品 改善皮肤油腻潮红 一生挫疮等问题 中医美容饮食 有讲究中医强调 人和自然的统一性 因此 在进行养生时 要顺应自然的规律 主张 四十阴阳者 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 圣人春夏养阳 祭冬养阴 阴阳四十者 万物之始终也 死生之本也 逆之则灾害生 从之则科及不起 这也可以看出 通过后天调谱 能够达到抗衰 助言 长寿的目的 这一点在内经中 有明确的阐述 春气者病在头 夏气者病在脏 秋气者病在肩背 冬气者病在四肢 同时指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阴者具体是指阴金 阴液 精液的 只要肺 皮 胃筋充足 血液不治 就能够气血周流 从而容颜自美 后天合理 均衡的饮食 是健美的保证 内经提出的 天食人以武器 第食人以武卫 武器入鼻 藏于心肺 上食武色修明 圣衣能章 武卫入口 藏于肠胃 胃有所藏 以养武器 气和而生 今夜相成 神乃自生 明确强调了 均衡饮食与健美 之间密切的关系 内经主张的 平衡食谱是 五骨为养 五果为助 五畜为意 五菜为充 气味而浮之 以补精益气 强调 五味不能过天 养体虚当节五心 五心不当损神 在各种营养元素之中 脂肪的作用 是使头脑健全 皮肤光泽 蛋白则具有活动质力的功效 蜂蜜是美容的良有 经常服用 能够面为桃花 也可以外用 即用三倍的水 稀释后涂在面部 具有光洁皮肤 减少皱纹的功效 黄豆的美容功效也不弱 能使皮肤光滑 细嫩 富有弹性 大枣中维生素C 维生素E的含量很高 能够改善粉刺 雀斑 口角炎 唇炎 脂液性皮炎 头发枯黄等 核桃仁富含亚油酸 具有很好的美容作用 经常使用 能使肌肉细嫩光滑 头发黑泽 血脉通润 常见的美容食品 还有丝瓜 竹笋 生姜 鱼籽 葡萄干 桂花 西瓜仁 紫 吉牛 羊 猪骨髓等 常见的排毒中药中医 在健康排毒方面 具有独特的疗效 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 找出适合自己的排毒方法 特别是 对那些脸上痘痘顽固 经常便秘的人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常见的排毒中药有 或香 天东 当归 始君子 海松子 莲子 红枣 或香 性微温 胃心 入皮 胃 肺精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或香含有挥发油 其主要成分为 甲基胡椒酚 柠檬锡 这些挥发油 能够促进胃液分泌 从而增强消化力 促进毒素 从肠道中排出 本草正义 评论为 芳香而不嫌其猛烈 失序而不偏于燥烈 能驱除阴霾失邪 而助脾胃正气 为失困疲扬 倦怠无力 饮食不甘 舌苔着垢者 醉劫之药 天东 又名天门东 大当门根 为甘苦 幸大寒 具有滋阴润肺 止咳消痰 帮助排除 肺部毒素的功能 同时还能降火 帮助排泄 天东 常用于治疗肺结核 痰嗽喘醋 土浓吐血 咽喉盐 扁桃体盐 糖尿病 足下热痛 虚劳骨症 因需有活等病症 当归 胃肝 心 性温 能润肠通便 增强肠胃吸收功能 促进新陈代谢 除此之外 由于其肝温滞润 是活血 补血的良药 具有帮助血液排毒 维持血液正常循环的作用 使君子 性温胃肝 入皮 胃 大肠经 聚沙虫 消肌 健皮的作用 同时还具有促进消化 华丽流通 使毒素从肠道中排出的作用 海松子 性温 胃肝 乳肝 肺 大肠经 含有大量的脂肪油 以油酸脂 亚油酸脂为主 挥发油 蛋白质 糖 磷 铁 钙等 海松子主要用于肺部的排毒 具有清除肺部的毒素 滋因 润肺 止咳 屈风通落 散寒除湿 滋因前阳 补血养肝 益气补血的功效 莲子 性胃肝色瓶 主要作用于心 皮 肾 主要功效是养心一肾 抑制心肌收缩力 减慢心率 松弛血管 扩张冠状动脉 降低血压 补皮色肠 同时 莲子还能够抗衰老 延年易寿 红枣 可用于补气 具有润心肺 补五脏 止咳 致虚损的功效 适合胃肠道功能 或消化吸收不好的人食用 能够改善病情 增益体力 恢复肠胃的正常排毒 能美白的三白汤 简易药方 去白草 白竹 白芙苓 各150克 甘草75克 放在一起混合均匀后 研磨成粉状 装入30个小包中 每天取一包 用废水冲泡 可当茶饮 三白汤最初用于治疗伤寒虚反 后来用于补气抑血 和美白润肤等方面 适用于由于气血虚寒 所导致的皮肤粗糙 尾黄 黄鹤斑 色素沉着等问题的治疗 中医认为皮肤的光泽与色彩 与脏腑功能密切相关 如果脏腑功能异常 气血不合 就会使皮肤变得粗糙 面不生斑 所以 此方剂是以调和气血 和五脏的功能为原理 从而达到美白去斑的效果 白草 白竹 和白芙苓 被认为是传统的 能够使皮肤润泽 美白的药物配置以肝草 还能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中医理论认为 白芙胃肝 酸 性微寒 具有养血的功效 可用于治疗面色伪黄 面部色斑 无光泽 白竹性温 胃肝 苦 能够延缓衰老 白芙苓胃肝 但 性凭 具有曲斑增白的效用 肝草性凭 胃肝 能够润肤除臭 用于治疗脾胃虚弱 所导致的口臭 以及皮肤均裂等 现代的药理研究 也证明了上述各药的美容作用 白芙能够清除自由基 所以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白竹 白芙苓 能够增强免疫功能 使血管扩张 肝草能够调节免疫系统 外用还可以防晒 增白 消斑 防止皮肤粗糙等 所以在很多美白护肤品中都含有肝草提取液 养颜药酒一 酸枣忍酒 适合于皮肤粗糙 心神不宁者饮用 具有滋润肌肤 含养五脏的功效 处方 酸枣草仁 福林 黄芪 五家皮 各三十克 牛西 干葡萄 各五十克 天门冬 毒火 防风 肉桂 各二十克 火麻仁一百克 羚羊脚蟹六克 唇酒 一点五千克 制法 将要捣碎 至于静气中 用纯酒 一点五千克浸泡 密封七天后 取渣 用法 每日早晚在饭前适量饮用 二 养颜酒 适合于形容憔悴 身卷乏力者 能够滋润肌肤 强健体魄 处方 白芙苓 石昌蒲 柑橘花 白竹 天门冬 生黄精 生地黄 各五十克 人参 牛西 肉桂 这个三十克 唇酒 一点五千克 制法 将上述各药 一同倒成细末 用纱布包裹 放入一点五千克 唇酒中浸泡七日 然后去扎备用 用法 每日早晚空腹 温饮一小钟 三 红盐酒 对于腰痛脚弱者 具有很好的作用 能够补肾 养盐 处方 胡桃肉 捣碎 红枣 捣碎 各一百二十克 杏仁三十克 白蜜一百克 酥油七十克 酒一千克 制法 先将白蜜 酥油融化 然后倒入一千克酒中 将上述药物 浸泡在酒中七日 用法 每日早晚空腹 浮粮小钟 四 却老酒 适合于精血不足 容颜无华者使用 具有充精髓 则肌肤的功效 储方 柑橘花 麦冬 去心被 白竹 枸杞子 石昌蒲 熟蒂 远智 去心 隔六十克 人参三十克 白芙林 去黑皮七十克 核手屋五十克 肉桂二十五克 纯酒两千克 制法 将药倒为粗末 浸泡在两千克纯酒中 七日后去扎备用 用法 每日饭前温饮一小杯 五 白鸽煮酒 用于治疗面目暗黑 机体销受者 具有滋养身体的功效 处方 白鸽去毛洗净去尝 一支 血节三十克 酒 制法 将血节放入白鸽肚中 用线缝住 用好久煮沸 约十分钟 取下厚温备用 用法 割肉分两次食用 酒以缓慢饮完